第一章 下山完婚 偶遇 为师最近扶治心灵 须前往南海之急 突破桎梏 不知归期 你上山修炼十五年有余 神功已成 莫要荒废 为师与江州里怀 乃是故交 早年 替你与李家大小姐定下婚约 你见此信可下山完婚 婚后定要是李老爷子 如带我一般 不可轻视 若先路不通 李家尚可保你一生无忧 天原山巅 陈南看着石桌上的书信 下面压着一块玉佩 他无父无母 自幼根跟随师父 在山上修炼 老人家带自己如同亲子 师父突破桎梏 便是羽化飞生之际 没想到他老人家临走前 还将自己的终身大事安排得明明白白 陈南鼻子一酸 眼里泛起了泪花 既然师父有命 他不敢不从 收拾好自己的行囊 将小院再次打扫一遍 连磕了三个响头 朝着山下走去 天原山蜜林之中 一道人影快如闪电 在山林之中 闪转藤挪 人影纵身一跃 身轻如燕 落在了盘山公路上 陈南挣了正一惊 面部红气不喘 抬头看了眼晌午的太阳 虽然天原山与江州是比铃 但要想跑到江州 估计得到半夜 滴 滴滴 就在这时 远处一辆轿车急驰而来 陈南嘴角一扬 站在马路中间连连招手 嘎吱 急促的刹车声响起 小轿车差点就撞到他 车门猛地推开 一名身穿夹克的女子怒气冲冲地下车 陈南刚想打招呼 女人便怒声喝道 你疯了 站在马路中间 想死啊 陈南尴尬地解释道 这位美女 别激动 你是去江州的吧 我想搭个顺风车 搭你妹的顺风车 滚一边去 周雪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我是真的有急事 想搭个车 陈南连忙从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 我可以给钱 这三十块钱可是他一半身价 谁差你那几个臭钱啊 周雪刚想开骂 车里却是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 算了 让他上车吧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副驾驶的李慧然柳眉倒促 自己本来就赶时间 偏偏还在路上遇到麻烦 这小子脑袋好像不太灵光 不让他上车 不知道得莫及到什么时候 周雪看了眼李慧然 瞪了一眼陈南 也就我闺蜜好说话 陈南扫了一眼副驾驶的女人 乌黑的披肩长发 肆意散开 肌肤白 稀如雪 眸如秋水美如化 一身蓝色连衣裙 包裹着凹凸有致的身材 看什么看 赶紧上车 周雪见陈南大量闺蜜 当即立声呵斥 多谢 多谢 陈南回过神 也没在意这母老虎 连忙钻进后排 又顺手带上车门 周雪狠狠瞪了他一眼 一脚油门驶向江州 透过后视镜 看着一身粗不麻衣的陈南 周雪皱着眉头问道 你是天原山上的人 陈南礼貌地点了点头 嗯嗯 我从小就在山上 跟师父一起住 凭十种重地 帮别人处理一些棘手的事件 那你不在山上好好重地 去江州干屁 陈南黑黑一笑 我这次下山是去找我的未婚妻 闻听此言 李慧然和周雪 目光齐齐看向后视镜 哈哈 周雪毫无顾忌地笑出声 就你这样 还有未婚妻 陈南正色道 当然 我不仅有未婚妻 而且 对方还是李家大小姐 什么 周雪猛打方向盘 差点撞到了护栏上 你少胡说八道 李家大小姐 怎么可能是你未婚妻 周雪瞄向旁边的李慧然 后者也是一脸疑惑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说的都是事实 陈南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山下村里的二狗子 毕生梦想就是考好点的大学 然后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而这一梦想 自己轻而易举达到了 一直未开口的李慧然 哑然笑道 李家大小姐不可能嫁给你的 陈南一愣 为什么 等你到了李家 你就知道了 李慧然轻笑一声 李家大小姐是谁 那不就是自己大姐吗 如今正与江州第一豪门王家大少爷恋爱 可谓风光无限 怎么可能看上这样一个土包子 想到此处 李慧然心中不眠 有些失落 同样是李家之女 自己却跟大姐天差地别 无论自己多么努力 多么优秀 却还是被调到外地 远离李家中心 最好的资源永远都是大姐的 就算她不学无术 依旧是公司高层 如今爷爷病重 一旦嫁和西去 大伯便会全权接管李家 而自己将永无翻身之 碰 一声巨响 小轿车瞬间失衡 周雪急忙踩下刹车 稳住了轿车 李慧然心有余悸道 怎么回事 周雪下车检查一圈 皱眉道 爆胎了 不知道哪个王八蛋 在路上撒了钉子 坐在后排的城南 望向窗外 那些人是你们的朋友吗 周雪和李慧然 抬头望去 心中顿时一景 荒无人烟的公路上 一群身穿黑色西装的壮汉 手持铁棍 缓缓走来 足足二十多人 很快 一群人已经来到车前 李慧然丝毫不慌 下车与周雪站在一起 又看向那群人质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对方并未回答 而是形成了合围之势 将小轿车围在中间 李慧然十分淡定地退后 周雪缓缓脱下夹克外套 摔在地上 一双丹凤眼凝制群人 冷哼道 找死 下一秒 他便一个剑步冲向人群 陈南剑没倒促 让他回来 周雪呼吸 周天是三段 应该是练过那家功夫 但这群黑衣人 呼吸周天是四段 实力比周雪更强 李慧然抬手打断道 小雪曾拿过武术冠军 你不必担心 你老实待在车里 不要乱动 这里没你的事 话音刚落 只听一声闷响 周雪便发出一声惨叫 整个人被带头的黑衣大汗 捏住了脖梗 猛的一砸 啊 啵 周雪口鼻流血 瞬间失去了战斗力 这 这怎么可能 刚才还镇定自若的李慧然 顿时感觉韩逸席卷全身 周雪是自己的闺蜜兼保镖 江州市武术冠军 然而 此刻仅仅一个照面 便被对方打废 江州谁有能力 派出这么多高手 还没等他想明白 一名黑衣人 从身后袭来 掐住了他的脖梗 强大的压力 让他直接跪在了地上 带头的黑衣人 从袖口抽出一把锋利的匕首 寒芒闪过 李慧然颤抖地咽了口唾沫 等一下 能让我死个明白吗 是我大伯派你们来的吗 等你死了 自然就知道了 黑衣人声音冰冷 看着对方毫无感情的眼神 李慧然死死咬着嘴唇 眼神充满了不甘 他不甘心 就这样死了 自己还有好多事情 没做 还没结婚 还没给父母养老送终 可他现在毫无反抗之力 锋利的匕首越来越近 他绝望地闭上双眼 诸位 能不能给我面子 把人放了 第二章 职业杀手 十秒解决 是陈南的声音 陈南趴在车窗上 故作害怕地 看向那群黑衣人 李慧然回头冲他喊道 这儿没你的事 你赶紧走 车上竟然还有人 黑衣首领猛地一惊 抬头望去 正好迎上陈南的目光 两人四目相对 自己从始至终 都没感受到 这小子的气息 这种隐稀之术 绝非常人 黑衣首领目露寒芒 孙冷道 做了他 李慧然愧疚地看着陈南 这帮人奔着自己来 肯定是要杀人灭口 这个倒霉蛋 也逃不掉了 一名黑衣人 拽开车门 伸手就要去抓陈南的衣领 哎 陈南无奈地叹了口气 下一秒 漆黑的眸子 迸发无限杀意 刀削般的脸庞 蒙上一层寒霜 原本青春阳光的气势大变 阴冷无比 碰 一声巨响 黑衣人胸口凹陷 如同炮弹般倒飞出去 陈南宛如离弦之剑 视若九天神雷 他不如穿花蝴蝶 瞬间冲进人群 如入无人之境 碰碰碰 似蛟龙出海 翻手间 便有排山倒海的力量袭来 所过之处 近风骤起 刚风如刀 一起 一起上 黑衣首领 往后退了两步 语气中夹杂着颤抖 可是 他话刚说完 便看见自己手下 已经全部倒下 十秒钟 二十个训练有素的杀手 全部被放倒 这 这怎么可能啊 黑衣首领瞪大双眸 一股寒意 从后脊生出直冲天灵盖 眼前的青年 依旧站在车旁 微风徐徐 一摆随风而动 刚才的杀鸡荡然无存 仿佛他从未出过手 这种收放自如的气势 绝对不是自己能对付的 黑衣首领 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可他刚迈出一步 陈男身影瞬间消失 黑衣首领突然感觉 身后多了一道清华 而隐匿的呼吸声 完了 他心里咯噔一下 一瞬间 他仿佛感受到了死神的气息 一段 两段 五段 六段 八段 九段 这小子的呼吸 周天竟然有九段 宗师敬舞者 天元山怎么会有宗师敬舞者 陈男一只手搭在他的肩头 语气轻柔 平淡如水 跪下 刹那间 神音入耳 黑衣首领 只感觉肝胆剧烈 耳膜乍响 血管崩裂 好似有一道惊雷 在耳边爆炸 身体如同泰山压顶 双腿猛地跪在地上 碰 厉清路面 被砸出两个深坑 黑衣首领双膝粉碎 嘴里不断发出 撕心裂肺的惨叫 啊 啊 他自知今日必死无疑 落在这小子手里 恐怕生不如死 牙关一咬 藏在牙槽中的毒囊 瞬间破裂 陈男眉头一皱 伸手捏住了他的下额 可惜为时已晚 还挺专业 在海外处理棘手任务的时候 偶尔会遇见类似情况 没想到 江州也会出现 这种级别的职业杀手 李慧然呆呆地 看着周围倒在地上的黑衣人 苍白的嘴唇 微微颤抖 性魔微动 不可思议地看向眼前男人 阳光洒在他的身上 凌乱的发丝随风飘动 薄薄的唇角 带着魔浅笑 温暖又令人心安 让他恐惧的心 瞬间平静下来 就好像刚才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 两久 李慧然才缓过神 看向陈南问道 你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陈南一正 笑着说道 众帝的 李慧然嘴角微抽 十秒钟解决二十个人 众帝的有这本事 他现在也没心情跑跟问底 赶紧站起身 跑到周雪身边 把他抱进怀里 担忧问道 周雪 你 你没事吧 周雪脸色苍白如指 感觉自己五脏六腑一味 但他还是咬着牙泥难道 没 没事 陈南走了过来 扶下身说道 他内脏受伤 气血逆行 我来给他治疗 你还会治兵 陈南点了点头 身为舞者 自然是懂些医术 拜托了 李慧然连连鞠躬 陈南伸出手指 在周雪的神区 气海 风斧连点三下 扑 周雪顿时吐出一口淤血 气色恢复了许多 内脏的刺痛感 减轻大半 小雪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李慧然连忙问道 好好多了 周雪诧异地抚摸着自己胸口 心里震撼不已 他很清楚自己刚才的伤势 哪怕送去医院 也得躺进ICU 然而这家伙轻轻点几下 自己的伤势就恢复了大半 如此手段 恐怕连江州那位神医 都望尘莫及吧 陈南淡淡道 我只是帮你止住了血 顺便调理了一下气血 不过 你肌肉经脉受损 还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谢 谢谢 周雪完全没有了轻视之心 看向陈南的眼神 多了一分忌惮 不客气 看着陈南忙碌的身影 周雪小心翼翼地 拽了拽李慧然 小声道 慧然 这个人的实力很强 还是你姐的未婚夫 你要小心点啊 虽说这个男人帮了自己 但李慧然 毕竟是自己的好闺蜜 陈南来历不明 让闺蜜谨慎点不是坏事 嗯 我知道 防人之心不可无骂 李慧然笑了笑 这人应该没有要害自己的意思 否则刚才也没必要救自己 大姐为人势力 根本不可能瞧得上她 倒是无需提防 她忽然一愣 想到了什么 周雪 此人实力 跟你爷爷相比如何 周雪深沉思片刻 眯着眼睛道 我看不透他的实力 但我可以肯定 他比我爷爷 强十倍不止 李慧然闻言 道西一口凉气 周老爷子 何许人也 江州武术协会的会长啊 比他强十倍不止 李慧然信念如炬 紧盯着陈南 心中暗自盘算着 很快 陈南换好了备胎 这次开车的人 换成了李慧然 车上 陈南摆弄着手机 问道 对了 你们知道 东山路128号 怎么走吗 我送你去吧 李慧然笑着道 啊 会不会太麻烦你们 不麻烦 我正好也要去爷爷家 顺路 陈南一愣 爷爷家 那你是 东山路128号 是江州李家的位置 这美女 不会就是自己的未婚妻吧 李慧然奄然笑道 正式认识一下 我叫李慧然 是李家的二小姐 二小姐 那你是我小 姨子 李慧然点了点头 你可以这么认为 陈南笑呵呵道 看来我跟李家真是有缘啊 路上还能遇见亲戚 他拍着胸脯道 以后 咱们就是自家人了 有什么困难 你就跟我说 我帮你解决 谢谢你 姐夫 李慧然强挤出一丝笑容 心中不免 有些妒忌 就连跟大姐定娃娃亲的人 都有这般实力 自己何时才能被爷爷重视 下午十分 三人终于到了李家庄园 此时的李家 张灯结彩 大红灯笼高高挂 李慧然刚进大厅 便见到了自己父亲 他深吸一口气 调整思绪后 上前问道 爸 爷爷不是病重召集 所有成员 确定遗嘱吗 这是在搞什么 刚才发生的事情 他没打算向父亲透露 免得父亲担心 李云海见到女儿回来 还没来得及高兴 便无奈地解释道 我也不知道 你爷爷搞什么 说是今天有贵客登门 顺便确定遗嘱 说话间 李家老爷子 拄着龙头杖 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了出来 第三章 大姐不嫁 我嫁 陈男抬头望去 李老爷子身旁 伴着一名女子 身材高挑 也比起来 却是稍训一筹 想必 他应该就是 李家大小姐李惠宁了 李惠然快步上前问候 爷爷 站在身后的大伯 见到李惠然 顿时惊讶不已 不过仅仅是一瞬间 他脸上的表情 便恢复如初 但依旧被李惠然看在眼里 李老爷子 见到自己的小孙女 笑着点了点头 惠然 你怎么才来啊 李惠然刚想找个理由搪塞 李惠宁便轻蔑道 爷爷昨晚就已经通知了大火 你今天竟然还迟到 幸亏有他相助 说着 目光看向陈楠 李惠宁冷笑一声 你这借口 找得也太拙劣了吧 不会是跟这个野男人出去私混 忘了时间吧 大姐嘴下留情 这人和我没任何关系 而且她是 既然没有关系 那还不把她轰出去 今天可是李家私人宴会 岂能有外人在场 李惠宁直接打断李惠然的话 随即瞥了陈楠一眼 看他衣衫褴褴 心里更加鄙夷 老爷子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顿时一愣 此人虽衣着朴素 但他根骨健硕 中气十足 太阳学徒 起 气血雄厚 定然是个高手 老爷子心平气和问道 这位小友如何称呼 陈楠上前一步 身居一躬 李茂说道 天云山陈楠 石城陈江海 此次奉师父之命 下山与李家地结殷亲 师父命我奉您如师如赋 说吧 拿出师父 留下的玉佩信物 递交了上去 哎呀呀 我就说你怎么一脸龙虎之相 原来是陈天师的爱徒 李老爷子激动不已 处置龙头杖 亮呛地走到陈南身边 颤颤微微握住他的手 我昨日就收到了你师父的书信 今天一直盼着你来啊 以后 这里就是你的家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想要什么 尽管跟我说 李老爷子说个不停 苍老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哪还有刚才的威严 李慧然眸光闪烁 心中震惊不已 爷爷竟然如此重视陈南 莫非 他就是今天的贵客 好嘞 我不会和老爷子客气的 陈南笑着挠了挠头 没想到李老爷子这么重视自己 爷爷 你今天不是说要分配家产吗 一旁的李慧宁等的有些不耐烦 拉着爷爷的手臂撒娇道 你赶紧分吧 我待会还有事呢 这李氏集团你可一定要给我啊 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李老爷子听后丝毫不怒 反而开怀大笑 都给你 都给你 而且 爷爷今天还要把你的终身大事定下来 啊 李慧宁一正 难道自己跟王少的事情 爷爷都知道了 李老爷子拉着陈南的手说道 慧宁啊 这位就是你的未婚夫陈南 你们俩今天就去把证领了吧 什么 李慧宁大叫一声 李家众人也是一脸猛逼 老爷子平时最宠慧宁 众人都以为 老爷子会得慧宁挑一个豪门大哨 怎么也不会选一个 连身西装都买不起的人啊 我不同意 李慧宁猛的一跺脚 气呼呼的说道 李老爷子眉头微皱 慧宁 你不要胡闹 小男乃人中龙凤 能嫁给他是你的福气 李慧宁一把甩开了老爷子的手臂 恼火道 什么人中龙凤 你看他长得五大三粗 一看就是个臭重弟的 我才不要嫁给这个乡八老 陈南听见自己被贬得一无是处 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 既然李小姐不愿意 那便作罢 不过陈某人在山上自给自足 也没有大小姐说的那么不堪 他现在确实没什么钱 在海外执行任务赚来的钱 也都捐给了附近的几个贫困山区盖学校 但自己拥有一身本领 要真想赚钱也不难 怎么 说你还不乐意了 李慧宁不屑地翻了个白眼 亮出手指上鸽子弹大小的钻戒 看见没 这是王少送我的求婚戒指 价值五百万 你中一辈子地也买不起吧 求婚 李老爷眉头紧锁 李慧宁也不藏着掖着直言道 爷爷 我已经答应了王少的求婚 王家可是江州第一豪门 等我当上了王家的少夫人 肯定会提携李家 到时候 我们李家也能成为豪门望族 老爷子闻听此言 气得差点急火攻心 他指着李慧宁怒道 你糊涂啊你 你只有把东西还给王家 李家长子 李云山站出来劝道 爸 人家王少的聘礼都已经下了 总共两亿 外加十亿投资 哪一点不比这个小子强 你又何必执着这一纸婚约 啪 老爷子抬手 便是一巴掌扇在李云山脸上 鱼不可及 王家那个废物 拿什么跟陈南比 李云山捂着脸颊 气愤不已 但又无可奈何 李慧宁感觉自己爷爷 简直不可理喻 冷声道 反正我不可能嫁给这个废物 爱谁嫁谁嫁 你 老爷子气得浑身发抖 胸口血气翻涌 李云海健壮 赶紧上前扶着老爷子 给他顺气 李慧宁心里五味杂陈 他还是第一次见爷爷 被大姐气成这样 从小到大 无论大姐惹了多么大的祸 爷爷从来都不会责罚他 舍不得打 舍不得骂 他想要天上的星星 爷爷恨不得把月亮都给摘下来 可是 今天爷爷为什么会在大姐婚事上 如此坚持 如果爷爷真的宠着大姐 不是应该顺着大姐的心思吗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很快 李慧宁猛地抬起头 眸光紧紧盯着陈南 爷爷什么事情都能答应大姐 唯独这件事情不行 那是因为爷爷宠的不是大姐 而是陈南的未婚妻 李慧宁握紧双拳 心里生起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赌一把 赌自己的后半生 赌自己的一切 既然大姐不愿意嫁 我嫁 此言一出 所有的争执戛然而止 李家众人齐齐看向了他 第四章 选个老婆 整个客厅陷入沉寂 周雪更是瞪大眸子 嘴里足够塞下一枚鸭蛋 惠然这也太草率了吧 和自己姐姐强姐夫 要是传出去 以后还怎么在公司换 胡闹 李云海脸色铁青 立即上前 把李慧然给拽了回来 李家婚约白纸黑字非常清楚 上面的署名是李慧宁 他巴不得李慧宁嫁给陈南 要是嫁给王家大少 大哥的公司 拿到十个亿投资 便能立刻上市 到时候 整个李家的资源 也都将倾向大哥 而他们一家 也将彻底失去翻身的机会 我没有胡闹 大姐刚才说了 谁爱嫁谁嫁 我们李家有婚约在先 总不能出尔反尔吧 李慧然甩开父亲的手 语气无比坚定 你 李云海扬起手 恨不得一巴掌把女儿扇醒 他力争家产 还不是为了这个宝贝女儿 这妮子 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云海 你先冷静冷静 李云山刚才还想着 如何帮女儿脱身 现在李慧然主动站出来 自然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他圆润的脸上堆满笑容 惧然也是为了父亲的面子着想 婚约是老爷子定下的 我女儿嫁入王家 李家定会受益肥浅 而你女儿嫁给陈南 老爷子的颜面也保住了 岂不是两全其美 我觉得云山的想法很不错 是啊 我也支持云山 都是一家人 我们应该和平相处吗 一群李家亲戚 纷纷点头附和 毕竟李慧宁若是嫁入王家 拿到那十个亿投资 他们的命运也会随之改变 李云海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婚约上明明写着李慧宁的名字 凭什么让自己女儿嫁给陈南 李慧然看出父亲的满脸不情愿 他低声祈求道 爸爸 你相信我一次 就这一次 只要我嫁给陈南 爷爷一定会扶持我们家的公司 他始终相信自己的想法 爷爷是为了陈南才对大姐百依百顺 如果自己嫁给陈南 他们一家一定会受到爷爷重视 李云海看着女儿那认真的双眸 苦涩道 小然 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这可是关系到 你一辈子幸福的终身大事啊 女儿的幸福让他自己选择就行了 你瞎操哪门子心 这时 一名身穿旗袍 雍容华贵的妇女走了过来 他拉住李慧然的手说道 妈支持你的决定 你的眼光肯定比妈好 说着 还瞪了李云海一眼 他曾经也是江州豪门望族的掌上明珠 跟了李云海 遭到家族遗弃 本以为李云海能做出一番誓言 不料陆陆无为了大半辈子 他看出陈南身上有种出臣的气质 老爷子说他是人中龙凤 那必然有他的道理 所以 他非常支持女儿的这个决定 李云海听出妻子奚落自己 干瘦的脸变成猪干涩 扮上也憋不出一个字 还是我妈好 李慧然开心地抱住母亲胳膊 李老爷子总算缓过神来 他缓缓看向李云山父女俩 恨铁不成钢道 给你们机会 你们不要 你们 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后悔 后悔将女儿嫁给这个山野村夫 李云山心中暗笑 随即漫不经心道 我们都是为家族着想 既然小侄女已经答应嫁给陈南了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吧 语气带着气氛威严 仿佛他才是李家的家主 李老爷子大献将至 以无力与李云山一家争辩 他满脸愧疚地看向陈南 哆嗦着嘴唇道 小南 你看这 瞬间 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陈南 尤其是李云山 更是开口说道 惠然经营着一家制药集团 虽说经营不善 连续两个季度亏损 但好歹每个月还有十来万收入 你和他结婚 以后也不愁吃穿 言外之意 是让陈南别不识好歹 陈南满脸郁闷之色 自己本来是娶李家大小姐 现在怎么变成要娶小姨子了 李老爷子以为陈南不好做选择 便沉声说道 小南 你不要有压力 随便挑一个 无论挑中谁 老头子 我豁出这条命 也必须让你们成婚 陈南看了一眼李慧宁 只见他眼里满是厌恶之色 看自己的眼神 就像看一只刚从石里爬出来的苍蝇一般 反观李慧宁 眼神静彻 隐隐夹杂着一丝稀迹 论姿色 两人相差无几 李慧宁不识粉带 身上多出一种自然美 论品德 李慧宁比李慧宁 相差十万八千里 李慧宁目不转睛盯着陈南 还握紧粉拳晃了晃 好像在威胁陈南 必须选自己 陈南嘴角上扬 看向老爷子道 失命难违 若不是有这种婚约 或许我也不会讨扰李家 师父让我带老爷子如长辈 也得有老爷子来做决定 李老爷刚才注意到了 陈南看两个孙女的眼神 他看出陈南在李慧宁身上 多停留了一阵 而且两人似乎还有些交集 让慧宁嫁给陈南 估计不太可能 除非自己以死相逼 陈南让自己来帮他做选择 这是给自己留面子 这小子很懂人情事果 沉默片刻 李老爷子看向李慧宁道 慧宁 你和陈南去领政吧 此言一出 李云山一家如是重负 这份婚约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就连女儿和王家少爷的恋情 也不敢公之于众 今天他们终于解脱了 李慧宁此时却是有些木人 心里极其复杂 刚才又担心陈南选了大姐 现在爷爷把自己和陈南撮合在一起 他反而有些迷茫 从未谈过恋爱的自己 突然就有了男人 以后两人该如何相处 自己这算是为了利益 才要嫁给他的吗 另外 我在玉龙湾买了一套海景别墅 以后这套别墅 就是慧宁和陈南的新房 李老爷子扭头看向一名西装革履的青年 张律师回头把房产正名字改一下 张律师似笑非笑的 看了李云山和李慧宁一眼 硬道 好的 董事长 玉龙湾 老爷子居然在玉龙湾买了房子 云山亏大发了呀 一众亲戚交头接耳 玉龙湾是玉龙集团的产业 其房价30万一平 与汤城不相上下 老爷子 这是把所有积蓄 用来给慧宁置办新房了 爸 您什么时候在玉龙湾买了房子 李云海脸都绿了 江州玉龙湾早就被达官贵族抢购一空 随便一套别墅都价值数亿 近些年公司不太景气 老爷子的积蓄顶破天五个亿 他这真是把所有积蓄都用来买房了呀 李慧宁脸色一沉 当即说道 爷爷 房产证上肯定是我的名字吧 张律师 名字不用更换了 你把房产证交给我就好了 第五章 七人太甚 玉龙湾的别墅最少也1000平打底 按照现在房价 那可是三个亿起步 这套别墅是爷爷买给自己的 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出来 李老爷子瞥了一眼李慧宁 满脸冷意道 我说得很清楚 这套房子是我买给陈南和他老婆的新房 你不愿意嫁给陈南 所以这套房子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李慧宁见爷爷对自己态度180度转变 立刻上前撒娇道 爷爷 玉龙湾里住着的人都是达官显赫 我要是能住进去 也能打通更多人脉关系不是 这都是次要的 主要是王家也在玉龙湾买了一套房 让爸妈住进玉龙湾 他们也好去王家窜门巩固两家关系 老爷子一把甩开李慧宁的手 我意已决 你不必多言 李慧宁毁婚 让他颜面无存 若不是陈南通情达理 他还真不知道如何向陈天师交代 之所以宠溺李慧宁 那是因为他是陈南的未婚妻 现在陈南的未婚妻换成了李慧然 他将不再重视李慧宁一家 爷爷 李慧宁眼眶泛红 似乎随时都要哭出来 之前每次撒娇 爷爷都会答应自己的所有条件 现在这招好像不管用了 张律师 你立刻去处理这件事 老爷子态度坚决地对张律师说道 我知道了 董事长 张律师提着公文包离去 李慧宁彻底绝望 看向李慧然和陈南的目光充满恨意 他实在想不通 爷爷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土包子 李云山脸色英质 娄子隐隐浮现出一丝杀鸡 陈南不着痕迹地瞥了李云山一眼 之前李云山看见李慧然赶到时 眼神里浮现出了短暂诧异 结合两家关系 他已经大致猜到 那批杀手的幕后金主是谁了 李慧然紧紧抓着母亲胳膊 抬眸说道 妈 我说的没错吧 爷爷重视的是陈南 并不是大姐 爷爷送出御荣湾别墅 足以说明陈南在他心中的分量 他也曾幻想好好经营公司 以后给爸妈在御荣湾买一套别墅 只是现实往往很残酷 最近两个季度 公司利润比下降了数倍不止 再这么下去 不出两年 公司必然破产倒闭 现在陈南是自己的未婚夫 爷爷如此重视陈南 他一定不会见死不救 我闺女这是简陋了呀 不像某些人 干啥啥不行 还没一点眼光 马兰圆圆打量陈南 越看越觉得这个未来女婿顺眼 一旁的李云海嘴角抽了抽 直接把我名字得了呗 还拐弯抹角干啥 李老爷子已经拽着陈南入座吃饭 李云山找了个借口 愤然离场 李慧宁则是来到李慧然跟前 他一脸傲慢地看着李慧然 讥讽道 李慧然 你别以为 拿到一套别墅 就是李家的掌心宝了 那套别墅 是我让给你们的 还有 那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只是我不要的垃圾而已 你也只配捡垃圾了 等我嫁给王少 我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乌鸦比凤凰 李慧宁将所有怒火 都撒在李慧然身上 李慧然听着不堪入耳的嘲讽 浑身都在发抖 他抬眸瞪着李慧宁道 大姐 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已经对你很隐忍了 这么多年 他一直承受着李慧宁的嘲讽与谩骂 眼下终于熬出头了 他已经不打算继续忍气吞声 李云海澜在女儿身前 眯着眼说道 慧宁 你已经老大不小了 这臭毛病 应该收敛收敛了 兴许是之前老爷子太宠你李慧宁 所以他也不敢把话说得太绝 马兰倒是一把推开李云海 冷冷盯着李慧宁说道 李慧宁 你是不是有些欺人太甚了 李慧宁被马兰森冷的目光 看得浑身不自然 马兰出身名门世家 毕业于荆州财经大学 他身上带着一股商业女强人气质 如果不是马兰 父亲早就把他们家的公司打垮了 我看你们能得意多久 李慧宁冷笑一声后 潇洒离场 马兰转身看向李慧宁 慧宁 你的性格就是太随你爸 优柔寡断 迟疑不绝 以后多去财务部转转 看妈是如何处事的 李慧宁抹了把眼泪 抿着红唇点了点头 饭桌上 陈南连敬老爷子三杯 李老爷子不胜酒力 三杯酒下便晕晕乎乎 说话都不利索 小南啊 婚约之事 是老头子 我对不住你 和你师父 爷爷言中了 婚姻大事 不可抢求 而且相较于李慧宁 我觉得李慧宁会更优秀 我应该多谢爷爷 替我选了个良人才是 陈南微笑着说道 哈哈 能把我的过错说成功劳 不愧是陈天师的徒弟 果然是名师出高徒 能嫁给 你是慧然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李老爷子开怀大笑 脸上的皱纹都消散了几分 来 给我满上 我再陪孙女婿 畅饮三杯 爸 您不能再喝了 李云海匆匆走了过来 干净利落地 收走了老爷子的酒杯 老爷子脸色一沉 我今天高兴 多喝几杯怎么了 陈南看向老爷子 其面不泛黄 其黯淡无光 眼眶浮肿 嘴唇发白 这是肠胃不好的表现 身体要紧 下次再喝吧 陈南笑了笑道 如果爷爷信得过我 就让我帮你把把脉 李云海顿时来了兴趣 你还会看病 李老爷子瞪了李云海一眼 小男乃天原山陈天师的弟子 他会医术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李云海抽了抽嘴角 父亲经常把陈天师挂在嘴边 这个陈天师到底是何方神圣 如果真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 他的徒弟 又为什么穿得如此寒酸 我这都是老毛病了 吃点药就行了 小男你不用担心 李老爷子摆了摆手 并未打算让陈南窃脉 陈南从老爷子眼里 看见了一丝苦涩 老爷子不愿意让自己窃脉 是担心自己看出什么 陈南笑着说 那爷爷如果感到身体不适 一定得告诉我 说话的同时 陈南眸子深处 一抹幽光 转瞬而逝 而老爷子的胃部病状 已经被他禁收眼底 胃部肿瘤 还是恶性 李家人都不知道 哈哈 一定 一定 快去吃饭吧 一会儿饭菜就凉了 李老爷子打着哈哈敷衍过去 陈南也没多说什么 拿起筷子大块朵仪 距离上次执行任务 已经过去三年 他已经三年没开过婚了 九过三旬 李慧然一家 带着陈南离开别墅 老爷子把他们送到外边 不忘叮嘱道 你俩得尽快 把结婚证领了 第六章 要不要帮你买小雨衣 玉龙湾房产证 改名需要走流程 李慧然打算暂时 让陈南住进自己家 自从老爷子病重后 李云海夫妇 便一直留在老爷子身边 爸 妈 我先走了 有事立刻丢电话 李慧然朝窗外挥了挥手 李云海背着手点了点头 马兰则是叮嘱周雪 小雪 路上开慢点 周雪甜甜一笑 放心吧兰阿姨 我开车很稳的 马兰看见周雪牙缝里的血迹 和额头上的窗口贴 还没来得及多问 周雪便踩着油门离去 马兰眉头到醋 脸上逐渐浮现出冰霜 李云海健壮 上前问道 你怎么了 马兰深深吸了一口气 没事 但愿是我想多了吧 李云海笑了笑 随即问道 你怎么看这件事 但凡你有老爷子一半的眼光 也不至于被你大哥欺负成这个样子 马兰白了李云海一眼 李云海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下次在小男面前 给我留点面子 女儿被欺负的时候 你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你还知道要面子 马兰回对了一句 然后说道 改天秦神医要回江州了 让他给父亲看看 江州北郊 简称江北 这里有着四个大型工业区 每个工业区里都有数十个小公司 李家有两个中型公司 分别是李云海名下的 华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主以生产芯片为主 另一个公司 则是掌握在李云山手中的 华创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以生产手机为主 而李老爷子 则是两家公司的董事长 北郊第三工业区 有华美科技的分公司 目前有一百多名员工 李惠然则是这个分公司的总经理 周雪把车停在工业区门口 笑问道 惠然 要不要带你男人 去你的江山看看 李惠然透过后视镜 看向陈男 只见陈男正撑着脑袋睡觉 便摇头说道 我先带他回家休息休息 周雪舔了舔嘴唇 似笑非笑道 要不要我去帮你买几盒小雨衣 要下雨了吗 李惠然看向车窗外面 晴空万里 一点下雨的迹象也没有 周雪双眼翻白 拜托 我说的小雨衣是安全套 李惠然顿时面红耳赤的 捂住周雪的嘴 你瞎说什么啊 这个闺蜜什么都好 就是性格大大咧咧咧 什么话都敢说出口 虽然他已经打算和陈男在一起 但毕竟两人才刚认识 哪有那么快发生关系 周雪笑盈盈道 你家可是单身公寓啊 只有一张床 总不能让你未婚夫睡沙发吧 我 我睡沙发也行 李惠然心乱如麻的说道 他还从没带过男人去自己家 也没考虑太多 周雪娇笑一声 开着车往李惠然住处驶去 把车停在公共车位后 周雪把钥匙交给了李惠然 黯然神伤道 以后有人替我保护你了 你已经用不上我了 希望他能像我那般 带你温柔如水吧 不吃 你可是我的专职司机 你把车钥匙给我 你走路回去吗 明天早点来接我 李惠然没有接钥匙 拉开后座车门 轻轻戳了戳陈男 啊 这是哪儿 陈男揉了揉 本就乱糟糟的头发 睡眼朦胧的打量四周 李惠然轻声道 这是我家 陈男看着那二十多层的住宅 兴奋道 你家这么大 我以后 是不是可以躺着做包租工啊 什么啊 我就在这里租了一套房子而已 李惠然哭笑不得的解释道 陈男顿时露出失望的表情 我的收租梦破碎了 周雪乐呵的不行 陈男 你师父是不是很厉害 那当然 我师父堪比陆地神仙 哇 这么厉害 那不得有很多钱 周雪满脸崇拜的看向陈男 虽然陈男实力很强 但他吹牛的本领 似乎更强 毕竟是自己救命恩人 他也不好当面拆穿 呃 我师父他老人家 无欲无求 把所有钱都捐给山区盖学校了 临走钱 就给了我68块 陈男尴尬解释 周雪想起 陈男之前从兜里掏出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 脸上露出忍俊不惊的表情 他很清楚 以陈男的本事 想要赚钱非常简单 李惠然带着陈男来到公寓 70平米左右的精装房 家具电器一英俱全 灰色地摊 粉色的两米大床 床上躺着一个毛茸茸的大白 单面落地窗前十两衣架 他的粉色底裤急气惹眼 陈男收回目光 暗暗咽了一口唾沫 暂时没有给你准备拖鞋 你先穿我的吧 李惠然给陈男拿了一双备用拖鞋 忽然发现陈男脸色有些发红 他立马想到什么事的 赶紧去把衣架上的贴身衣物收紧衣柜 陈男脱掉43码的破布鞋 换上36码的拖鞋 脚后跟全都掉在外面 第一次进入女生闺房 感觉浑身不自在 他坐在沙发上 有些不知所措 还要紧张 陈男接过饮料 咕噜噜喝了大半瓶 李惠然极力克制住内心的紧张 然后小心翼翼坐在陈男身边 两人沉默不语 气氛一度尴尬 叮铃铃 李惠然放在茶几上的包包里 传出手机铃声 他尴尬道 我 我先接个电话 陈男点点头 随后从兜里掏出一个翻带手机 翻开通讯录 里面备注着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 沙国小皇子 漂亮国死神 帝国屠夫 外国女皇 诸如此类的号码 竟有一百多个 李惠然从包里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顿时皱起了眉头 他毫不犹豫挂断电话 然而 下一秒 电话又打过来了 李惠然拿着手机 走到陈男面前 将手机递过去 小心翼翼道 你可以帮我接这个电话吗 就说我不在 陈男瞥了一眼 电话备注是黄浩 他拿起手机 按了一下接听键 惠然 你总算接我电话了 今晚有个舞会 我想请你陪我一起去 我老婆睡下了 陈男淡淡说道 李惠然眼皮微微一跳 两朵红韵爬上脸颊 这也 太干脆直接了吧 电话那头明显一愣 随后传来男人的咆哮 你他妈是谁 惠然的手机怎么 在你的手里 陈男唇角微勾 李惠然已经被我拿下了 你换个女人追吧 第七章 大放丈母娘 三十万买服装 说完这句话 陈男直接挂断电话 李惠然抿了抿红唇 好奇问道 你怎么知道 他是我的追求者 黄浩是江州黄家的公子 而黄家是华美公司最大的客户 自从上个礼拜 黄浩来分公司查验生产线后 就一直对自己穷追不舍 他早就听说过 这个黄浩是十足的海王 被他睡过的女人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陈男笑道 你这么漂亮 有几个追求者 理所当然 听见陈男夸自己 李惠然脸色更红 不过 两人也打开了话匣子 相互了解彼此的一些基本信息后 李惠然便要带着陈男 去买换洗的衣服 两人进入电梯后 李惠然就没闲着 实质如飞的 在一个三人微信群里聊天 小然 父皇 母后 我要带陈男去买衣服 李云海 如果撒狗粮 大可不必 如果是要钱 请找你母后 马兰 刚给你转过去三十万 去市里买几套好点的衣服 别让外人把我们看扁了 李云海 三十万 马兰 有意见 李云海 不敢不敢 李惠然手机跳出来 余额变动短信 原有余额七十万 现有余额一百零二万 李惠然开心的笑了笑 立刻在群里回信道 谢谢妈咪 爱你哦 李惠然一米六八的身高 而陈男将近一米九 轻而易举 就看见了李惠然的聊天内容 这回来丈母娘 对自己 还真是大方 她嘴角勾了勾 心里蹚过一丝暖流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李惠宁一家 是十足的势力 李惠然一家 倒是真心 接受了自己这个一穷二白的女婿 看来有必要动用点人脉 暗中扶持一下李家 两人来到小区外面 李惠然拦下一样出租车 师父 去江州服装城 两百 出租车司机也认出李惠然 是一家公司老板 毫不犹豫的 要两百车费 两百 你 算了 两百就两百 李惠然好歹也是公司总经理 还不至于计较两百块车费 拉开车门 做了一个请的首饰 上车吧 我的小少爷 陈男指了指不远处商业街 那里不是有服装店吗 干嘛要往市区跑 李惠然笑道 那里都是一些低端品牌 你作为我的未婚夫 当然得买一些高端品牌 陈男拉着李惠然胳膊 就往商业街走去 服装是用来遮羞和提升形象 而不是用来炫耀攀比的 师父从小就教导他 潜水喧哗 深水沉静 欲成大事 就得学会低调沉稳 李惠然教笑道 你这是要帮我省钱吗 陈男撇嘴 你很有钱吗 我 李惠然被问住了 他卡里有102万 其中60万是给供应商结算货款的 自己能动用的资金只有12万 如果不是母亲给自己30万 他还真不敢带陈男 去高端品牌店买衣服 李惠然抿着嘴说道 你也看见了 我大姐失利眼 要是明天他看见 你穿一身廉价货 肯定又得嘲讽我 陈男牵着李惠然的手 笑道 育人说人话 育狗不理会就好了 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目光呢 李惠然低着头 看着陈东那骨节分明的手背 小脸一片通红 心里好似有只小鹿砰砰乱撞 他抬头看向陈东棱角分明的侧脸 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两人很快来到商业街 走向一家海澜之家店铺 而就在这时 一辆面包车停在马路边 车门推开 十几名手提棒球棍的面具男走出来 陈男皱了皱眉头 你先进去 我去上个厕所 李惠然正在和闺蜜聊天 文言也没有多想 静止走进店铺 陈男转身向那群面具男走去 身上气势陡然一变 目光如刀 气如蛟龙出海 这群打手 不及之前那些杀手的十分之一 仅仅一个照面 便尽数趴在地上闷哼 陈男随意提起一个面具男 质问道 谁派你们来的 面具男下的魂不守舍 是 是黄少派我们来的 黄浩 对对对 就是他 他要见到李惠然小姐 身边男人的尸体 所以你们准备打死我 陈男眯起眼睛质问 我 我不敢 回去给黄浩带句话 再惹我 我让他做太监 陈男冷冷道 一辆三米开外 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陈男转身走向海澜之家 又忽然扭头 看向马路边黑暗处 一辆劳斯莱斯 只是看了一眼 便收回目光 而后头也不回地进入店铺 一群面具男 钻进面包车离去 马路边的劳斯莱斯车后座 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 眯着眼问道 他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林作 满头银发 却精神绝术的老人点了点头 应该是发现我们了 魁梧男人愕然道 你确定他医术通天 老人摇头道 还不清楚 李长安胃癌晚期 估计活不到半个月 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吧 两个小时后 李慧然和陈男 提着一大堆衣服 回到公寓 后面还跟着三个店员 手里同样提了好几个袋子 你买衣服 一向这么好行 陈男坐在沙发上 愣愣看着满地的衣服袋子 如果不是自己阻止 李慧然可能要把店铺 给搬空 三十多套衣服 每一套八百多 李慧然天真无邪道 这时 门外响起门铃 你的鞋到了 李慧然立刻去外面开门 三五名店员 手里捧着重叠的鞋盒 都快顶到天花板了 李慧然忙前忙后的 把鞋盒堆在鞋柜上 皮鞋 球鞋 布鞋 拖鞋 运动鞋 二十多双 陈男单手服额 哭笑不得 这什么手买的 自己解决那群打手的时候 李慧然回到沙发边 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一边用手扇风 一边找出一套睡衣给陈男 你先去洗澡 我得歇一会儿 陈男接过睡衣走进浴室 不多时 浴室里就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李慧然瞥了一眼浴室的玻璃门 只能看见一个人形轮廓 他注意到陈男的强壮 立即抓起一个沙发枕 挡住眼睛 脸上一片羞红 天哪 不是有门帘吗 他为什么不关上门帘 十分钟后 陈男穿着宽松的睡衣 走出浴室 李慧然面红耳赤的 拿出吹风递给陈男 会用吗 我只是在山上隐居 又不是山里的野人 陈男接过吹风机 见李慧然面红耳赤的模样 笑问道 你脸这么红 该不会是偷看我洗澡了吧 呸 才没有呢 我那是热的 李慧然从衣柜拿了一套睡衣 飞快跑进浴室中 关上玻璃门和门帘 靠在门上大口呼吸 就好像被当事人抓到 自己偷窥他洗澡似的 好半生 李慧然才缓过神 看着他在洗手盆 变得红色裤衩 他又瞪大了眼睛 该不会让我帮你洗吧 第八章 绅士之谜 陈男吹干头发后 便坐在沙发上 拿出手机 继续翻看电话号码 听见浴室传来水声时 他扭头看了过去 遗憾的是什么也看不见 不禁嘀咕道 马上就要领证了 还防着我呢 他低着头 翻到一个被注为 陆华多的电话号码 电话刚拨通 立即有人接听 南哥 我这盼星星 盼月亮 总算盼到你的电话了 一发不渴 闭嘴 好的 我让你查的事情 有进展没有 陈男淡淡问道 查是查到了 只是 说 陈男语气一冷 二十年前 叶家屯发生一场火灾 当时陈天师下山云游 刚好路过叶家屯 他从火海中 带出来两个人 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 还有一个老人 第二年 陈天师下山行医 便带着一个 刚学会走路的孩童 由此可以推断出 那个从火海中 死里逃生的孩子 就是南哥你 那个老人呢 陈男眯着眼睛问 那个老人就是李长安 还有吗 陈男微哑着嗓音问道 一个村子全被烧 无一人逃出 应该是有人要赶尽杀绝吧 暂时还没查到 如果查到了 我第一时间告诉南哥你 嗯 陈男挂断电话 缓缓躺在沙发上 自他有记忆起 以为师父就是自己爷爷 他询问自己父母 但师父只字不提 二十多年来 自己的身世 一直是个谜 直到三年前 他受托帮路加解决 杀手排行榜第五的 暗黑龙王 那段时间 他结识了陆家大少陆涛 得知陆涛掌握着 国内数十个侦探社 他便善免去十亿愁楼 只为调查自己身世 因为这件事 他还被师父禁足三年 经过陆涛这么一调查 所有事都能解释清了 师父从来不提及自己身世 是因为自己家人全被灭口 师父担心自己会因为仇恨 而迷失心智 从而堕入魔道 直到自己修炼有成 师父才让自己找李长安 所以 李老爷子是自己如己出 咔咔 浴室门打开 李慧然穿着一套粉色睡衣 走出来 头上裹着毛巾 他背着双手 面红耳赤 走到陈南跟前 那个 我不小心把你裤子洗烂了 陈南老脸一红 我不是扔垃圾桶了吗 那条裤衩子 换洗了三年 早已满目疮痍 如果不是被师父禁足三年 他也不至于 连条多余的裤衩子都没有 可能 你没扔进去吧 李慧然快尴尬死了 他还以为陈南把底 裤留给自己帮他洗 鬼知道这条裤衩穿了多少年 一搓就成纤维了 陈南歪头看向李慧然 背在身后的双手 李慧然立刻转身 避开陈南目光 然后跑向垃圾桶 过了一会儿 李慧然一边敷面膜 一边说道 今晚你睡床 我睡沙发 陈南心里暗自一笑 故作差异道 我是你未婚夫 难道 不应该睡一起吗 李慧然呼吸一致 我 我还没准备好 陈南唇角上扬 却又黯然叹气 其实我知道 你只不过是利用 我得到你爷爷的家产而已 李慧然心里一慌 扭头看向陈南极力解释道 我 我没有 我 陈南闭上双眼 扯过宝坦盖在身上 他可不认为 李慧然会对自己一见钟情 而且 自己和李慧然 也没什么感情可言 他娶李家小姐为妻 也只不过是完成师父定下的婚约 陈南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李慧然走过来 蹲在沙发旁边 声音都带着哽咽 他还想解释 却发现自己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其实 陈南想的不无道理 他的确是想通过 嫁给陈南获得爷爷重视 从而让华美公司 起死回生 可是 他发现自己对陈南 并不是仅仅获得利益那么简单 陈南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他心里竟然有了一丝脚痛 李慧然眼眶泛红 眼角甚至有泪水滑落 陈南睁开半只眼睛 见李慧然流眼泪 立即就心软了 赶紧笑呵呵的哄道 你别哭啊 我逗你玩呢 感情是要慢慢培养的吗 就算你让我和你睡 我也不会上床的 李慧然揉了揉眼睛 带着哭腔道 真的吗 陈南小鸡着米式的点头 当然是真的 恋爱都有一个过程吗 咱们才认识一天 我对你还没什么兴趣呢 李慧然破涕微笑 那你不能生气 然后也不准胡思乱想 知道了 我的二小姐 陈南拉长声音 似乎有些不耐烦 李慧然也没在意这些细节 回到床上和闺蜜分享日常 次日 一大早 陈南被一道沉闷的声音 给惊得坐了起来 扭头一看 李慧然掉在地上了 神奇的是 他居然没醒 起身走到床边 小心翼翼 把女人抱起来 手掌拖着那光滑柔嫩的腿弯 心里不免一阵荡漾 洁白精致的锁骨 温润如玉的双腿 狠狠挑衅着陈南到心 正是热血方刚的年纪 陈南口干舌燥的咽了口唾沫 随即将女人放在床上 给他盖上被子后 便换上运动装出门晨练 八点左右 陈南跑完步回到公寓 李慧然已经做好了早餐 哎呀 李慧然一脸尴尬地望着陈南 那个 我忘了 给你做早餐了 毕竟独处两年多 家里突然多了一个人 而且早上起来又没看见 他习惯性地 只做了自己的早餐 陈南走向浴室 淡淡道 你自己吃吧 我还不饿 洗漱一番 刮了胡子 穿上一件白衬衣和正装 系上领带 镜子里的陈南气质 顿时发生变化 此刻的他 有如豪门富二代 微卷的发型 带着一股凌乱美 比起那些发型设计师 精心设计的发型 更带感 漆黑如墨的毛子 深沉如水 棱角分明的脸上 五官均匀错落 走出浴室 李慧然下意识抬头看了一眼 这一眼过去 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还是 昨天那个拉里拉他的陈南吗 完全就是那种 万千美少女心中的 高冷霸总形象 陈南走到餐桌前坐下 伸出骨节分明的手 在李慧然眼前晃了晃 该不会 是被本帅哥给迷住了吧 李慧然脸色一红 端起牛奶 咕噜噜灌了几口 随后说道 你最近晚上睡觉小心点 我担心 哪天忍不住把你给吃了 第九章 公司危机 八点五十分 周雪 开车来到公寓外面 一如既往 拨打电话 催促李慧然 直到九点二十分 李慧然才踏着高跟鞋 一瘸一拐 走出小区 陈南双手揣斗 跟在后面 确定不让我帮你看看 由于电梯故障维修 只能走楼梯 李慧然为了赶时间 不小心崴了脚 我九点三十分 有个重要客户 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李慧然强忍着疼痛说道 陈南扬了扬唇脚 谁让你那么磨叽 吃个饭化个妆 能用三十分钟 李慧然鼓着腮帮子 也不回话 还不是因为 自己吃早餐的时候 这个男人一直盯着自己 平时为了赶时间 都是胡伦吞早 今天只能细脚慢咽 而且 他还看着自己化妆 自己什么时候 当着一个男人化过妆 走出小区 只见一身黑色皮衣的周雪正 双手抱胸 抵在车门上 他戴着墨镜 扎着马尾便 身上隐隐带着一股 英姿萨爽气质 看见李慧然和陈南走出来 他把墨镜往下压了压 随即就意味深长地 看向陈南 陈南 你懂不懂怜香惜玉啊 你不知道 女孩子第一次都会很疼了吗 陈南不解 什么第一次 还装蒜 周雪三步并两步上前 搀附着李慧然 慧然 要不要你在家休息一天吧 李慧然面红耳赤的 瞪了周雪一眼 你别瞎说 我只是下楼梯的时候 崴了脚 我懂我懂 待会儿 我去给你买点止痛片 周雪一副 我什么都懂的样子 女孩子嘛 害羞点也正常 他可不相信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不会发生点什么 李慧然习惯性地 去开副驾驶车门 周雪一把按住门把手 娇笑道 你现在应该坐后面 说完 他帮忙打开后门 然后强制性 把李慧然按了进去 陈男则是从另一侧上车 周雪关上车门 拍了拍手 随后 坐进驾驶位开车 坐稳了呀 今天赶时间 我可能会开快点 李慧然低头看向脚踝 现在已经肿起来了 陈男眼角余光 看见李慧然 一脸痛苦的表情 开口说道 我帮你看看吧 如果是骨头错位 还需及时处理 也不等李慧然同意 抓起那细嫩白净的脚腕 放在自己腿上 李慧然穿着眉西短裙 脚腕犹如一团棉花 滑腻的触感 让陈男为之一探 啊 轻便 李慧然脚腕传来剧痛 咬着烟 红的嘴唇痛呼了一声 小手更是紧紧抓着 自己的裙摆防止走光 周雪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 叉一道 还真歪脚了 李慧然没好气到 那不然呢 周雪笑了笑没说话 看来自己还真误会他俩的 陈男脱掉李慧然的高跟鞋 一手握着脚腕 一手握着脚掌 缓缓扭 动 李慧然穿着薄如蝉翼的短袜 脚掌可以清晰感受到 陈男宽厚手掌上的温度 骨骼错位 忍着点疼痛 陈男双目盯着 那洁白如玉的脚踝 沉身开口 李慧然按照裙摆的小手 立刻钻紧 可不可以轻点 无数三个数 你准备好 好 李慧然满头大汗 赶紧吸气 调整情绪 三 咔嚓 啊 陈男双手用力 没好救 李慧然泪如雨下 咬着牙恨恨地瞪着陈男 你活动活动脚腕 陈男松开李慧然的脚 李慧然赶紧把脚缩回来 尝试着转动脚腕 还真不疼了 他破涕微笑地看向陈男 不疼了 陈男嘴角勾了勾 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江北 第二工业区 华美分公司 李慧然带着陈男和周雪 风风火火 赶到商务会议室 办公室有穿着职业装的文员 清理桌面 李慧然一脸发愣 杨总呢 文员应道 杨总接了个电话就走了 还说取消和我们公司的所有合作 李慧然脸色顿时一白 取 取消合作 他愣愣地坐在椅子上 杨总是华美的一个大客户 华美能稳定现在的局势 也全靠杨总 现在怎么能取消合作呢 就因为自己迟到吗 周雪拍了拍李慧然的肩膀 慧然 你先别急 杨总是老客户了 就算要取消合作 也会事先通知我们 你先打个电话 给杨总道个歉 李慧然立马拿出手机 拨打杨总的电话 电话刚接通 对面便是挂断 李慧然继续打过去 又是刚接通就挂断 他打开微信 给杨总发了一条道歉信息 然而 聊天框里出现了红色感叹号 李慧然彻底绝望了 红着眼眶说道 杨总把我拉黑了 现在怎么办 这下连周雪都皱起了眉头 不应该啊 杨总为人大度 胸襟宽广 怎么可能因为你迟到 就直接取消合作 还直接把你拉黑 一家要置李慧然于死地 昨天又得罪皇家大少爷 昨晚上 马路边停靠着一辆劳斯莱斯 车里的人明显是在跟踪自己 或者李慧然 李慧然的仇家不少啊 王宇 李慧然忽然说出一个名字 随即扭头看向周雪 王宇是杨氏集团的投资人 肯定是他给杨总说了什么 王宇 便是王家大少爷 江州第一豪门的太子爷 也就是自己大姐李慧宁的男朋友 昨天自己彻底和李慧宁翻脸 所以 他找王宇 取消了华美公司 和杨氏集团的合作 大姐这是要把华美集团 往绝路上逼呀 李慧然握紧拳头 毛子里浮现出浓浓恨意 李总 大小姐来了 刚才打扫卫生的文员 在门口通知道 李慧然清冷道 不见 刚断了自己后路 现在无非是来看笑话 哎都来了 就见见他呗 你不敢面对他 反而是在示弱 只会让他得寸进尺 陈南敲着二郎腿 漫不经心的说道 李慧然迟疑着看向周雪 他从大二开始 接手分公司 时至今日才两年半 很多事情都拿不定主意 平时都是询问父亲和母亲 直到周雪来了公司 他才有个能一起决一大事的人 周雪点头道 陈南说的没错 他越是打压我们 我们越要表现出 无所畏惧的样子 第一时章 跪下来求我 李慧然文言 调整心态后 带着陈南和周雪 去见李慧宁 总经理办公室 李慧宁吊锒铛的 坐在李慧然办公椅上 他一边把玩竹 手上那颗价值五百万的钻截 一边扭 动半公椅 听见外面的脚步声 他嘴角挂起细血的笑诣 李慧然走进办公室 一脸平静地看向李慧宁 你找我 李慧宁没有急着回答 而是将目光 看向西装革履的陈南 一番打扮后的陈南 气质颜值 不输网语 李慧宁眼里 流露出一抹度议 还真看不出来 你这废物穿上西装 还有了几分人样 陈南森冷的目光 看向李慧宁道 管好你的嘴 昨天念在 你是我未婚妻的份上 我没和你计较 现在我们的婚约已经更改 你若是继续出言不逊 我不介意替老爷子 好好管教管教你 他可不是李慧然 受到李慧宁的辱骂 会忍气吞声 这次是给予提醒 下次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李慧宁猛地一拍办公桌 刚想发作 却想起了父亲昨晚的话 安排出去的杀手 绝对不是周雪解决的 昨天 李慧然和陈南同时出现 所以 那群职业杀手 极有可能是被陈南所杀 周雪见李慧宁愤怒拍桌 激笑道 李大小姐 这里不是华创集团 还容不得你放肆 说着 便扭了扭脖子 掰了掰手指 脖子和手指关节 传出咔嚓的骨骼摩擦声 李慧然健壮 也有了底气 上前说道 请你从我的位置上离开 李慧宁冷冷盯着李慧然 兴许是因为 前些年带给自己的阴影 森冷的目光 看得李慧然心里直发毛 但一想到李慧宁断了自己后路 他目光里 也凝聚出了一股强势的气质 两姐妹四目相对 互不相让 陈南势不关己地 晃着二郎腿 也没打算插手 李慧然之前在家族里没有地位 导致性格懦弱 要想在商场立足 就必须磨练磨练他 对视三十秒后 李慧宁缓缓缓从椅子上站起来 有陈南和周雪在这儿 他也不敢太得寸进尺 自己毁了和陈南的婚约 爷爷肯定会把重心放在李慧然身上 在他看来 李慧然不过是狗杖人士罢了 李慧然坐在自己椅子上 淡淡看向李慧宁 有事就说 没事 请不要妨碍我工作 李慧宁暗自调整心态 龙庄艳抹的脸上露出一抹浅笑 慧然 杨氏集团取消了和华美公司的合作 你们下个月的利润 恐怕会是负数了吧 杨氏集团取消和华美的合作 正是他让自己男朋友 暗中作祟 身为江州第一豪门的太子爷 区区一个杨总又算得了什么 他来华美的目的 就是想看自己这个妹妹绝望的样子 不是做生意的料 干脆去车间打螺丝 你接手华美以来 华美公司利润一年不如一年 爷爷身体本就不好 再这么下去 迟早会被你们一家给气死 李慧宁继续言语刺激李慧然 那尖酸刻薄嘲讽气的李慧然 浑身发抖 就在李慧然不知所措的时候 放在桌上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母亲发来的信息 看完信息 李慧然深深吸了一口气 抬起毛子说道 华美公司不止杨氏集团一个客户 流失杨氏集团这样的客户 我们也很遗憾 但我们还有会有新的客户 新客户 华美芯片早已与时代脱轨 现在除了几个生产老牌产品的 汽车公司和手机公司 还有谁要你们家的芯片 李慧宁脸上堆满了笑容 满是眼影的眼角都挤出了余伟文 李慧然嘴角勾起一抹浅笑 那就不劳姐姐操心了 腾龙集团决定向我私预定一批汽车芯片 这是母亲通过马家的关系 拉来的客户 虽说还没完全确定合作 但至少给了他莫大的希望 腾龙集团 我想起来了 你有一个舅舅 在腾龙集团做业务经理 应该是马兰低声下气的 求马家才换来这个订单吧 不过嘛 你也别高兴太早 忘了告诉你 王少和腾龙集团的太子爷 关系匪浅 说完这句话 李慧宁扭着柳蛇腰 就往外面走去 她的意思很明显 你们和腾龙集团的合作 不可能完成 李慧宁 李慧宁红着眼眶站起身 浑身如筛康似的发抖 毛子里有恐惧 也有愤怒 更多的是无奈 母亲是被逐出马家的 她可以想象 母亲为了这个合作 付出了什么 如果李慧宁继续让王宇从中作祟 母亲的所有努力 都将复之一句 走到门口的李慧宁 停下脚步 转身看向李慧宁笑道 好妹妹 还有事吗 李慧宁颤抖着嘴唇 半赏也说不出一句话 李慧宁看出 李慧宁已经输了 她心里舒畅至极 不仅不慢道 想完成和腾龙集团的合作 也不是不行 你跪下来求我 李慧宁 你找死 周雪早已忍无可忍 现在听李慧宁要自己 闺蜜跪下来求她 当场炸锚 握紧拳头就冲了上去 滚 碰 说实实 那实快 外面一名青年 一脚踢飞办公室大门 红色防盗门 猛地撞向周雪 咔嚓 防盗门被周雪拳头击穿 但她肩膀处 却是一阵蠕动 右手与肩膀脱臼 周雪猝着眉头 捂着右肩 看向青年 这青年一头银发 身穿白色西装 戴着宽大的墨镜 亡于手下十大狠人之一 白猫 年仅二十四岁 却是拿过 三届国际散打冠军奖项 刚才那一脚的爆发力 足以证明 其实力不输自己爷爷 小雪 李慧然面色苍白的 来到周雪身边 她嘴唇哆嗦 大脑一片空白 周雪咬着背齿 左手按着肩膀 狠狠一扭 竟是自己将骨骼覆尾 她活动着右手胳膊 丝毫不惧地看向白毛 虽然知道此人很强 但她绝对不能表现出畏惧 有陈楠在 她相信陈楠迟早会出手 李慧宁还是第一次见白毛出手 见周雪被白毛一招打断胳膊 脸上顿时露出欣喜 早知道白毛这么厉害 刚才何必忍让李慧然 好妹妹 你考虑好了没有 只要你跪下来求我 姐姐就不阻碍华美 和龙腾集团的合作 第一十一章 不出手则已 亦出手致命 李慧宁以胜利者的姿态 看向李慧然 眼里的轻蔑之意 愈发浓烈 她要狠狠踏碎李慧然的尊严 让她知道 谁才是李家的未来 陈楠深邃的目光 看向李慧然 她想看看这个女人 会如何应付李慧宁 给她带来的压力 李慧然木认地站在原地 她实在不想 母亲的心血赋之东流 即便自己得到 爷爷的重视又何如 即便陈楠会功夫又怎样 江州第一豪门的压力 根本就不是他们 能承受的 哪怕是母亲所在的马家 在王家面前 也不过是蝼蚁而已 她缓缓挪不走向李慧宁 每一步都犹如行走于泥潭 无比的沉重 眼角的余光 瞥见了陈楠脸上浓浓的失望 李慧然心里苦涩不已 或许 自己昨天就不应该冲动 如果自己没有提出嫁给陈楠 今天就不会带陈楠来办公室 他也不会看见自己受辱的场面 四五米的距离 李慧然用了整整一分钟才走到 周雪咬着牙说道 慧然 你不能给他下跪 你可以不要颜面 但是叔叔阿姨呢 你有没有为他们着想 还有陈楠 你想让他在整个李家都抬不起头吗 他歇斯底里的嘶吼 声音都沙哑了 随后又看向陈楠 陈楠 你要看你的未婚妻 给别的女人下跪吗 你还是不是男人 陈楠面色平静 陈楠到底是利用自己 获得家族重视 还是其他因素 他还了解的不全面 而且 既然李慧然 想要独当一面 那就必须学着 面对压力和强势 连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 以后还怎么面对 更强大的商业对手 每次遇到难题 都问周雪 都请教父母 从眼前这情形看 李慧然似乎已经妥协了 陈楠默默不语的 往外面走去 他不愿看见 李慧然下跪的场景 就在陈楠路过白毛跟前的时候 白毛歪着头 看向陈楠 激笑道 她是你女人 陈楠没有吭声 自顾自往前奏 白毛嘖嘖道 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 说你是废物 都是抬你 陈楠置若罔闻 走到门口 掏出香烟点燃 狠狠地吸了一口 啪 办公室里 传来一道清脆的巴掌声 陈楠心脏狠狠一抽 自己只是奉师父之命 完成婚约 怎么会为他心痛 该不会 是真的对这女人动感情了吧 陈楠眯了眯眼睛 心里忽然生起一抹愧疚 贱人 你居然敢打我 李慧宁满是粉底的脸上 多了一个清晰的巴掌印 烟红的嘴唇上 都被铺上了少量粉底 她不可思议地盯着李慧然 眼里浮现出滔天怒气 你找死 白毛面目猙獰 猛地一把 掐住李慧然脖子 将其提离地面 这个女人明明已经妥协了 下一秒 应该是下跪才对 她根本没想到 李慧然会忽然出手 删了李慧宁一巴掌 自己奉命保护李慧宁 现在 自己被保护的人 被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当着自己面扇了一把 若是传出去 自己还怎么 在王少手下混 混蛋 放开慧然 周雪一个剑步冲上去 猛地一个飞踢 白毛冷哼一声 反身一脚 把周雪踢飞出去 碰 周雪撞塌了办公桌 电脑文件散落一地 此时的李慧然 面红耳赤 额头上有青筋抱起 指甲狠狠抓住白毛的手腕 以及手背 留下几道心红的抓痕 白毛扭头看向李慧宁 我杀了他 李大小姐 不会介意吧 李慧宁怒气正盛 弄死他 王少会把我们擦屁股的 闻言 白毛猛地加大手中力度 只是 下一秒 他发现自己所有力量消失 不知何时 自己手腕上出现了另一只手 陈南嘴里叼着香烟 另一只手狠狠斩下 一记掌刀 竟是将白毛 掐住李慧然的右手斩断 右手失去控住 李慧然掉在地上 凉呛着倒向地面 陈南伸出脚 勾住李慧然脖梗 然后轻轻将其放在地上 白毛不可思议地看向陈南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陈南吐了一口烟圈 将断裂的右手扎入右肩 血液四溅 惨不忍睹 啊 白毛争鸣着发出惨叫 陈南又是膝盖 顶在白毛腹部 将其丹田彻底摧毁 随后猛地将其扔向窗户 哗啦 窗户应声碎裂 白毛从三楼 掉在坚硬的地板上 拱着腰挣扎两下后 便失去了意识 李慧然傻眼了 正正望着陈南脸上 那斑斑点点的血迹 瑟瑟发抖 啊 三十秒后 他尖叫着往外面跑去 陈南摘下烟头 屈指弹出碎裂的窗户外面 这才走向 贪坐在地上愣神的李慧然 他也没想到 结局还有反转 明明已经被磨灭了 勇气的李慧然 居然在最后 扇了李慧然一把掌 这说明 他突破了自己对李慧宁的恐惧 陈南心中很满意 他缓缓伸出 还带有血迹的右手 李慧然抬头看向陈南 然后把自己的手 放在陈南手心 陈南用力将其拽了起来 但笑道 恭喜你 突破了自我 李慧然低着头哭泣道 你还笑得出来 我们以后 可能真的要睡大街了 他很清楚 自己那一巴掌 意味着什么 李慧宁肯定会让王宇 阻止龙腾集团 和华美公司的合作 如此一来 华美公司下个月就会破产 李慧然搂入怀里 轻柔道 有我在 你睡不要大街 李慧然微微一愣 旋即抬头望向陈南 真的 嗯 我可以带你睡网吧 你好烦啊 李慧然握着拳头 垂向陈南胸口 哗啦 角落 周雪从一堆文件里钻出来 呲牙咧嘴的说道 老娘腰都快断了 你们还有心思打情骂靠 李慧然立刻离开陈南怀抱 跑向周雪 小雪 你没事吧 死 还死不了 周雪扶着墙扭了扭腰 体内传出一阵咔咔的响声 只是瞬间 额头上便冒出大量冷汗 同时 他眸子里闪烁着筋芒 刚才的白毛 至少有着九段的实力 但在陈南手里 他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而陈南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致命 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来头 李慧然拿出手机 拨打了几个电话 很快 维修部和环保部的人 上来收拾办公室 他带了周雪 去医疗室处理伤口 陈南来到走廊 拨通了陆话多的电话 难怪今天一大早 就被喜鹊给吵醒了 原来是南哥要找我 你知道龙腾集团吗 陈南赶紧开口 打断陆涛的话 这家伙拍起马屁来 没完没了 第十二章 这个陈南到底什么来头 江州龙腾集团 嗯 那是我爷爷早些年 投资创建的 新能源汽车公司 后面不想要 就丢给我老丈人了 你要是感兴趣 我让我老丈人送给你 没兴趣 我需要龙腾公司 扶持华美集团 陈南淡淡说道 收到 陈南挂断电话 回到会议室 李慧然刚好带着周雪回来 看着周雪脸上 新增的几个窗口贴 陈南不忍道 我觉得你还是回家 疗养一段时间吧 周雪四段实力 实在太弱 刚才的白毛 大概九段实力 自己弄死了白毛 王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毕竟是江州第一好门 说不定 后面会请出一些宗师高手 以周雪的实力 连自保都困难 更别提保护李慧然了 周雪一脸警惕地看向陈南 怎么 这么快就要把我支走了 我不在谁保护慧然 如果刚才陈南早些出手 自己也不至于挨打了 他可不放心 把慧然的安全 交给陈南手里 陈南笑着说道 以后 李慧然的安全问题 由我来负责 你 周雪不满地看向陈南 我不相信你 随你便吧 你也看出来了 昨天刺杀李慧然的是职业杀手 现在李慧宁身边的保镖 都是九段高手 以你的实力 根本保护不了李慧然 陈东双手揣进裤兜 语气淡然的道 你少看不起我 我们五道协会 也有九段中式高手 小雪 你就回家好好休养几天吧 等你伤势痊愈了 再来保护我 李慧然帮周雪 捋了捋额钱的秀法 轻声劝说道 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周雪细精附体 委屈地哭出了声 才没有嫌弃你呢 看见你受伤 我心里也很难受 李慧然抓着周雪的手解释道 行吧 周雪止住哭声 而后盯着陈南说道 你好好照顾慧然 要是过几天 我看见他瘦了 我就带着整个五道协会的人 找你算账 王氏集团 总裁办公室 李慧宁坐在沙发上委屈地哭泣 坐在办公椅上的青年 正在接听电话 听见白毛的死讯 他只是微微皱眉 我知道了 最近有大批北域的暗卫 进入江州境内 多半大人物会赶来江州 你们不得轻举妄动 知道了 雨绍 挂断电话 王宇捏了捏鼻梁 片刻 他再次看向李慧宁问道 你确定 白毛连还手的机会没有 李慧宁点头 哽咽道 确定 白毛还没来得及还手 就被陈南凝断了胳膊 然后又用胳膊扎穿了肩膀 最后把白毛丢出窗外 整个过程不到十秒钟 说着 毛子里浮现深深的恐惧 他站起身走向王宇 撒娇道 亲爱的 你一定要抓住陈南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这个陈南 到底是什么来头 王宇眉头拧成一团 他花重金 请来十名高手 随便一人 都是可以单挑 三十名特种兵的存在 而白毛 更是连续拿过 三次国际散打冠军 能在十秒钟解决白毛 说明此人实力深不可测 他就是一个 从乡下来的土包子 昨天才来我家 穿得跟个乞丐似的 李慧宁担心王宇吃醋 没敢说 陈南差点成了自己未婚夫 高手在民间啊 你以后少狗眼看人家 王宇淡淡瞥了李慧宁一眼 哎呀 人家知道了 亲爱的 龙腾集团 要和华美公司合作 你一定要帮我阻止他们 李慧宁还住王宇脖子 在他耳边娇滴滴说道 王宇一把将李慧宁搂进怀里 慈性的嗓音温和说道 你是我王宇的女人 我当然会帮你 不过你得先亲我一下 李慧宁脸色一红 反手搂着王宇的脖子 吻了上去 华美分公司 李慧然实在不知道 给陈南安排什么岗位 杨氏集团没了 龙腾集团的希望 基本已破灭 公司接下来面临的是裁员 刚才不是有几个 高端安全系统维护工程师 离职了吗 我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职位 陈南慵懒地坐在沙发上 微微抬起眼皮 看向一脸为难的李慧然说道 什么 李慧然先是一愣 随即弯着眉毛道 你说保安 他还真没看出来 陈南还有风趣幽默的一面 可你是我未婚夫哎 让你做保安 别人怎么看我 再说了 你功夫那么厉害 还会医术 做保安多去财啊 李慧然双手撑着脸 颇为无奈地说道 陈南勾了勾唇角 开口道 就这么定了 我给你做司机兼职保安 工资就当还你给我买衣服的钱 李慧然在笔记本上 翻看着当前人事部 体检过来的离职申请表 目光定格在安保经理的字眼上 安保经理的岗位也空出来了 那你就认识安保经理吧 负责整个公司的安全项目 月薪八千 还有啊 给你买衣服的钱 是我妈给的 你以后不准再提这个事 不一会儿 原安保经理 就带着离职书过来签字 李慧然让安保经理 把工作交接给陈南 否则就不给签字 安保经理 只好带着陈南 去熟悉工作环境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李慧然脸上逐渐浮现愁容 嗡嗡 就在这时 桌上的手机震动 是母亲打来的电话 李慧然立刻紧张起来 好伴上才敢接听电话 妈 爷爷身体好转了没 陈南在吗 刚出去 怎么了 你爷爷昨晚就昏迷不醒 今天早上送来医院 确诊为胃癌晚期 他昏迷时 一直喊陈南的名字 你赶紧抽空 带陈南来试医院 马兰语气沉重地说道 胃癌晚期 李慧然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 前 前面几次 去医院 不都是普通卫病吗 怎么突然就胃癌晚期了 马兰叹了口气 高院长是你爷爷年轻时的战友 你爷爷为了不让我们担心 所以才让医院隐瞒了自己的病情 李慧然只觉得自己 好像被抽空了力气 手中的手机 都掉在了办公桌上 虽说爷爷一直重视李慧宁 但他毕竟是自己的亲爷爷 胃癌晚期 无异于宣告死亡 缓过神来 他马不停蹄地找到陈南 两人火急火燎 赶往市医院 李慧然疯狂踩油门 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 不断规避路上车辆 陈南紧紧抓着安全带 脸上难得地浮现出慌张 李慧然 你先不要着急 胃癌晚期我能治 第一十三章 太乙神针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李慧然现在没心情和陈南开玩笑 他知道陈南会歇医术 但爷爷已经确诊为胃癌晚期 目前 全世界都没有能治好晚期 癌症医疗技术 二十分钟后 李慧然的车停在市医院停车场 陈南有惊无险地呼了一口气 这简直比五年前 帮一伙国际雇佣兵开坦克还刺激 两人刚下车 就看见在医院门口来回走动 李慧然火急火燎地跑过去 爸 我爷爷他 眼眶微红 沙哑着嗓子道 不行了 估计熬不过今晚 见陈南走过来 看着陈南说 老爷子一直念着你的名字 好像有话对你说 陈南刚才已经听李慧然说过一次 他也猜到了 李长安大概是要告诉自己身世 跟着来到肿瘤科的一间病房 老爷子带着氧气罩 心率监测以上的曲线跳跃频率 极其缓慢 身上弥漫着浓郁死气 相较于昨天 老爷子仿佛一夜之间 苍老了二十岁 陈南见眉微醋 这情况不对啊 一晚上的时间 病情就严重到这个地步 他眸子里闪过一抹幽光 瞬间看穿老爷子身体 胃部的恶性肿瘤已经破碎 整个胸腔处处都是肿瘤 昨天观察老爷子的肿瘤 完全没这么严重 而且就算癌细胞扩散 也不可能一夜之间 长满整个胸腔 陈南眯起双眼 脑海里浮现出五年前的一个任务 五年前 师父安排他去地区国 配合当地雇佣兵 打击过一个生化实验室 并解救实验室的华裔实验体 那个实验室 有一种生化药剂 可以使细胞加速生长 老爷子癌细胞 加速生长扩散 基本可以确定 有人给他注射了那种 不该出现的生化药剂 爷爷 李慧然红着眼眶 抓着爷爷的手 看着面带死气的老人 不禁潸然泪下 扶在老爷子耳边轻声道 爸 陈南来了 老爷子眼睫毛微微颤动 随后缓缓睁开空洞的双眼 他张了张嘴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将耳朵贴在老爷子嘴边 可一个字也没听清 爸 李云山带着一个身材臃肿的胖女人 跌跌撞撞闯进病房 爸 你怎么样了 李云山老泪纵横地走到病床前 一脸悲痛欲绝的表情 胖女人也假惺惺地擦拭着 一滴泪水都没有的眼角 抽气道 爸 你可不能死啊 这个家可不能没有你啊 哀声叹气道 完全听不出来 爸想说什么 情神医 您李边请 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地中海老人 毕恭毕敬地带进来一位手里 提着木箱的唐庄老人 秦神医 马兰看见唐庄老人 脸上浮现一抹喜色 神医秦忠明 江州第一神医 江州中医协会副会长 全国最具影响力中医之一 有着妙手回春 药道病除的通天医术 秦忠明七十多岁 一头银发梳成背头 面色红润 精神绝朔 脸上没有一丝皱纹 他看了眼马兰 又看了一眼高院长 诧一道 你们说的病人是同一人 马兰这才知道 高院长也邀请了秦神医 给老爷子看病 高院长也是一论 这老里的儿媳妇 也认识秦神医 秦神医 情况紧急 还请帮我父亲看看病吧 哭丧着脸祈求道 秦忠明走到病床上 先是掰开老爷子眼皮 看了看 然后抓起老爷子 手腕切脉 片刻后 眉头拧作一团 这一皱眉 李家众人的心 也跟着悬了起来 陈南打量着秦忠明 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不过一时之间也想不起来 毕竟 唉 准备后世吧 秦忠明摇头叹气 癌症晚期 当今世上除了师祖 再无第二人能治 爷爷 李慧然扑进母亲怀里 嚎啕大哭 痛彻心扉地闭上了双眼 李云山夫妇 更是直接跪在地上 声聚了一下 你们先出去吧 这病我来治 陈南开口 打断了众人的哭声 听见陈南的声音 李慧然浑身一颤 这家伙到底想干嘛 当着秦神医的面说 能治他治不好病 这不是打秦神医脸吗 马兰和目光聚集在陈南脸上 二人都皱起了眉头 陈南 你可知道 站在你面前的秦神医 是什么人吗 李云山冷冷一笑 他是什么人 跟我给老爷子治病有关系吗 陈南走到病床前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刚好站在跪在地上的李云山跟前 李云山脸色一黑 立即站起身冷赤道 有眼无珠 连秦神医都不认识 老爷子癌细胞全身扩散 秦神医都回天乏术 你一个乡下来的 土包子算什么东西 也敢大言不惭 情中明漫不惊心的 瞥了陈南一眼 让他试试呗 说不定是什么隐士高人呢 倒不是他看不起人 而是慈子实在太年轻 且病人已经处于 癌细胞全身扩散阶段 世界上除了堪比陆地神仙的尸祖 绝对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治疗 高院长你没看向 这年轻人是谁 我怎么从没见过 他 他是我女婿陈南 面红耳赤的介绍道 这小子到底干嘛 就算要吹嘘自己医术 也不能当着情深衣的面吹啊 学医的 高院长又问 我也不知道 李云海低着头 声音越来越没底气 这不是胡闹吗 高院长冷哼一声 看向陈南道 年轻人 你先出去吧 我这里不欢迎你 情深衣是他好不容易才请过来的 这小子一句话 就把人家给得罪了 以后再想请情深衣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懒得跟你们废话 陈南淡淡扫了高院长一眼 随后从裤兜里 掏出一个满是补丁的布袋 缓缓打开布袋 只见里面 躺着两排长短布衣的蛇形金针 再看见这蛇形金针的刹那 秦中明瞳孔骤然一缩 整个人如遭雷迹 蛇形金针 长短布衣 二十四根 这不是师祖的太乙神针吗 年轻气盛 目中无人 小林 去喊保安 把他给我轰出去 高院长怒不可恶道 身后一名小护士 立即就往外走 慢着 秦中明颤抖着手 制止了小护士 去喊保安 拥有太乙神针 此人怕不是师祖的传人骂 自己岂不是得喊他一声师叔公 高院长你没到 秦神医 这 秦中明已经惊出一身冷汗 口干舌燥道 让 让他试试吧 第十四章 我只提醒一次 太乙神针 他只在师父嘴里听说过 而师父 又是从师公嘴里听来的 师公跟随师祖学医二十年 也只亲眼目睹过一次 据说 那一次 师祖用太乙神针 救活了一个死人 秦中明从未想过 自己有生之年 能亲眼看见太乙神针 陈南右手在九针带上一晃 二十四根金针 悉数被一股无形之力 带动悬空 手掌摊平 二十四根蛇形金针 迅速在手心上方旋转 以气欲针 他全会以气欲针 秦中明心底在咆哮 眼皮一个劲的狂跳 喉咙里仿佛被熊熊大火炙烤 连师公都没学会以气欲针 眼前这人年纪轻轻 就学会了以气欲针 他现在已经能确定 此子是师祖的一波传人 陈南右手欲针 左手屈指一弹 一根金针 如活过来的小金蛇一般 以不规则诡计 往李长安胸口游过去 金针刺入李长安弹中学 随即微微颤动 接下来 陈南不断弹出一根又一根的金针 直到二十四根金针 全部扎在李长安身上 所有金针都在颤动 颤动的同时 产生热能刺激穴位 癌症乃疑难杂症中的绝症之一 也只有太乙真法 才能将其治愈 太乙神针似金非金 具体材质 陈南也不知晓 他只知道 这太乙神针 可以有效杀死癌细胞 只具备杀死癌细胞的特性还不够 还必须得精准控制太乙神针 与相对应的穴位 二十四根金针 每一根针的长度不同 所产生的热能和疗效也不同 总而言之 太乙真法极其复杂 饶视自己天赋一笔 也花了足足六年时间 才专严透彻 太神奇了 想不到 世间竟有如此玄妙之手段 高院长双目圆瞪 嘴里喃喃自语 医院也有中医科 他也经常见科室老中医 用真酒疗法治病 但从未见过 有如此奇特的 酒针与试针手段 即便如此 高院长还是有些质疑 世界上真的有神医 可以治好癌症患者 要知道 这可是连情神医 都束手无策的绝症 若是他真能成功 必将引起整个医学界 和科学界的轰动 李慧然一双美眸 紧紧盯着陈南单薄的背影 嘴里轻声呢喃道 他没有骗我 他 真的可以治爷爷的病 马兰紧紧抓着李慧然的胳膊 漆黑的眸子里 闪烁着异彩 自己果然没看错陈南 女儿嫁给陈南 李家一定能扶摇直上九万里 这小子 真有通天医术 就连之前极力反对 女儿要嫁给陈南的李云海 此时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看向陈南的目光 充满敬佩 高院长和亲身医 堪称江州艺术界的泰山北斗 而陈南在两人面前 表现得云淡风轻 更是以一手精湛针法 彻底震撼两人 如果陈南治好了老爷子 定将声名远扬 另一旁的李云山夫妇俩 眼神闪躲 并肩隐隐有冷汗流出 他们攥紧双拳 似乎非常担心 陈南治好老爷子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心率监测以上的曲线跳动频率 活跃了很多 每次跳动幅度极其有力 约某半个小时 老爷子心跳 恢复到正常人的心跳频率 原本死气沉沉的脸上 也多出了一抹红色 陈南大手一挥 以内气将24根金针收入手中 扑 就在陈南把所有金针 装回酒针袋的时候 病床上的老爷子 忽然吐出一大口血 氧气罩被染成褐红色 甚至可以看见一些碎肉 爷爷 爸 李慧然一家人脸色骤变 心急如焚地围了上去 李云山健壮 心里松了口气 随即嘴角边勾起一抹冷笑 癌症晚期也妄想之好 真当自己是话陀在是不成 陈南 你对老爷子做了什么 胖女人怒气冲冲 走到陈南跟前吼道 昨天没有参加家族会议 又得知 老爷子给陈南和李慧然 买了一套玉龙湾的别墅 他一整夜都没睡着 看见陈南 他只感觉火冒三丈 那些血和烂肉 都是死去的癌细胞 和肿瘤碎肉 老爷子现在已经没大碍了 稍作调养 便会苏醒 还有 老爷子癌细胞加速扩散 是因为有人给他注射了 某种生化药剂 陈南凌厉的目光 扫向李云山 除了李云山 他实在找不到 第二个怀疑目标 你什么意思 李云山感受到陈南目光中的寒意 浑身肌肉不由一几 胖女人更是怒不可饿的 狗东西 你居然怀疑 陈南给老爷子下毒 陈南目光一眯 居高临下的 看着眼前胖女人 孙冷道 嘴巴放干净点 我只提醒一次 胖女人往后退了两步 明显是被陈南的气场给震住了 秦忠明皱了皱眉头 看向马兰问道 马女士 李老的病情是何事加重的 大概是凌晨五点左右 马兰开口应答 那昨晚是在照顾李老 秦忠明继续问 上半夜是老大和大嫂 下半夜是我和云海 马兰冷冷瞥像李云山夫妻俩 如果陈南说的都是真的 那必然是李云山夫妇搞的鬼 秦忠明意味深长的 看向李云山夫妇 陈神医说的那种生化药剂 确实存在 而这种药剂被注射人 体后 会在四个小时内生效 从药剂生效到 癌细胞完全扩散 应该是在五个小时后 所以 李老师在上半夜 被注射了生化药剂 身为中医界的知名专家 曾经震惊全世界的 生化活人实验 他可是记忆犹新 你个畜生 李云海双目通红 握紧拳头就抡了过去 一拳正中面颊 李云山被这一拳打得七荤八素 踉呛着退后几步 抬头怒吼 李云海 你他妈疯了 从小到大 李云海对自己唯命是从 自己让他站着 他就不敢坐着 而今天 李云海居然敢对自己动手 我不但要动手 我还要弄死你 李云海失去理智识的扑了上去 仿佛要把压抑几十年的怒气 尽数发泄出来 高院长皱了皱眉头 特护病房 禁止喧哗 李慧然已经快步上去 拦住了李云海 红着眼眶道 爸 别打了 李云海这才止住脚步 怒视着李云山道 李云山 这件事 你最好给我个交代 否则 我跟你没完 这句话刚说完 房门忽然被两名 西装革履的保镖推开 李慧宁带着十几名 气势汹汹的壮汉 闯了进来 二伯 你想要什么交代 第一十五章 拜见师叔公 李慧宁冷冰冰地盯着李云海 森冷的语气 让整个病房的温度 下降了好几度 见女儿带人过来 李云山顿时有了底气 挺直腰板说道 对啊 你想要什么交代 是不是你给父亲下的药 若是换作以前 李云海看见这么多人 肯定会退缩 但今天他丝毫不切 双眼死死盯着自己大哥质问 我没有 昨天上半夜我 我和几个书白打麻将去了 我以为老爷子喝多了 就会一觉睡到天亮 所以 所以让王姐帮忙照看着老爷子 李云山自知李亏 解释的时候 面红耳赤 不敢抬头面对李云海 爸 跟他们解释那么多干嘛 我带你走 我看看今天 谁敢拦住你 李慧宁冷眼扫视着房间众人 身后一群保镖 更是目录锋芒 这些人全是王少 给他安排的精英保镖 个个都有着武断实力 李慧宁走到李云山跟前 低声说道 王少今晚请我们吃饭 我们得赶紧回去准备准备 胖女人眼眸一亮 王少决定见我们了 王瑜乃是江州第一豪门太子爷 平时只能在电视里和手机上看见 现在不仅有机会现实见面 说不然还能共进晚宴 这怎能不叫人兴奋 李云山听说王少要请自己吃饭 心里也是一喜 立刻对李云海说道 云海 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了 既然你女婿会医术 那就把父亲叫给你们了 说完这几句 他头也不回的跟着女儿走出病房 老爷子买了豫荣湾别墅 身上已经没几个钱了 自己有王瑜这个金龟婿 还争什么家族资产 这时秦忠明已经走到了陈南身边 他抱拳笑道 这位小兄弟 您刚才使用的可是太义针法 陈南双手插兜 淡淡瞥了秦忠明一眼 然后漫不经心的点了点头 秦忠明又是问道 阁下可是来自于天原山 陈南继续点头 扑通 忽然 秦忠明双膝跪地 毕恭毕敬地拱手道 弟子秦忠明拜见师叔公 在场众人顿时就猛了 这 什么情况 凌扬四海的秦忠明神医 居然喊陈南师叔公 你是黄辅正的徒孙 陈南垂眸看着跪在自己跟前的 秦忠明问道 在自己之前 师父还收过两个徒弟 也就是自己的两个师兄 大师兄黄辅正 出身于清末时期 一身医术冠绝天下 曾在宫廷任职过御医 足于六年前 享年一百二十五岁 二师兄东方太 师父只提起过这个名字 每次提到这个名字 他总会长须短叹 陈南去过二师兄居住过的林子 现场有许多老旧的陶木庄 以及练功用品 可见 二师兄应该是习武的 是的 我是黄辅师公看着长大的 秦忠明眼眶微红 师公生前愿望 就是能见一见 他的小师弟和师父 你先起来吧 陈南上前 扶起秦忠明 随后叹息道 六年前 师父带我去看过大师兄 难怪之前觉得秦忠明眼熟 六年前 师父掐算到大师兄大宪将至 于是带着自己下山 探望了大师兄 而大师兄 是在看见他们后才咽气的 也算完成了最后的医院 高院长好半赏才缓过神 难怪此人年纪轻轻 便拥有如此逆天医术 原来与昔日明镇 大江南北的一胜黄斧症 是师兄弟关系 如果能把此人留在医院 江州医院定能名声大噪 想到这里 他笑迎迎道 我那里有一包珍藏多年的好茶 两位不如去我办公室一叙 秦忠明点头附和 高院长是出了名的茶道大师 你收藏的好茶 想必一定有独到之处吧 然而 陈南丝毫不给面地说道 今天没时间 改天吧 高院长脸色有些尴尬 自己是江州医院的一把手 秦忠明更是中医界的泰斗籍人物 他们共同邀请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喝茶 居然被拒绝了 而且 他们还不敢有一点脾气 陈南来到病床边 帮李长安切脉 李慧然挽着母亲的胳膊 皱眉道 妈 你相信大伯说的话吗 马兰若有所思道 你大伯虽然品行不好 但还不至于对自己亲爹下毒手 李云海说道 难道真是王姐 马兰瞥了李云海一眼 王姐在李家待了二十多年 平时做事脚踏实地 你觉得 他敢给老爷子下毒 说的也是 待会儿我问问书拜他们 李云山肯定洗脱不了嫌疑 李云海铁青着脸说 你今天倒是让我刮目相看了 马兰一脸欣慰地盯着李云海 他属实没想到 常年被老大欺压的李云海 今天会动手 不得不说 那一拳实在是大快人心 李慧然见爸妈疗上了 他松开母亲胳膊 走向陈南那边 陈南恰好检查完毕 转身就对上了李慧然 那水灵灵的毛子 李慧然脸色微红 我爷爷的癌症 真的治好了吗 陈南笑道 应该没什么问题 如果你们不放心 可以把老爷子 留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 李慧然抬头盯着陈南的眼睛 陈南 真的谢谢你 陈南勾了勾唇脚 就这么谢我 李慧然愣了愣 随即嫣然笑道 那我晚上请你吃大餐 陈南俯下头 在李慧然耳边低声道 吃你不行吗 温热的气息 喷在李慧然耳朵里 白 吸的脸蛋通红一片 他低着头 不敢再说话 小南 我爸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这时 李云海走过来问道 估计给明天 那 那我们把老爷子留在医院 还是带回家呢 李云海拿不定主意 只好尴尬地询问陈南 带回家调养吧 顺便看看 谁是凶手 陈南没有琢磨透李云山 自己给老爷子治病的时候 李云山非常紧张 他似乎担心自己治好了老爷子 然后暴露了什么 可后面李云山在解释自己 不可能给老爷子下毒的时候 又极其认真 眼神里甚至带有委屈和愤怒 结合这两点 可以推测出 李云山想老爷子快点走 但又不敢亲自下毒 所以找了其他人 那个王姐是被李云山推出来的 应该也不可能是凶手 想到这里 陈南忽然抬头对李云海说道 王姐有危险 第16章 杀人灭口 李云海脸色一变 立刻拿出手机拨打王姐电话 然而 迟迟没人接听 马兰看了一眼时间 5点15分 这个时候 王姐应该是接他的小外甥去了 李云海沉声道 他平时都会带手机 说完 又拨打了另一位保姆的电话 张姐 王姐在哪 你王姐 他 电话那头 张姐语气夹杂着哽咽 李云海着急的问 你倒是说啊 刚才 学校打来电话 王姐出车祸了 严重吗 李云海脸色愈发阴沉 王姐和他外甥 当场死亡 电话那头的王姐 说完就哭了起来 李云海缓缓放下手机 刚才开了免提 所以大家都听见了 马兰面色苍白道 小男 你和惠然照顾老爷子 我们先回去看看 王姐毕竟在李家 当了二十多年保姆 二十多年 兢兢业业 尽忠职守 现在出了事 他们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陈南让高院长 帮老爷子办理了出院手续 然后和李惠然 一同把老爷子接回家 刚送走陈南和李惠然 三辆豪华的劳斯莱斯 停在医院门口 车门打开 一群西装革履的保镖 率先下车 紧接着 是一名精神抖擞的 滑发老人 看见这老人 高院长面色一惊 随即毕恭毕敬的赢了上去 王老 您怎么来了 秦忠明也是快步上前 拱手道 王老 此人正是江州首富王化腾 坐拥八家上市公司 资产过千亿 王化腾笑盈盈道 这不是听说秦老回来了吗 当然得过来看看 秦忠明哈哈笑道 能被王老惦记 秦某受宠若惊 王化腾的商业链 涉足领域极其广泛 整个江州的中西药业 皆有投资 王化腾叹了一口气 实不相瞒 我来找二位 王夫人患有一种怪病 身体指数非常健康 也没有脑死亡现象 但就是昏迷不醒 早在三年前 秦忠明就已经去过王家 他使出浑身解数 也没能查出王夫人的病因 王化腾从两人的表情里 读懂了一切 倒也没生气 只是笑着说 我听说秦神医的师父 是荆州御医 不知可否请尊师出手 秦忠明苦笑道 师父他老人家 早已不问世事多年 他师父已经九十岁高龄 早就到了退休的年纪 却一直照顾着 某位政坛大咖 除了荆州政坛 那几个为数不多的人物 师父肯定不会出手 王化腾苦涩着道 罢了 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高院长厕手 对秦忠明低声说道 不如请陈南出手 秦忠明微微一愣 思索片刻后 开口说道 王老 我师叔公已经下山 或许他能治好令夫人的病 师叔公 王化腾有些发猛 秦神医的师父 都已经九十多岁 他师父的师叔 那不是一百多岁 他想到了秦神医的师公 王化腾拱手说道 高院长倒吸了一口凉气 八千万 相当于江州医院 一个季度的利润 秦神医诊金也才二十多万 要赚够八千万 得出手四百多次 秦忠明拱手回礼道 我会把这件事 转告给师叔公 不过 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师叔公性情冷淡 似乎有些不尽人情 他也不确定 能不能请得动 王化腾想到秦神医的师叔公 一百多岁高龄 只得苦笑着点头 麻烦秦神医了 李家庄园 院子里围着一群李家人 地面两个担架上 分别放着一大一小两具尸体 大的五十多岁 小的只有七八岁的样子 陈南检查过尸体后 心底无奈叹了口气 大人胸口凹陷 心脏粉碎 小的脑袋没了一半 就算师父在这里 也无济于事 李慧然面色冰冷地说道 这件事 肯定是大伯指使王神做的 他担心王神把事情透露出来 所以 杀人灭口 说完 还看向陈南 似乎在验证自己的猜测 是否正确 陈南没有说话 李慧然只好撇了撇嘴 走到母亲身边 慧然 饭可以乱吃 这话可不能乱讲 云山是长安的亲儿子 他还能害自己老爹不成 一名头发雪白的老者 提出质疑 这是李长安的堂哥李长平 李云山现在和王家攀上了关系 他自然要站在李云山这边 李慧然冷笑一声 昨天我回家的时候 半路上遇到一群杀手 如果不是陈南 你们现在已经看不到我了 本不想把这件事说出来 但现在 叔公质疑自己的话 那他必须撞告大伯 马兰和李云海闻言 顿时瞪大了眼睛 李云海惶恐道 慧然 这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 难怪昨天慧然那么久 才道 原来是半路上遇到了杀手 不过 那群杀手 是谁派出去的 李慧然想到昨天的事 也有些后怕 我不想让你们担心吗 李长平淡淡道 这个和你爷爷中毒有关系吗 显然 他没把李慧然的安危放在眼里 当然有关系了 我昨天回到家族 我看见大伯目光里有些诧异 他诧异的 是我为什么能活着回来 所以 那群杀手 就是我大伯安排的 李慧然面无表情的 看着李长平说道 李长平捋了捋自己血白的山羊湖 笑着说 你有证据吗 李慧然说 周雪和陈南都可以作证 李长平哈哈一笑 周雪是你闺蜜 陈南是你未婚夫 你们度 赚一个谎言来污蔑云山 无非就是想彻底占有家族资产吧 我没有 李慧然着急的说道 昨天真的有杀手 说着 他目光再次看向陈南 然而 陈南还是没有理会他 李慧然有些生气道 陈南 你说句话 说什么 昨天我们是不是遇见杀手了 你是不是出手 把他们都打趴下了 好像是吧 陈南点头应了一声 这句话 直接把李慧然给整不会了 什么叫好像是 李长平哈哈笑道 你们是不是还没串通好 要不要回去好好商量商量 该怎么诬陷云山 第一十七章 这是你们请人的方式 李慧然急得都快哭了 这陈南真不靠谱 早知道自己就不站出来 丢人现眼了 陈南扭头看向一旁的几名执法员 这个案子有结果了吗 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执法员说道 交通事故 司机醉驾 没能杀住车 话音刚落 身旁的一名女执法员 爆出详细信息 司机四十二岁 有着二十年驾龄 当时驾驶着一辆装修公司的小型货车 车上装满了建筑材料 陈南继续追问 司机体检了吗 中年执法员说道 酒精测试仪已经测出醉驾 只有不配合吹气的人 才会送去医院验血 李长平吃笑道 这一点尝试都不懂 不愧是从山里出来的土包子 陈南淡淡瞥了李长平一眼 老逼登 我跟你说话了吗 李长平一正 随即怒斥道 混蛋小子 你骂谁呢 自己可是李长安的堂哥 连李云山和李云海 在自己面前都不敢放肆 这土包子凭什么骂自己 陈南懒得理会他 探向两名执法员说道 我曾经碰见过一起买凶杀人案 司机患有绝症 自知十日不多 为了一大笔报酬补贴家用 于是借着酒精杀人 陈南这番话 使得两名执法员微微一颤 他们相互对视一眼 中年执法员开口说道 我们立刻带肇事者去医院 做全方面检查 为了不浪费时间 二人趁着天还没黑 就离开了庄园 李云海找人将王姐和其外甥的尸体 送去殡仪馆火化 马兰则是通过公司账户 给王姐的家人 以及小孩的家人 赔偿了三百万的抚恤金 晚上吃饭的时候 马兰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 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脸色苍白了几分 李慧然小心翼翼问道 是不是龙腾集团的事 马兰默默地喝了半杯红酒 看都没看李慧然一眼 李云海低头不语 气氛极其压抑 李慧然喉咙有些发堵 妈 对不起 是我没把事情办好 马兰自己给自己 倒了少许红酒 继续喝着闷酒 大姐今天来找我了 她让我给她跪下 否则就让王家 断了华美和龙腾集团的合作 李慧然委屈地解释道 啪 李云海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欺人太甚 李慧然晃了晃马兰的胳膊 带着哭腔的声音撒娇道 妈 你不要怪我吗 那软糯又令人心疼的声音 听得陈男骨头都快酥了 这女人撒起娇来真要命 可惜不是对自己撒娇 唉 只是有些可惜而已 龙腾集团是江州十强企业之一 能和龙腾集团建立商业合作关系 可以让华美起死回生 这是她最后的医障 只是没想到最后的医障也破灭了 陈男喝了一口红酒 笑着说道 叔叔阿姨 我吃饱了 我出去走走 你们慢用 来到别墅外面 陈男拿出手机拨打陆涛的电话 男哥 我发誓 这绝对是个意外 我老丈人患了梅毒 跑国外去治病了 我已经让我老婆去处理了 他明天应该会去李家 陆涛懒得的没有说废话 三言两语 交代了整件事 陈男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就在他准备返回别墅的时候 忽然一阵轻风拂过 陈男止住脚步 扭头看向身后 不知何时 一名身材魁梧的镖形大汉 站在私人马路对面的树下 九段之上 五道宗师 陈男眯起眼睛问道 你是什么人 壮汉没有说话 而是转身往外走去 陈男迟一片刻后 迈不跟了上去 庄园外面的大马路边上 停着一辆库里男 这是之前和李慧然 去买衣服的时候 看见的那一辆 壮汉走到车前 拉开了车门 陈男明白他的意思 毫不犹豫地钻进了车里 车里坐着一名老人 和一名中年人 老人气息内敛 收放自如 目光带着一股浓浓的威严与和善 中年人留着落腮胡 身上透露出一股杀伐之气 这是酒精战场磨练出来的气场 老人侧身拱手 笑呵呵道 老朽周正元 见过陈小友 中年人息字如今道 云天河 你们找我有事 陈男看向车窗外 语气极其冷漠 之前还以为这些人 是针对李慧然的 没想到是跟踪自己的 他很讨厌被人跟踪的感觉 不过从这些人身上 他没感受到恶意 否则 他也不会坐下来 跟浪费时间 周正元见陈男性格冷淡 打着哈哈道 陈小友莫怪 我们只是 想请你出手治病 这是你们请人的方式 陈男冷声问道 冰冷的语气 让周正元有种如坠冰枯的感觉 他脸色微微一变 立刻运转内气 抵御陈男带来的压力 然而 还不到三秒 他的内气就尽数消散 周正元脸色苍白 不可思议地盯着陈东 自己舞蹈宗师的实力 居然被他轻易碾压 昨天听周雪提起此人实力的时候 还以为周雪夸大其谈 现在看来 这比起周雪描述的 十国之而无不及啊 周正元再次拱手 陈先生 这位人物身份很特殊 他的病也只有你能治 陈男收起气场 抬头看先后视镜 刚好看见云天河 透过后视镜看自己 云天河收回目光 陈生说道 你要医治的人是 北御御主 此言一出 陈男瞳孔微缩 御主 执掌一御 全是滔天 整个龙国 也只有四个御主 沉默片刻 陈男缓缓道 什么病 画骨骨 骨毒 陈男目录惊恶 他走遍大江南北 行医无数 还从未医治过骨毒 画骨骨 是一种极其歹毒的骨毒 一旦中毒 一个月内骨骼关节疏松 两个月内骨骼腐朽 三个月 骨骼将会化成灰烬 这是一种 让人生不如死的骨毒 执掌千兵万马的御主 竟会惨遭毒手 多半是身边的轻性残害 已经二十五天 云天河目录担忧 扭头看向陈男问道 能治吗 不确定 不过可以试试 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不会让御主冒险 云天河语气清冷地说道 御主镇守一方 若是一出问题 边境将会动荡 陈男耸了耸肩 那就另请高明吧 第一十八章 他想要一台七纳米的光刻机 所有疑难杂症中 癌症与骨毒最为棘手 陈男有把握治好癌症 但这骨毒还真不一定能治好 癌症还能通过医院设备检查出来 而骨毒根本检查不出来 至于治疗 那更是难上加难 陈男推开车门就要下车 云天河又说道 有几成把握 两层 陈男回应一句后 便头也不回地离去 云天河彻底沉默了 好半上 他才重重呼了一口气 老周 你怎么看 周正元说道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除了他再难找出第二人 顿了顿 他扭头看着陈男远去的背影 继续说道 能治好牢里的胃癌 足以说明 此人医术之恐怖 陈男回到别墅客厅 李慧然正坐在沙发上办公 一脸闷闷不乐的表情 李云海和马兰不知去了哪里 你好像不太开心 陈男坐在李慧然旁边 瞥了一眼 他电脑上的芯片宣传海报 客户流失严重 华美公司就快破产了 李慧然合上电脑 六神无主的 靠在沙发上喃喃道 如果我们公司也能引进一台 可以生产7纳米的光刻机就好了 陈男笑着道 买一台不就得了 李慧然哑然一笑 如果可以购买 华美集团 也不至于连客户都留不住了 目前国内的芯片公司 可以生产12至16纳米的芯片 华美只有几台二手的22纳米光刻机 而7纳米的光刻机 我们整个国家只有一台 这便是导致华美公司 客户大幅度流失的原因 7纳米芯片和22纳米芯片 有区别吗 陈男常年待在山上 偶尔出去 也是为了执行师傅安排的任务 对李慧然说的 也不是很懂 纳米越小 工艺越先进 制造出的芯片 能效比越好 在这个智能设备活跃的时代 芯片工艺落后的 只能被淘汰 李慧然耐心地解释道 陈男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你刚才说的光刻机 无法购买吗 我们国家科技进展非常快 其余国家为了遏制我们 所以采用了技术封锁 更是禁止 对我国出口高端光刻机 李慧然颇为无奈地说道 小男 慧然 你们今晚不回公寓吗 这时 李云海从二楼下来 李慧然扭头问道 爸 爷爷现在怎么样了 有醒过来吗 李云海摇头 还没醒 不过气色好了很多 呼吸也非常均匀 那就好 李慧然甜甜一笑 随即看向陈男 今晚回公寓 还是在这里睡觉 先不回去吧 等老爷子醒来 我还有些事要问他 什么事啊 李慧然好奇问道 嗯 当然是我们的终身大事 陈东打句道 这还用问吗 你们明天就去把结婚证领了 李云海开口说道 陈男连癌症都可以治好 这么厉害的女婿 他可不想错过 李慧然撇嘴笑道 昨天不知道是谁看不起陈男 李云海老脸一红 我可没有看不起陈男 我只是不想看见 李慧宁嫁给王家 寒暄几句后 李云海让张姐带陈男和李慧然 去三楼客房休息 这层别墅有三层 每一层都有四个房间 慧然 陈先生 你们是住一起还是 分开住 住一起吧 陈男和李慧然一口同声 说分开住的是陈男 李慧然诧异地看着陈男 你 你真的要和我分开住 陈男笑着说 这不是为了尊重你吗 免得你晚上防着我 李慧然红着脸 声若闻吟道 其实 其实我们可以住一起 但是 但是你不能碰我 他说的住一起 是和陈男睡一张床 只是 他还没准备好 和陈东发生关系 睡一起还不能碰你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陈男双手插兜 迈步走进隔壁房间 李慧然站在原地愣住了 随即跺脚道 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陈男进入房间 一边关门 一边笑道 我是男人 当然 想男人该想的是 刚要关门 李慧然用脚抵住房门 你是不是没谈过恋爱 陈男疑惑 为什么这么问 李慧然深吸一口气 你有没有想过 男孩子要主动一点 什么意思 就是 你没打算找我要个联系方式什么的 也是 你把电话号码报给我吧 陈男点头一笑 哼 不给 李慧然松开脚 转身走进自己房间 陈男愣了几秒 而后一脸无趣地关上房门 躺在床上 陈男拿出手机翻通讯路 找到陆涛的号码 打了过去 此时 荆州一栋99层大厦的顶楼 数十名一鲜亮丽的男女老少 正进行露天晚宴 陆景天端着酒杯说道 陆氏集团本月净利润 突破百亿管口 望诸位 喂 男哥 哎 好的好的 放心 包在我身上 等等 刚才说什么 弄抬7纳米的光刻机 还有我去 男哥 臣妾做不到啊 这玩意儿 可不是有钱就能搞定的 陆涛拿着手机接电话 见所有人目光看向自己 不禁缩了缩脖子 陆景天老爷子怒斥道 混蛋小子 跟你说过多少次 我讲话的时候 你们手机必须关机 陆涛捂着话筒 哭丧着脸说道 男哥找我 我不敢不接他的电话 陆景天听说是陈楠 心脏狠狠抽了一下 他放下酒杯 微笑着问道 陈楠找你所为何事 他想要一台7纳米的光刻机 这 也不是不可以 陆景天迟疑了几秒 随即说道 我有个老朋友 手段强硬 弄一台7纳米的光刻机 估计不是很难 那 我先答应男哥 陆涛问道 答应他吧 他的人情 远远大于一台光刻机的价值 陆景天勾了勾嘴角 数年前 他从国外 带着一份极其重要的产品样本回国 暗网出动16名杀手榜前50的强者 暗杀自己 夺取样本 正是陈楠 凭一己之利护 自己周全 16名大宗师强者 全部倒在陈楠一双铁拳下 而陈楠只受了一点皮外伤 这样的实力 已经堪比杀手榜前10的存在 当时聘请陈楠 陆家出了10个亿 好在陈楠为了调查自己身世 免除了这10个亿的巨资 陆涛得到父亲的英语 赶紧对陈楠说道 南哥 我爷爷说 他会帮你搞定 人情 哎呀 南哥你说笑了 什么人情不仁 话没说完 陆景天就上前捂住了他的嘴 狠狠瞪了陆涛一眼 然后夺过手机笑着说道 陈楠先生 这7纳米的光刻机 我得动用各种关系和人脉 才能弄回来 这个人情你可得好生记住啊 第19章 李长安失忆 陈楠被调查 30年内 我可以为陆家杀一人 就一人 陈楠许下承诺后 便挂断了电话 李慧然说 7纳米的光刻机 放眼全国也只有一台 可见 陆家没有骗自己 要弄来一台光刻机 得耗费极大代价 用自己两次出手 换一台光刻机 应该不亏 次日清晨 李云海早早敲响了 陈楠房间大门 陈楠起床开门 只见李云海忧心忡忡的说道 小男 我爸醒了 见李云海脸色难堪 陈楠眉头微皱 老爷子情况怎样 李云海哭丧着脸道 爸好像 好像丢失了一些记忆 陈楠微微松了口气 老爷子癌细胞扩散比较严重 包括大脑里面 也有部分癌细胞 清除癌细胞的时候 会损伤部分大脑神经 不过情况不会很严重 即便是失忆 后续调养也能逐步恢复 所以 问题不大 隔壁房间 李慧然打开房门走出 睡眼朦胧道 我也醒了 李云海点了点头 你们先去洗漱吧 待会儿 来老爷子房间 15分钟后 陈楠和李慧然 站在老爷子床前 李长安面无表情地 靠坐在床头 李慧然低声问道 爷爷 你真不记得陈楠了 不记得 李长安再次看向陈楠 他眯起双眼 很认真的 想要回忆往事 但大脑传来强烈的痛楚 双眸浮现血丝 面旁因为痛楚 而变得猙獰 陈楠轻声安慰道 不用强制回忆 否则容易造成脑部神经 进一步损伤 李长安叹了口气 随即盯着李云海说 你说我癌症晚期 是这小子治好的 李云海赶紧点头 是的 父亲 正是因为陈楠治好了您的癌症 所以才导致您丢失了部分记忆 李长安冷哼一声 胡说八道 我去年才做过全身体检 今年就癌症了 即便自己今年患上癌症 也不可能在一年的时间里 并变成晚期 四想到了什么 他眯起眼睛 看向三人 你们是想害死我 然后争夺家产吧 此话一出 李云海和李慧然脸色大变 李云海急速解释道 爸 我们说的千真万确 不信您可以问高院长 李长安微微一愣 高院长是谁 江州医院院长啊 还是您曾经的战友 我还当过兵 李长安瞪大了眼睛 仿佛听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李云海无奈地摇了摇头 转身看向陈楠说道 看来老爷子丢失记忆 有些严重 陈楠笑着点头 确实有些严重 不过这之前暂时的 说着 他看向老爷子问道 你还记得叶家屯吗 除了导致叶家屯火灾的凶手 李老爷子 可能是唯一一个了解叶家屯的人 当初老爷子 为何去叶家屯 自己是谁家的孩子 强大如荆州楚家 为何要对一个村子出手 这一连串的问题 只有李长安才能解惑 李长安皱眉想了半天 缓缓说道 这个名字有些耳熟 但我想不起来 在什么地方听说过 陈楠微微一笑 耳熟就行 想不起来没关系 会有想起来的那一天 李老爷子耳熟 说明 陆涛调查的线索没有出错 李长安瞥了一眼李慧然 淡然问道 慧然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他 他是我未婚夫 李慧心里坠坠不安 爷爷脑子里 关于陈楠的记忆 全部丢失 该不会不答应这门婚事吧 不行 得尽快和陈楠去 把结婚证领了 李长安捏了捏鼻梁 我知道了 你们该干嘛干嘛去 云海 你让李云山一家 立刻来见我 李慧然扭头看向陈楠 脸上浮现出无奈的表情 陈楠说道 我们先出去吧 两人来到外面 李慧然欲哭无泪道 还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我觉得 爷爷肯定要把 御荣湾的别墅收回去 你那公寓 又不是不能住 陈楠笑呵呵道 你是不是傻 能住在御荣湾里的户主 非富即贵 我们随便攀上两三个 也能受益无穷 李慧然没好气地说道 待会儿 我写张药方 可以尽快修复 老爷子受损的脑部神经 他很快就会恢复记忆 嗯 你一定要尽快 帮我爷爷找回记忆 不然大伯一家 肯定会趁这个时间 他竟然心不在焉地吃着早餐 陈楠则是去外面抽烟 他贴着墙脚 来到保安室 保安正猥琐的浏览小视频 砰砰砰 外面有敲门声 保安抬头一看 却并未看见人 刚准备坐下 敲门声再次响起 哪个王八蛋 坏我心情 保安从桌上抓起甩 棍就走了出去 刚打开房门 他脖子上 好像被什么东西盯了一下 然后就发现自己在一个酒吧的舞台上 周围全是性感的美女 搔手弄姿 他咧开嘴傻笑 然后跟着手舞足蹈起来 陈楠走进保安亭 打开手机后盖 拉出一条数据线插在电脑主机端口 三分钟不到 便熟练的拷贝 走了李氏庄园 近三天的监控录像 收起手机 走出保安室 顺手摘掉保安脖子上的蛇形金针 身影一晃就消失在原地 保安眼前的景象逐渐消失 看着空无一人的四周 他嘴角一抽 倒多了 出幻觉了 陈楠回到别墅客厅 李慧然也吃完了早点 见陈楠回来 他立刻拽着陈楠往外走 我妈让我们去一趟总部 陈楠也没多问 跟着李慧然来到庄园外面 一辆执法车停在庄园门口 两名便衣执法员迎面走来 中年执法员礼貌地伸出右手打招呼 陈先生早上好 陈楠微微一笑 与其握手道 早上好 年轻的女执法员沉声说道 陈先生 我们可以找你单独聊聊吗 当然可以 陈楠跟着两名执法员进入执法车 女执法员拿出录音笔 打开开关后问道 接下来我们所有对话都将录音 请陈先生斟酌回答 陈楠愣了愣神 你们这是审讯我 女执法员刚要说事 那中年人立刻笑着解释 陈先生别误会 我们只是调查这起故意杀人案而已 第二十章 云天河是君主 其实他也不相信 这个男人和那起凶杀案有关 但陈楠昨天说的那句话 全在肇事者身上应验了 昨晚连夜带肇事司机去医院做了全方面体检 检查结果为 肇事司机患有尿毒症晚期 他们立即对司机连夜审讯 迫于极大的压力下 司机也交代了部分事实 肇事司机患有尿毒症晚期 隔三差五 要去医院做透析 长期透析 让本就贫困的一家人血上加霜 他们砸锅卖铁 负债累累 老婆孩子早出晚归 只会多赚点给他治病 然后 这个病就像一个无底洞 后期治疗费用越来越高 为了彻底填补这个窟窿 肇事司机通过特殊渠道 接了一个订单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和陈南昨天说的别无二致 他们甚至怀疑陈南掌握那个奶胸杀人的特殊渠道 或者他就是幕后黑手 女职法员淡淡道 先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我看看 陈南从西装里面的兜里 掏出自己的身份证 女职法员看了一眼 冷声道 你这身份证是假的吧 正常身份证的正面是居民寸照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和地址 以及身份证号码组成 陈南的身份证倒是能对得上 但他的住址 只有天元山三个字 陈南露耻笑道 你们要调查 我全面配合 身份证是真是假 你们自行真别辩识 中年人把身份拿过去看了一眼 眉头也是皱了皱 随即拿出一台电子设备 查验身份证 见身份证是真的 这才递给白纸 身份证没问题 白纸目录差异 任职三年 还是头一次见地址 不清不楚的身份证 姓名 陈南 性别 南 出生 1999年9月9日 住址 天元山 是否正确 这还能不正确吗 陈南极其郁闷道 都照着自己身份证读了 还能有假吗 白纸柳眉一簇 请你如实回答 陈南无奈道 正确 白纸又问 你和李家是什么关系 在李家待了多长时间 陈南淡淡应道 我是李慧然的未婚夫 前天刚来李家 这句话刚出口 中年人和白纸就脸色一变 前天刚来李家 李家就闹出人命 陈南肯定和这起案件有关 中年人锁上车门 缓缓从腰间枪套里 拿出配枪 白纸怀疑陈南的时候 他万般不信 如果真是陈南所为 他昨天就不会质疑 这起交通事故 白纸深吸一口气 陈南 现在我需要你跟我们去一趟警局 陈南脸色阴冷道 我给你们提供线索 是让你们调查真凶 你们到怀疑起我来了 白纸冷声道 我怀疑你就是幕后凶手 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中年人更是拿出一副手铐 砰砰砰 就在这时 窗外一名长着落腮胡的男人 拍打着车窗 车窗上瞬间布满裂痕 中年人脸色一沉 持枪下车 直接举枪对准落腮胡男人呵斥 你是什么人 落腮胡男人将手里一个黑色 证件丢了过去 中年人接过证件看了一眼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忙不迭收起枪 抬手敬礼道 君主好 语气都带着颤音 边境军团 贤侄分为君士 君相 君王 君主 君神 吉玉主 而眼前这男人 赫然是一尊君主 这可是能调动三十万以上大军的真正霸主啊 白纸透过车窗 看见自己老大的行为 不禁皱眉道 吴对 这家伙一看就是冒牌货 你见过君主会单枪匹马 到处闲逛 吴雷眉梢一扬 觉得白纸的话不无道理 他刚要说话 却见不远处驶来五辆巡检车 以及三辆正坛头部小轿车 江州巡检府总府长和江州州长 几顶头上司都来了 看来这位君主的身份坐实了 车里的白纸也被这阵仗吓到了 这什么情况 这位君主是真的 他敲自己车窗淡麻 白纸震惊地看向陈南 这位君主是为了陈南而来 巡检府总府长和州长 以及一群政要 齐齐给云天河问好 云天河眉头微皱 谁让你们来的 我不是说了 不见任何人吗 江州州长尴尬一笑 君主大人 我们想见见御主大人 云天河冷哼一声 御主启示你们想见就见的 赶紧滚 强烈的威严 震得州长和府长 齐齐后退 两人抹了把冷汗 立即带人撤离现场 李慧然刚接完电话转身 只见陈南还没下车 公司里还有事要处理 他急匆匆走到巡检车旁 问道 陈南 他们找你干嘛 陈南微笑道 没事 就问问王姐的事 李慧然看向两名执法员道 王姐的事 你们可以问我 和我的家人 陈南才刚来李家不到两天 他什么都不知道 吴雷抹了一把冷汗 陪着笑脸道 好 我们去李家问问 随后 拉开车门说道 陈先生 你可以下车了 君主指名道姓 要带走陈南 他哪有不从的道理 陈南迈步下车 看向云天和道 他道了 云天和摇头道 我来找你 是为了要你一个联系方式 陈南笑了笑 伸出手道 把你手机给我 云天和拿出一款特制卫星手机 陈南接过手机 用云天和的手机 拨打自己电话号码 拨通之后 才将其还了回去 云天和看都没看手机 一眼就揣进兜里 随后提醒道 我老大还有三天抵达江州 你做好准备 三天内 必须保证随叫随到 陈南点头硬道 知道了 师父曾带着自己 去过南狱边防 当时师父免费帮南狱御主 治好了一身影集 后来师父告诫自己 替那些为国家 做出重大贡献之人 身怀愿力 替他们治病 可以获得益处 至于什么是愿力 能获得什么益处 陈南一直没搞明白 云天和头也不回地 走向停靠在远处的 劳斯莱斯 陈南扭头看了一眼 巡检车上的裂痕 眸光微微闪烁 云天和身上 没有内气波动 但他在没用内气的情况下 敲坏了防弹玻璃 如此手段 实力应该在大宗师之上 至于具体修为 还真看不出来 他应该修炼了一种 隐秘气息的吐纳功法 吴队 现在怎么办 第21章 我不喜欢钱 白纸小心翼翼 看向吴队 这家伙 有这么强硬的后台 这个案子很棘手啊 吴雷如释重负的松了一口气 先去李家调查线索 此人不是我们能动的 除非找到确凿的证据 刚才君主提起了老大 这个老大指的是谁 他用脚趾头也能想到 一股莫大的压力 压得他双腿都有些发软 陈南看向两人问道 时间不早了 我跟你们回去吧 不过你们不能留我太长时间 白纸把身份证还给陈南 淡淡说道 你最好和这件事没关系 否则 我不管你的靠山有多大 也一定将你绳之以法 说完 两人并肩走向李氏庄园 陈南倒是挺佩服白纸的刑事作风 但他似乎脑子有些不好使 如果自己真是凶手 昨天就不会多嘴 让这起案件成为永久的交通事故 李慧然拉着陈南的衣袖 往马路边走去 公司有些麻烦事要处理 我们先回公司 昨天没有开车过来 今天只能搭乘出租车 挥了半天手 也没出租车停下 李慧然想到 刚才那个大胡子 扭头问陈南 刚才那个大胡子叔叔 是你什么人 陈南说道 一个老朋友 李慧然似笑非笑道 他是什么身份 是不是很有钱 陈南摇头 估计没什么钱 车也是租来的 云天河是君主 其实工资并不高 那辆车也肯定不是他的 李慧然失落地叹了一口气 陈南饶有幸之道 你是不是很喜欢钱 李慧然微微一愣 还有人不喜欢钱 陈南被李慧然这个反问句给问住了 自己帮师傅赚了百亿之多 到最后 师傅让自己把所有人捐给贫困山区 每次下山 连路费都没有 为了出国执行任务 他还得先去工地上兼职大半个月 赚取路费 这最后一次下山 师傅难得的给自己留了六十多块钱 他也曾问过师傅 为什么要把钱全部捐出去 师傅只说 钱财乃身外之物 修道之人 应出尘离俗 安平乐道 于世间无欲无求 所以 师傅就是属于不喜欢钱的那一类人 受到师傅的熏陶 陈南对钱财也没什么兴趣 想到这里 这就是你赚不到钱的理由吗 陈南扭头看向李慧然 认真说道 实不相瞒 我赚钱很容易 别人请我出手一次 都是实意起步 电话宝里存着的一百个电话号码 全是昔日的金主 每一个金主 都是金氏骇俗的存在 若是自己有需求 这些金主 也一定会亲力相助 实意起步 你是不是不知道 实意是什么概念 李慧然忍俊不禁地看着陈南 对他的话 保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要说陈南没本事 他一五双全 手段通天 要说他有本事 却又连一身像样的衣服 都买不起 就在这时 一辆出租车 停在两人跟前 李慧然拉着陈南衣袖上车 我开玩笑的 你不要多想 虽然公司不景气 但本小姐 还是能养得起你的 两人走后不久 李慧宁一家赶到别墅 一家三口 来到老爷子房间 见老爷子醒来 三人心里郁闷到了极点 李长安目光淡然地扫了三人一眼 随后对李云海说道 云海 你先出去吧 李云海叹了一口气 老爷子换上一身灰色中山装 头发梳成背头 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焕发 李云海见父亲 连拐杖都用不上了 脸上也是露出了笑容 云海 父亲要去划创走走 你要不要一起去 李云山笑呵呵地问李云海 不等李云海说话 李长安便淡淡说道 你回华美去吧 我身体已经恢复了 没什么事 不用来找我 好的 父见 李云海苦涩一笑 老爷子丢失了部分记忆 其重心再次回到大哥一家 形势对自己极其不利 李长安跟着李云山一家走出别墅 恰好看见外面的两名执法员 白纸礼貌地走上前 李老好 我们是巡检行政科 有些是想要问问你 不知李老方不方便 不方便 我父亲有重要事去公司 李云山立刻上去拦住两人 李慧宁和母亲赶紧搀扶着李长安上车 白纸脸色变了变 刚要发作 却被无雷制止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我们还是在这里等他们回来吧 李长安和李云山都是江州的企业家 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要想找他们问事情 只能按照他们的时间来 李云山坐进车里 李慧宁踩下油门便快速离去 李长安疑惑道 巡检厅的人找我们干嘛 杨荣荣别嘴道 估计是为了王姐的事 小王怎么了 李长安眉头一拧 这才想起 今天早上没看见保姆小王 李云山说道 王姐昨天去接外甥 回来途中出了车祸 什么 李长安脸色骤变 急促道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李云山抹了一把眼睛 哽咽道 都死了 赵氏司机已经被抓住了 王姐的后事 我们也已经料理了 李长安重重叹了口气 小王在我们家工作了二十多年 现在出了事 你们千万不能亏待他的家人 放心吧父亲 我们会处理好的 荣荣 弟妹不是颠覆了三百万吗 回头你给他一百五十万 李云山与其温和的说道 杨荣荣憋了憋嘴 嘀咕道 一条贱命哪里值三百万 赵氏司机的保险公司 就能搞定的是 偏偏要我们出钱 李长安眉头一拧 你在嘀咕什么 李慧宁透过后视镜 看见爷爷动目 赶紧说道 我妈说他马上转钱 母亲没什么文化 每次说话的时候 都不动脑筋 说这样的话 不是明摆着气爷爷吗 李长安脸色这才缓和了一些 云山 给张律师打电话 把玉荣湾的别墅抛售出去 李云山一听 内心狂喜 他压下心中激动 微笑着道 父亲 这玉荣湾的别墅 一平难求 反正买都买了 不如留给慧宁和王少做婚访 李长安已经得知 李慧宁和王少在一起的事 他内心很阴畏 慧宁能嫁入王家 李家也能随之走向辉煌 听李云山这么一说 他当即英语 那就按照你们说的做 第二十二章 我不希望看见那个野小子 李云山兴奋的 给张律师打了电话 然而 张律师却是疑惑不解 李总 你确定 这是董事长说的 李云山威严道 那是当然 我还能骗你不成 张律师又说 麻烦李总把手机给董事长 没有董事长授权 我无权随意更换房产归属权 李云山捂住话筒 看向老爷子 爸 张律师不答应 李长安冷哼一声 接过电话立声道 张律师 按照云山的意思去做 张律师心头一颤 盲硬道 好的董事长 我这就去除脸 李长安把电话还给李云山 缓缓扭头 看向窗外 飞速倒退的景象 他心里生起一些疑惑 张律师向来对自己言听计从 今天为什么会犹豫 华创公司 律师事务所 张律疑惑的 坐在自己办公椅上 董事长明明已经确定 将玉龙湾的别墅赠予李慧然 今天为何会突然改变主意呢 董事长刚才说话的时候 精神十足 根本不像重病的样子 沉默片刻 他拿出手机 给母亲拨打电话 他母亲便是李家另一位保姆张姐 妈 董事长的病情怎么样了 老爷今天精神焕发 跟没事人似的 但是好像失忆了 难怪 张律恍然点头 难怪什么 没什么 我先去忙了 张池挂断电话 然后去董事长办公室外面等着 李云山一家心怀不轨 他们一定在董事长面前扭曲了事实 他决定向董事长说明 之前给别墅改名的事 半个小时后 李慧宁来到爷爷办公室 看见张池站在门口 李慧宁立即走了过去 张律师 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李云山带着老爷子 在公司逛了一圈 同时告诉老爷子 华美集团现状 李长安无奈道 云海生性软弱 注定成不了大气 如果不是马兰 华美公司早就垮了 现在丢失这么多客户 只能说明他们能力不足 李云山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我听说皇家的皇后少爷 追求惠然已久 若是惠然能嫁入皇家 想必华美也能起死回生 老爷子完全记不起陈南 而陈南带给他们一家的威胁 实在太大了 他现在必须想办法 把陈南赶走 让李惠然嫁给皇家 或许华美公司可以重新崛起 但华美永远不可能超过华创 毕竟 华创背后有王氏家族撑腰 皇家只是三流家族 而王家那可是一流家族中的天花板 李长安背着双手 听李云山这么一说 他确实有些心动 李云海再没用 那也是自己儿子 让李惠然嫁给皇后 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想到这里 李长安开口说道 你让皇家上门下聘礼 李金不得低于五千万 李云山怒耻一笑 又露出犹豫 可是 惠然现在和陈南住在一起 李长安迟一片刻后 问道 云海说是我答应惠然嫁给陈南的 可有此事 李云山立刻摇头 绝无此事 陈南不过一山野村夫 他何德何能娶我们李家的人 李长安眸子里闪过一抹戾气 混账东西 居然敢骗我 说吧 他怒气冲冲 往写字楼走去 李云山拿出手机拨打女儿的电话 问道 张律师那边搞定了吗 搞定了 爸 你立刻找人 毁掉李氏庄园的所有监控录像 好 我马上安排 华美公司 总部 李慧然带着陈南来到总裁办公室 李云海和马兰正坐在沙发上 愁眉苦脸 马兰穿着一身职业装 近五十岁的年纪 皮肤保养的跟三十多岁差不多 身上那职场女强人的气息 展露无鱼 爸 妈 李慧然打了声招呼 便坐在对面沙发上 叔叔阿姨 陈南也坐在李慧然身旁 李云海夫妻俩看向两人 而后对视一眼 脸上的人愁容更浓 李慧然轻声问道 是不是 又出什么事了 李云海叹气道 你爷爷把玉龙湾的别墅收回去了 李慧然哑然一笑 我都猜到了 马兰看向陈南说道 小南 你有没有比较特殊的办法 可以让老爷子记忆快速恢复 陈南皱眉思索片刻后 开口道 只有用中药条理 那也得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马兰苦涩一笑 老爷子丢失记忆后 对你没有任何影响 又有李云山一家暗箱操作 你很有可能被赶出家族 李慧然抓住陈南的手 红着眼眶道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陈南笑了笑说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等老爷子恢复记忆 说吧 他拿出纸和笔写下一张药方 将其递给李云海 这张药方 可以修复老爷子的脑部神经 李云海接过药方 苦笑着问 老爷子会喝你的药吗 陈南摇头 不会 这个只能靠你们想办法了 就在这时 李云海接到了李长安打来的电话 李长安一点也不委婉地说道 云海 再两天我会去华美公司 和你们家里巡查 我不希望看见那个爷小子 李云海开了阔音 李慧然听见爷爷那盛气凌人的声音 握着陈南的手 忍不住紧了紧 李云海一脸无奈地看向陈南 老爷子掌握华美公司40%的股份 他不敢忤逆老爷子的意思 陈南看出了李云海的为难 面色平静地点了点头 李云海这才开口硬道 我知道了 董事长 父亲的转变 让他从深渊爬上天堂 又从天堂跌入地狱 李长安听见李云海 喊自己董事长 冷哼一声道 另外 我会让惠宁 让王家助你们重新启动 与龙腾集团的合作 如果你们再不把握机会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说完这句话 便挂断了电话 李云海缓缓放手 一脸的苦不堪言 换作之前 能和龙腾集团合作 他肯定很高兴 但是现在 他们得靠李惠宁 通过王家重启 与龙腾集团的合作 仿佛是在接受大哥一家的施舍 马兰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陈南 小南啊 你先避一避风头吧 这张卡里 有150万 就当你这一个月的生活费 第23章 世书公民 尽管开价 李云海眼皮一跳 你哪来的150万 马兰说道 你嫂子要平摊王姐的抚恤金 转给我150万 他看得出来 陈南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无论如何 他也不会放弃这个女婿 阿姨 这钱你留着吧 我要赚钱很容易的 陈南从李云海的话中可以听出 华美集团资金非常紧张 但自己未来的丈母娘 却舍得给自己150万 自己去国外执行任务的时候 在五星级酒店包吃包住一个月 也才30万左右 马兰倒是真把自己当成了家人 这也让陈南心底 躺过一丝暖流 李云海从妻子手里 拿走银行卡 马兰柳梅倒住 刚准备发货 却见李云海 强行把卡塞进陈南怀里 让你拿着就拿着 你先躲一个月 等老爷子恢复记忆 我们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回来 陈南无奈的收起了银行卡 中午 李慧然把陈南送到公司外面 他拿出一台最新的高端智能机 递给陈南 手机保护壳 是情侣款的 壁纸也设置成了自己的照片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我还给你注册了一个微信号 你必须每天给我发消息 李慧然故作凶狠地 盯着陈南说道 陈南点头笑道 我还没给你送礼物 你倒是先给我送礼物了 李慧然露出笑道 22号是我生日 到时候 你再给我送礼物吧 说完 他忽然抱住了陈南 语气哽咽道 陈南 你会不会感到很委屈啊 陈南帮爷爷治好了病 最后却被爷爷赶出李家 如果换作自己 肯定会委屈死 陈南闻着李慧然的发香 缓缓抱住他 轻声问道 怪我学医不经 否则不会给老爷子留下暗集 如果是师父出手 肯定能用内气 修复老爷子的大脑神经 李慧然把自己公寓的钥匙 递给陈南 最近我可能都得回李世庄园 你可以住我的公寓 陈南眼眸一亮 连住酒店的钱都省了 李慧然抬头看着陈南说道 我可警告你 不准代言女人去我家 要是让我抓到了 我 我就不理你了 陈南哈哈一笑 我可不是拈花惹草之人 这时 远处使来几辆宝马车 李慧然见状 赶紧说道 我爷爷来了 你快走吧 陈南瞥了一眼 随即转身往远处走去 才走出十米远 李慧宁便落下车窗 看向陈南 那浓妆艳抹的脸上 流露出一抹幸灾乐祸的笑意 陈南眸光微冷 黑色奔驰缓缓驶了过来 黑色奔驰停在小区门口 一名竖着大背头的堂庄老人走下车 师叔公 秦忠明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 一个满头滑发的老人 喊自己师叔公 陈南感觉浑身不适 笑着说道 你直接喊我名字吧 秦忠明眉头一扬 那怎么行 你是我师公的师弟 我要是直接喊你名字 岂不是师弟 别说自己 就算自己师父来了 也得喊陈南一声师叔 中医道 医德品行为上 陈南笑了笑 你找我有事 师叔公还没吃饭吧 我们找个酒店小酌几杯 秦忠明一脸紧张地看着陈南 生怕陈南拒绝 酒店就不用了 在这附近随便找家饭店即可 陈南不想跑太远 省得待会儿 为了节约前走路太麻烦 刚才从华美集团总部过来 他便是徒步走路的 秦忠明欣喜若狂道 好 这附近有一家不错的大排档 我曾经和几个老友 经常去那吃饭 我们就去那吃 不待一会儿 秦忠明便带着陈南 来到一家路边大排档 饭店老板非常热情 哟 秦神医 今天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秦忠明哈哈一笑 惦记你店里的味道 把你这里的招牌菜 各来一份 好嘞 饭店老板应了一声 然后招呼后厨 优先给秦忠明做菜 随后 更是拿了自己珍藏许久的好酒 免费赠予秦忠明 要知道 多少人排队请秦神医吃饭 都没机会 秦忠明亲自给陈南倒了一杯酒 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 他双手端起酒杯 和激动无比道 师叔公 上次见面比较仓促 这算是我们初次见面 我敬您一杯 陈南哑然一笑 也没拖大 双手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秦忠明哈了口气 果然是好酒 这饭店老板还真热情 陈南放下酒杯道 有事直说吧 我大师兄一脉单传 你若是有麻烦事 我能帮则帮 那忠明就直说了 江州首富王化腾的夫人 患了一种奇怪的病症 他身体技能完好 脑部神经也未出现死亡状况 但就是昏迷不醒 至今已有三年 秦忠明偷偷看向陈南面部表情 见陈南面色平静 他这才继续说道 王化腾的慈善事业 主要用于中医药业 如果我们能治好他的夫人 江州医学界 可以获得更多的慈善款项 陈南拿起筷子 加了一颗花生米 在嘴里咀嚼 又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水 枕筋多少 八千万 秦忠明立刻说道 八千万 够自己出手四百多次 他师傅的枕筋 也才一百万左右 而且 他们的枕筋 还得治好了病才能拿到 陈南琢磨片刻后 开口说道 王家财大气粗 八千万是不是少了点 他不喜欢钱 但慧然的华美集团很需要 秦忠明笑呵呵道 师叔公 您尽管开价 我去找王化腾商量 陈南一口 把杯子里的酒喝光 淡淡说道 看在你的面子上 八千万就八千万吧 秦忠明言辞拒绝道 不行 八千万实在不符合 师叔公的身份 我去找王化腾 谈一个亿 从自己爆出枕筋的时候 师叔公脸上的表情 没有变过 甚至 毛子里 还有一丝嫌弃 足以看出 师叔公的枕筋远 不止八千万 师叔公会太以针法 那医术比自己师公 高出不止一倍 所以 师叔公收费高 非常合理 秦忠明走到一旁 给王化腾拨打电话 爆出一个亿的价格时 王化腾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 只要能治好我夫人的病 多少钱都值得 一个亿对于王家而言 不过是酒牛一毛 秦忠明回到饭桌上 和陈南喝了几杯 酒足饭饱 两人醉熏熏地赶往王家 王家庄园 金碧辉煌 犹如皇宫 王宇将一张陈南的照片 烧成灰烬 而后面无表情地 从车库里 开着一辆敞篷跑车 驶出庄园 庄园内 七辆跑车紧随其后 保安开门的时候 王宇一眼就看见了 面色微红的陈南 第24章 这笔生意不接了 师叔公 这酒太上头了 哦 秦忠明跑到一旁 垃圾桶狂吐 嘎吱 伴随着一道急促的刹车声 李慧宁开着一辆白色宝马 停在庄园门口 他看见陈南 脸上顿时浮现出 看见苍蝇的表情 不过这是在王家 他断定陈南不敢乱来 之前挨了李慧然一巴掌 刚才本打算还给他一巴掌 也好一血前耻 奈何爷爷在场 他不好动手 而且 母亲已经想到了 更好的报复方法 真是晦气 到哪都能碰见你 李慧宁无比嫌弃的 瞪了陈南一眼 哦 饭店老板珍藏的酒水 后劲非常大 两人合起来 也就喝了一斤左右 秦忠明在旁边吐的不行 陈南胃里 也是一阵翻江倒海 抱歉 你恶心到我了 陈南拍着胸口 厌恶地扫了李慧宁一眼 他不想看到自己 自己又何尝想看见他 哦 陈南真的吐了 跑到垃圾桶旁边 吐了一堆酒水 那模样 仿佛真的是 被李慧宁给恶心到了 李慧宁气得浑身发颤 静止走到庄园门口 气鼓鼓道 宇哥哥 你看他 王宇握着方向盘的双手 食指泛白 充满血丝的双眼 死死盯着陈南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此时的陈南 已经被他千刀万剐了 副驾驶位置 一鸣穿着紧身衣的黄毛 正用弹簧刀修指甲 感受到主子的愤怒 他甩了甩 挡住右眼的长发 一脸戏谑道 要不要做到他 王宇眯起眼睛冷笑道 感动我的人 我还没找他算账 他倒是先来找我了 嗡嗡嗡 王宇猛地踩油门 红色超跑弹射起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撞向陈南 父亲在家 他不敢在自己家门口 杀了陈南 但可以制造一起车祸 陈南有着内气九段以上的修为 他不会轻易被自己撞死 不过若是能撞飞他 就算不死 也得半身不随 五十多米距离 转事而至 王宇目露疯狂 几乎把油门踩到底 陈南反应过来 瞇起双眼 狠狠一脚踢了过去 没人注意到 陈南踢出去的腿上 弥漫着一层肉眼 难以察觉的波纹 后面几辆超跑的 各种颜色沙马特 纷纷露出一脸不屑 以肉身之躯 抵挡一辆超跑车 全速能量 分明是鸡蛋碰石头 即便是武道宗师 也只会落个 非死疾残的下场 李慧宁握紧双拳 兴奋到 撞死他 撞死他 陈南会功夫 他不敢太造次 不过自己的男朋友敢 王宇撞死陈南 王家有一百种办法 平息这场事故 碰 惊天动地的乍响 传遍整个庄园 超跑在空中翻滚 王宇重重坠地 浑身是血 车头粉碎 发动机零件散落一地 碰 超跑掉在地上 又贴着地面 滑出去数米才停下来 价值数千万的超级跑车 此刻成了一堆沸铜烂铁 王少 八名发色各异的九段高手 立刻跑过去 见大少爷浑身是血 他们双目通红 杀气翻腾 好在王宇只受了一些皮外伤 在众人的搀扶站起身 吐了一口带血的弹后怒吼道 给我弄死他 瞬间 八名九段高手 逃出弹簧刀 朝陈南飞奔而去 秦中明担心自己 在王家失礼 便通过学位刺激法 让自己保持清醒 刚缓过神 便看见八道身影 如恶虎扑石般 冲向师叔公 这八人身上 带带有浓浓杀气 他们的目标 好像是 师叔公 我的妈呀 师叔公快跑 秦中明大吼一声 陈南握紧双拳 杀鸡毕露 他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秦中明连跪带爬的 跑到陈南跟前 大声说道 住手 秀 黄毛手中的弹簧刀 直直刺向秦中明心脏 神色不带任何犹豫 双眼竟是狠辣之色 陈南按住秦中明肩膀 猛地往后一转 随后一脚踢在黄毛手腕上 弹簧刀脱手 黄毛面色微变 刚准备去接住 胸口却挨了一掌 登登登 磅礴博的力量 轰得黄毛急速倒退 他猛地抬头 却是眼前一花 尖锐的刀尖 离他右眼球 只有一毫米 咕噜 黄毛口干舌燥的 咽了一口唾沫 这一刻 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陈南收回刀 一记肘鸡 将黄毛撞出去十米远 其余几名高手健壮 全都停下了脚步 黄毛的实力 在他们当中只高不低 但在眼前这小子面前 却毫无招架之力 这说明 陈南的实力 在宗师左右 而一名武道宗师 确实有抗衡十名九段高手的实力 陈南把手中的弹簧刀 丢在地上 探向秦中明说道 这笔生意不接了 你要王家另请高明吗 之所以答应秦中明 给王家夫人治病 是因为秦中明 是大师兄的徒孙 大师兄的医术 来源于师父 而秦中明的医术 来源于大师兄 算起来 自己和秦中明 也算是师出同门 只是两人的辈分 有差异而已 自己有心帮王家夫人治病 现在还差点被王家人弄死 若不是在山中禁足三年 心性沉淀了一些 黄毛刚才就已经死了 至于开车撞向自己的王宇 也难逃一死 秦中明脸色苍白如指 直到陈南和他说话 他才缓过神来 一脸苦涩的点头 我知道了 师叔公 他也不知道 王家大少爷和师叔公 有什么恩怨 两人刚一见面就大胆出手 还差点闹出人命 王家人如此行为 师叔公自然不会给王夫人治病 他也不敢劝说师叔公 而王家这边 更不是他能得罪的 他只能把师叔公的话 转告给王化腾 陈南转身 便头也不回地离去 他前脚刚走 王化腾便带着一群人 急匆匆走出来 看见报废的跑车 和浑身是血的孙子 他只是轻微地皱了一下眉头 然后便静止来到秦忠明跟前 很是客气地抱拳道 秦神医 秦忠明拱手回礼 王老 王化腾四周扫了一眼 但笑道 您师叔公呢 秦忠明面色平静道 我师叔公离去了 他让我转告王老一句话 这笔生意不接了 王家另请高明 事已至此 他只能如实相告 王化腾一脸发愣 来都来了 怎么就走了 秦忠明侧目看向王宇 淡淡道 这还得问问你家大少爷 第25章 飞手 王化腾深吸一口气 立刻尽力 把刚才的监控录像 调出来给我看看 王化腾隐忍着一股怒意说道 他也懒得询问 刚才发生的事 任何事情 还得自己眼见为实 保安很快调出 刚才的监控录像 王化腾看见 视频画面中的陈楠 目光中露出震撼 难道这年轻人 就是秦神医的师叔公 当他看见陈楠 一脚将王宇的车踢飞时 瞳孔更是骤然一缩 他扭头看向身后 一名浑身笼罩 在黑色卫衣中的人 铁腿 此人大概是什么实力 那人缓缓抬头 露出一张满是壶茶 和烧伤的面孔 保安很识趣地 将刚才画面重新播放 铁腿沙哑着嗓子道 宗师武断之上 此言一出 王化腾更加确信 这人就是秦宗明的师叔公 也只有这样的天赋 才能与昔日的 一圣皇甫正 称兄道弟 王化腾看完监控 便风风火火 来到王宇跟前 陈生问道 你为什么开车撞他 王宇淡淡看了王化腾一眼 随后 拉着李慧宁的手 往车库走去 你给我回来 王化腾气得吹胡子瞪眼 但王宇并没有停下脚步 很快 王宇开着另一辆超跑 带着自己手下 离开庄园 王化腾捏紧拳头怒道 混账东西 现在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了 身后一名穿着中山装的老人 笑着道 宇少爷正值叛逆七年龄阶段 王老息怒 王化腾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都怪我太纵容他了 王宇的母亲出身贫寒 当初为了家族利益 他极力反对这门婚事 那个女人嫁入王家后 更是面临着各种压力 在生下王宇后 他便悬梁自尽 从那之后 王宇的父亲郁郁寡欢 成天喝得烂醉如泥 最终 因为饮酒过度 导致一场连环车祸 为了赎罪 王化腾向王宇 隐瞒了所有事情的真相 更是对他百般宠溺 奈何 纸包不住火 王家人多眼杂 他最信任的老管家 在一次酒宴上喝醉酒 说漏了嘴 从那天起 王宇便对自己怀恨在心 想到这些 王化腾的怒气 消了一大半 扭头对铁腿说道 铁腿 从今天起 你就跟着羽儿吧 我不想看见他在受伤 铁腿沉声道 与少爷生性顽劣 跟着他得加钱 王化腾点了点头 我每年给你两个一筹了 但是 你必须得保证 王宇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除非我死 铁腿沙哑着嗓子说道 王化腾摆了摆手 去吧 他不知道 该如何打消王宇 对自己的恨意 他能做的 只有尽可能的保护王宇 不受到伤害 秦忠明将一切尽收眼底 心底也是暗自叹息 王化腾太宠溺王宇 这只会导致王宇 愈发的肆无忌惮 这样下去 王宇乃至整个王家 都不会有好下场 王化腾走向秦忠明 一边抱拳说道 秦神医 鱼儿得罪了你的师叔公 对此 我深表歉意 老请帮我引荐引荐 这位师叔公 武王某人 一定带着师祖的诚意 登门道歉 这 秦忠明露出一脸犹豫 若不是师叔公一武双全 且实力雄厚 恐怕今天得交代在这儿了 和师叔公短暂接触 他看得出师叔也不是善茬 估计王化腾亲自登门道歉 师叔公也不一定会善罢甘休 王化腾扭头看向身后一名西装革履 戴着眼镜的短发女人 给我开一张两个亿的支票 女秘书从公文包里 拿出支票合笔 快速填写了两个亿的金额后 将其私下递给王化腾 我听说 秦神医最近带着一批人 在贫困山区进行议诊 王化腾笑呵呵的 将支票递给秦忠明 我王家乐善号师 愿为议诊项目 尽一份绵薄之力 议诊项目的成本非常低 这两个亿 是他送给秦忠明的好处费 秦忠明是声名远扬的神医 若是直接到明 他肯定不会收下这张支票 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秦忠明一定不会拒绝 秦忠明一眼看穿了王化腾的心思 迟一片刻后 他还是接过了支票 我带山区的病患 谢谢王老板 我再去找师叔公谈谈 还是那句话 王老板别抱有太大期望 陈南回到李慧然的单身公寓 坐在沙发上 拿着手机播放着 先前拷贝的理事庄园视频画面 他要找出 到底是谁要李长安 刚开始 他认为是李慧明一家 可李云山给他感觉 又不像是幕后凶手 他断定李云山一家背后 还有黑手 直接找李云山逼问 估计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还得靠自己 把这只黑手揪出来 看完整个理事庄园 近半个月的监控录像 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人物 王姐因为每天要接送外甥上学 所以 每天早晚都会出去一趟 每次干活 也是一脸轻松 和张姐有说有笑 23号这天 也就是老爷子出事三天前 李长平喊走了王姐 之前从外面监控看见 李长平把王姐带到花园训斥了一番 好像是因为花园的一些绿植 因为照顾不周 而枯萎死亡 后面几天 王姐做事心不在焉 脸上也再没有了以往的笑容 甚至好几次给李长安端茶递水的时候 都会打翻水杯 叮咚 这时 外面响起了门铃声 陈南踩着软绵绵的地毯 来到门前 透过猫眼看了一眼 外面是一个戴着太阳帽的人 他穿着蓝色外卖服 手里提着打包好的饭菜 陈南眯起眼睛问道 谁 送外卖的 我没点外卖 有人帮你点了 谁帮我点的 这个你得问商家 外卖员有些不耐烦的催促道 赶紧的 我还得送下一单呢 陈南打开房门 那外卖员袖口里 忽然划出一把尖刀 随即猛地刺向陈南 陈南抓住外卖员手腕 一脚踩在其脚腕 随后往后一拖 便将其放倒在地 外卖员刚要爬起来 陈南一脚踩在他背上 冷声质问道 你是什么人 此人明显是刺杀李惠然来的 陈南没让他把外卖放在地上 便是想要探个究竟 外卖员一个字也不吭 只是不断地挣扎着 想要站起来 陈南再次问道 再给你一次机会 要么说 要么死 你们害死了我孩子 我要杀了你们 外卖员压着声音咆哮 陈南眉头微皱 你孩子是谁 你说是谁 你们以为一百五十万 就能买我儿子的命吗 第二十六章 笑面死神 外卖员嗓音嘶哑 陈南大概已经猜到 这人是谁了 他松开脚 单单说道 你是王姐的妹夫吧 外卖员脱离束缚 立刻捡起地上的尖刀 反手就是一刀割向陈南咽喉 陈南伸出两根手指 夹住刀刃 手指微微用力 将尖刀折成两段 外卖员此刻 已被仇恨冲昏大毛 他无暇顾及这些 只知道 要杀了这间房子里的人 给儿子报仇 他额头上青筋鼓起 恶狠狠掐住陈南的脖子 我要弄死 你们李家所有人 陈南双手抓住 外卖员的两个手腕 一边将其分开 一边说道 我不是李家人 你先冷静一下 文言 外卖员手上的力道 果然小了许多 脸上的猙獰 也逐渐消散 你 你是谁 陈南关上房门 淡淡说道 我叫陈南 外卖员放下双手 转身在房间逛了一圈 发现李慧然不在 他又来到陈南跟前问道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在李慧然房间 我是李慧然的未婚夫 陈南开口硬道 外卖员脸色异冷 握紧拳头就要动手 陈南也不再惯着 直接一拳将其抡倒 就这点本事 还想给你儿子报仇 李家人身边都有保镖 随便一人 都能打得你满地找牙 李慧然没了自己保护 他会让周雪 提前结束休假 即便没有周雪 也能从保镖公司 雇佣几名身手不错的保镖 眼前这个男人三十多岁 身体极其虚弱 随便一个稍微身体强壮的男人 就能放倒他 更何况 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保镖 听见陈南的嘲讽 外卖员垂地痛哭 我没用 是我没用 我不能给我儿子报仇 节哀顺便吧 那场车祸和李慧然 没有任何关系 陈南语气缓和了几分 外卖员抬头盯着陈东 泪眼婆娑地问道 那你知道 是谁害死我儿子的吗 不知道 陈南回答得很干脆 外卖员凄惨一笑 早知道 我就不该收那笔钱 那就是我儿子的买命钱啊 听见这句话 陈南眉头一拧 什么钱 谁给你的钱 外卖员说道 李家的人 他们给了我一大笔钱 还说 可以让我儿子 进江州最好的学校 前提是要让我七姐 帮他们做一件事 陈南眯着眼睛问道 找你的人 长什么样子 外卖员摇了摇头 他戴着面具 我看不清他的样子 不过 听声音是个老人 还有其他特点吗 陈南忙问道 好像眼角有科智 外卖员目入追忆 李长平 陈南脑海里的画面 定格在奚落 嘲讽自己的李长平脸上 李长平的眼角 有一颗不大的肉质 因为颜色和肤色相同 所以很难察觉 这个外卖员 应该是想要记住 那个帮助自己的恩人 所以多看了两眼 李长平给了王姐的妹夫家 一笔钱 然后又让其妹夫一家 劝说王姐帮他做一件事 随后又借着花园植被枯萎一事 找王姐训斥 在去花园的途中 李长安给了王姐 一支药剂和针管 让他给老爷子注射药剂 王姐在李家服侍老爷子 二十多年 根本不敢下手 奈何妹夫一家 已经收了好处 他担心 如果不按照李长平的话去做 妹夫一家 也会受到牵连 所以接下来的几天 王姐闷闷不乐 做事心不在焉 王姐最终给老爷子注射了药剂 李长平担心事情败露 于是买通一个肇事司机 杀人灭口 陈南整理出了整件事的脉络 至于是否属实 还得找李长平问个清楚 你叫什么名字 陈南把外卖员从地上扶起来 赵胡 外卖员低声应了一句 你儿子和你气节的死 的确另有起因 我会帮你调查清楚 也一定会将幕后凶手绳之以法 这件事 你就不要插手了 陈南信誓旦旦的保证 你和他们都是一伙的 我不会相信你的鬼话 赵胡现在 对李家人恨之入骨 眼前这人是李慧然的未婚夫 他当然不会相信 如果你非要插手 你不但报不了仇 还会给你自己 和你的妻子 招来杀身之祸 陈南眯着眼睛道 赵胡顿时就安分了许多 这人说的不无道理 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外卖员 而李家 是一个他永远得罪不起的商业家族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钱 随随便便就可以弄死自己 自己死了 倒也没什么 但老婆和家里年迈的父母呢 沉默片刻后 赵胡望着陈南问道 那我该怎么做 陈南开口道 你先带着你妻子躲一躲吧 其实 他心里还有一个疑点 李长平要害死自己的亲兄弟 到底是为了帮助李云山一家 还是有其他原因 如果只是帮助李云山 争夺李家的资产倒还好 若是其他原因 恐怕整个李家 都将面临灭顶之灾 赵胡跪在陈南跟前祈求道 我儿子和我七姐死不瞑目 陈南点头道 我会尽力而为 送走了赵胡 天已经黑了 陈南从沙发旁边的角落里 拿出自己的布袋 里面是一套黑色镜装 与一张白色笑脸面具 还有一把血红的菱形匕首 这是他执行暗杀任务时的标配 暗网杀手排行榜 替林笑面死神 不过这一次 陈南不是为了杀人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十二点 陈南站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的笑脸面具 不禁有些恍惚 距离上一次穿这套衣服 已经过去四年时间 滴滴 床上的智能机 传来震动和铃声 是李慧然打来的视频电话 陈南摘掉面具 钻进被窝 只留一个头在外面 然后装出一副 睡眼惺忪的样子接视频 李慧然穿着一套粉色睡衣 坐在床上 有些尴尬道 陈南 是不是我把你吵醒了 陈南打着哈欠说道 知道就好 这么晚了还不睡 李慧然抿了明嘴唇 我睡不着 陈南见李慧然 眉宇间带着一抹忧色 笑问道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嗯 我说了你可不能生气 你说 我爷爷让我嫁给皇后 皇家已经决定 在我生日当天 上门提亲 哦 哦 你就这反应吗 李慧然鼓着腮帮子道 提亲而已 又不是结婚 陈南笑道 拜托 你现在是我的未婚夫呢 你就没有那么一点粗意吗 李慧然心里有些失落 我知道了 你只是为了完成 你师父交给你的任务 你根本不会喜欢上我对吗 第27章 为何要害李长安 感情这种事 不是应该双向奔赴吗 陈南笑迎迎说道 李慧然有些发愣 怎么才算双向奔赴 陈南挠头道 我没谈过恋爱 你问我也没用 大概就是你喜欢我 然后我也喜欢你 李慧然扑斥一笑 你给我的感觉 的确不一样 虽然我们才刚认识 但有你在身边 我感觉很安心 也许这就是喜欢吧 陈南黑黑一笑 喜欢就好 等老爷子恢复记忆了 我们就去领证 那你呢 你对我什么感觉 李慧然翘脸上 露出好奇的表情 陈南愣了愣 随即说道 我想保护你 虽然只有短短五个字 但李慧然心里 像吃了蜂蜜一样甜 脑海里情不自禁想到 陈南就自己和周雪的画面 大概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有一种 和陈南在一起 绝对安全感爆棚的感觉 李慧然甜甜笑道 时间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吧 我也要睡了 晚安 陈南到了句晚安 便挂了电话 随手将手机丢在枕头上 戴上面具 就直接从窗户跳了下去 李氏庄园 李长安的大哥李长平 以及两个堂哥 都有独栋别墅 李长平的别墅书房中 李长平哈欠连天的 把桌上的书籍 放在书架上 然后就回卧室睡觉 进入卧室 打开灯后 关上房门往床上走去 刚走到床边 就发现 窗户边站着一个面具人 李长平打了一个机灵 转身就往外面跑 就在伸手准备开门的时候 身后传来一阵破空声 他转过身去 只见一柄红色匕首 顺着自己耳朵边 扎在门上 李长平吓得双腿发软 颤抖着声音问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 此人能避开李家的安保系统 来自己房间 明显不是普通人 自己似乎没得罪什么人 这样的高手 怎么会找上自己 难道是张狐请来的人 为何要害李长安 面具人阴侧侧的问道 什么意思 我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李长平眼神闪躲 不敢指示面具人的目光 你让保姆给李长安 注射生化药剂 那药剂是从哪里来的 陈南压着嗓音继续问道 什么药剂 我 我完全听不懂 你在说什么 李长平眼神不断变换 陈南从兜里 掏出一根微型注射器 缓缓走向李长平 应笑道 这里面是癌细胞和催化药剂 只需要一个晚上 就能让你从没事人 成为癌症晚气 李长平闻言 浑身如筛康时的颤抖 你 你 你别过来 他不敢质疑 这面具人的话 毕竟这种药剂的效果 他已经亲眼所见 李长平被陈南那小子给救了 自己可没那么幸运 你 你是他们的人 你们连我都不放过吗 他此刻只能把这面具人 和给自己要剂的那人联系起来 听见李长平的话 陈南心里一阵暗叹 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李长平口中的他们 应该就是储家的人了 如果不想死 就回答我的问题 陈南已经走到李长平跟前 手中的注射器针头 散发着森森寒光 李长平嘴唇直哆嗦 他盯着陈南问道 你 你不是他们的人 他现在才反应过来 如果是他们的人 应该不会问自己 为什么要害李长安 你说的他们是谁 陈南淡淡问道 李长平目录迟疑 还是没有回答陈南的问题 陈南冷哼一声 手中注射器 直接扎在李长平胸口 大拇指缓缓放在推药杆上 别 我说 我说 李长平瞳孔一阵剧烈收缩 忙不迭喊道 陈南拔出注射器 目光森冷地看着他 李长平深吸一口气 缓缓说道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给了我十五亿 让我想办法除掉李长安 他小心翼翼看向面具人眼神 见他眼神冷冽无比 便继续说道 我当时是拒绝的 但他们以我家人的生命安全威胁我 我告诉他们 李长安已经患了绝症 命不久矣 但他们又给我一种药水 让我把药水注射进李长安体内 这样便不会被任何人查到 陈南淡淡问道 那李长安现在为何淡然无恙 问这个问题 是想洗脱自己是陈南的嫌疑 李长平苦笑一声 有个从天原山下来的山野村夫 他居然把李长安从鬼门关拉回来了 陈南继续追问 保姆之死也是你安排的 李长平立刻摇头 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 应该是他们安排的 陈南举起手中注射器 推出一点透明液体 继续问道 李云山一家也知道此事 李长平打了个寒战 连忙点头应道 是的 他们也知道 他们还说 如果我能帮他们弄到李家的家产 会分我一半 碰 李长平刚说完这句话 外面便响起一道震耳欲聋的枪响声 几乎是在枪声响起的同一时间 陈南便猛地将李长平推到一边 而他自己则是脑袋一歪 一颗三公分长的子弹 擦着陈南并发而过 吃 子弹没入墙体 混凝土浇灌的墙体 被轰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陈南转过身 一个剑步跃向窗外 目光眺望千里之外的 一栋摩天大厦 碰 又是一道枪响 陈南伸出两根手指 夹住了子弹 大厦某一层的窗户边 一名穿着保安制服的中年人 目入骇然 他娴熟地将重居 拆卸成零件 放进一个手提袋中 随即迅速逃离现场 一个小时后 大量巡舰车来到李氏庄园 李家众人 全部坐在李长安别墅的客厅中 李长平一脸惊魂未定 其余人也是魂不舍首 早已没了睡意 李云海忧心忡忡问道 大伯 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啊 李长平连连摇头 我能一把老骨头 早已不问商场上的事 还能得罪什么人 他不敢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与其死在那些人手中 他也不愿让李家人 知道自己为了钱 要害死自己的亲弟弟 否则 自己与家人都将背负骂名 我看八成都是陈南那个扫把星 带来的祸端 杨荣荣撇嘴嘀咕道 怎么和陈南又扯上关系了 陈南已经被赶出了李家 你们还想怎样 马兰冷冰冰地看向杨荣荣 陈南没来之前 我们李家不是好好的 这个扫把星一来 先是老爷子病危 然后 闭嘴 第28章 龙腾集团来人了 李云山脸红脖子粗地呵斥一句 杨荣荣吓得浑身一抖 意识到自己差点说漏嘴 赶紧老实巴交地闭上嘴巴 李慧宁也极其不满地 瞪了自己母亲一眼 母亲什么都好 就是说话的时候 口无遮拦 老爷子病危的事 好不容易才隐瞒过去 现在又被提出来 若是老爷子恢复了记忆 他们一家人 还能安然无恙地坐在这里吗 李云山小心翼翼看向李长安 见父亲正捏着鼻梁发愁 这才暗自松了一口气 冯兰淡笑着说道 爸 你都听见了吧 你之前的确是病危 被送进了江州医院 高院长还请来了情神医 他们都无法治好你的病 最后是陈南给您治好的 李云山怒道 冯兰 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李云海冷声道 谁胡说八道 心里没点数吗 够了 李长安一声怒吼 两家人立刻安静下来 李长安冷冷 看向自己这两个儿子 道 现在不是研究我 有没有生病的时候 一家之主的气场 顿时镇住了所有人 李长安对吴雷说道 吴对 今晚就麻烦你们 好好调查凶手 明天我会增强 李氏庄园的安保系统 吴雷点头道 李老放心 我们一定连夜调查 此次事件的真凶 李长安站起身 看向李云山和李云海一家 你们明天还有工作 都去休息吧 陈南回到楼下 避开摄像头 顺着墙壁 犹如一只壁虎般 爬进公寓房间 洗漱一番后 钻进李慧然 曾经睡过的被窝里面 毛茸茸的宝毯盖在身上 非常舒适 从枕头下拿出智能机 看见有李慧然发来的消息 家里发生枪击事件 太恐怖了 要是有你 陪在我身边就好了 你们有给老爷子喝药吗 陈南快速回复了一条信息 刚发出去三秒 李慧然就回信了 要是买来了 我妈正在想办法 和张姐沟通 你为什么这么晚还没睡 做噩梦了 怕不怕 过来姐姐抱抱 李慧然全然忘了刚才的惊恐 脸上也浮现出了笑意 我一个大男人 有什么好怕的 你赶紧睡觉吧 哼 直男 我睡了 晚安 李慧然气呼呼地放下手机睡觉 李长安的卧室里 李长安坐在床上 他从手机通讯里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什么高院长的电话 李云海说 高院长是自己的老战友 如果真的老战友 自己不可能连他的电话号码都没存 他又翻到张律师的电话号码 沉思半天后 还是拨打了过去 董事长 张律师 我之前患了癌症晚期 没有啊 张池立即说道 李长安眸子微微闪烁 淡淡道 你帮我查查江州医院高院长的电话 一间普通的公寓房里 张弛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好的董事长 您稍等片刻 他从床头柜上拿起平板电脑 忽然又停下了动作 而后从微信里找到李慧明的头像 李总 董事长让我帮忙查查高院长的电话 告诉他好了 医院那边我们已经沟通过了 好 好的 张弛一脸落寞地找到高院长号码 将其报给董事长 李长安用纸笔把电话号码记下来 随后拨通了这个号码 老高 这一次 李长安相信了李云海的话 如果李云海一家说的是真的 那么李云山一家很有可能和医院打招呼 自己找高院长 可能什么都问不出来 所以 自己首先得装作恢复记忆了 高院长愣了几秒 随后问道 你是 老高 你告诉我 我的病是不是陈南治好的 你是谁 陈南又是谁 高院长有了些怒意 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说完 便挂断了电话 李长安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脸色极其复杂 高院长好像真的不认识自己 也就是说 李云海一家 还真是为了争夺家产 才编造出了一些谎言 这谎言漏洞百出 李云海是蠢了一点 但出身名门的马兰 不至于这么傻吧 思索片刻后 李长安长叹一口气 然后缓缓躺下歇息 高院长家 妻子迷迷糊糊问道 谁啊 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高院长靠在床头 点燃一支香烟 狠狠吸了一口 老李打的 他已经知道 李长安失去了短暂的记忆 但昨天已经收到了警告 必须与李长安装作不认识 否则他的家人 都会出安全事故 起初高院长也不以为然 但昨天下午 他的小孙女 就被一个陌生男人 给接出了学校 次日中午 李氏庄园加强了安保系统 李长安从保镖公司 雇佣了近三十人 整个李氏庄园戒备森严 王家王宇登门拜访 李云山一家脸上挂满了笑容 李长安也是容光焕发 笑得合不拢嘴 不管怎么说 李惠宁嫁入豪门 也算是给李家光宗要组了 就在众人其乐融融吃饭的时候 李惠然兴奋地跑了进来 爷爷 龙腾集团的总裁来了 此言一出 众人皆是猛的一颤 龙腾集团 江州十强企业之一 全国各地分公司十六家 每一家公司都有近三万人 就算放在全国 也能排进五十强 这个超级集团 涉足商业领域 有汽车 手机 电脑 平板 游戏机等一切电子产品 无数芯片公司都想与其合作 华创公司主要生产生机 由于自身品牌缺陷太大 平时大部分收益都来源于代加工 而龙腾集团 更好有大量需要代加工的产品 不但李惠然的芯片公司 想与龙腾集团合作 李惠宁家里的公司亦是如此 只是 众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龙腾集团的总裁会 亲自来李家 多跟我出去迎接刘总 李长安带着众人出去迎接 就连王宇都跟了出去 庄园外面 一名长相妖娆 穿着性感火辣的美女 正抵抗着一辆法拉利 这辆法拉利后面 还有大辆超级跑车 甚至比王宇车库里的车还要多 亲姐 就一个小家族而已 咱们有必要安排这么大排面吗 一名短发美女不解的问道 我也很好奇 一个连三流家族都算不上的李家 为什么能让那个狗男如此重视 第二十九章 错把王宇当陈男 柳青刚说完这句话 那短发美女的包里 便响起了一阵电话铃声 短发美女拿出手机瞥了一眼 在看见电话上的备注后 顿时精神一震 亲姐 陆少爷的电话 柳青接过手机 然后滑动接听 有屁就放 短发美女 忍俊不禁的笑了笑 电话那头 是荆州超级世家陆家的太子爷 脾气怪异 喜怒无常 但唯独对亲姐相敬如宾 你昨天没去李家 电话那头 传来陆涛冰冷的声音 听见陆涛语气不善 柳青脸上的傲娇 立刻收敛 解释道 昨天 昨天 有个国外的大客户 所以耽误了 我现在已经到李世庄园门口了 什么狗屁大客户 怠慢我男哥 我分分钟 让你龙腾集团破产 陆涛丝毫不给柳青留言面的吼道 我 嘟嘟 柳青话没说完 陆涛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短发美女 也是头一次见陆少发火 暗自为柳青捏了把冷汗 柳青把手机递给短发美女 狮神道 走吧 我们去李家 见见这个男哥 陆家是一个传承三百年的财阀家族 其投资的企业遍布全球 自家的商业帝国更是庞大无比 而陆涛又是一个极其自傲的人 其余世家的公子哥 见了他也得喊一声涛歌 能让陆涛喊歌的人 他还从未听说过 就在这时 李长安带领着李家众人匆匆走来 刘总大驾光临 离某有失远迎 还望见谅 李长安笑呵呵地拱手作一 说话的同时 眼角余光瞥见 停靠在马路两边的超级跑车 价值敬意的顶级豪车 李家众人不禁吸起L凉气 不愧是江州十强企业之一的女总裁 这排场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李老客气了 是我们不请自来 还请李老彪见怪 柳青面带温和的笑意 主动伸出手和李长安握手 李长安的内心激动且澎湃 放在平时 他连见柳青的资格都没有 而今天 自己居然有幸与柳青握手 李长安扭头对李云海说道 云海 你去让小张天几副碗筷 李云海不敢怠慢 赶紧转身往别墅跑去 李长安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柳总请 李老先请 柳青罕见的放低姿态 这一幕 让李家众人瞠目结舌 李慧然小心翼翼问马兰 妈 柳总该不会是为了 和我们合作才来的吧 马兰目录沉思 听见女儿的话 她苦涩的叹息 恐怕是王家请来的 她很清楚 自己几斤几两 即便是动用李家的关系 之前也只拿到一笔三千万的订单 后来王家插手 这笔订单还被取消了 今天王家的大少爷来李家 龙腾集团的总裁 后脚就到 他也只能把刘总的到来 和王宇联系到一起 李慧然闷闷不乐地低下了头 有王家这层关系 大姐一家 将平步清云 亲爱的你真厉害 连刘总都能请过来 李慧宁兴奋地 挽住王宇的胳膊 也不顾人多 直接点起脚尖 在他脸上留下一个口红印 王宇双手插兜 淡淡笑道 我也只是让我的一个同学 和龙腾集团打个招呼 没想到他把柳青喊来了 你们好好准备一下 龙腾集团 应该会和华创签订合作关系 他确实找过龙腾集团的人 不过 那是帮李慧宁 切断龙腾集团 和华美公司的合作 李云山夫妇听见王宇的话 激动得热泪盈眶 能和龙腾集团合作 华创公司的未来 一定会无限辉煌 杨蓉蓉肥胖的脸上 堆满了笑意 他瞥了一眼 气质比自己 高出无数档次的马兰 环步上前横在他跟前 故作差一道 弟妹啊 我听说 你厚着脸皮 动用马家的人脉 拿到和龙腾集团的合作权 这刘总应该是来 和你们签约合作关系的吧 李云山听见自己妻子嘲讽马兰 心底也是一阵暗笑 这招杀人诛心 确实用得不错 马兰博览群书 满腹经伦 平时即便被自己一家 压着也能游刃有余 他也想看看 马兰心念念的龙腾集团 和自己的华创公司合作 这个女人 又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李慧然厌恶地盯着杨荣荣 但又敢怒不敢言 马兰微微抬眸 大嫂说笑了 我可没那个能力 请来刘总 大嫂脑子里装的知识多 妹妹还寻思 是嫂子请来的呢 她的意思很明显 刘总不是自己请来的 也和你们一家没什么关系 至于说 杨荣荣脑子里装的知识多 实则是暗朝她肥头大耳 知母没若女 李慧然听出了母亲话里的意思 脸上浮现出不是很明显的笑意 杨荣荣还是头一次听马兰夸自己 认为自己占了上风 笑得脸上肥肉乱颤 知道就好 弟妹你放心 等你们公司破产了 姐姐肯定给你 留一个扫厕所的岗位 很快 众人回到客厅入座 柳青清澈的目光 扫视一圈后 看像坐在一起的王宇和李慧宁 只是一道目光 便让李慧宁一家 神色振奋 他们更加确定 刘总是为他们一家来 王宇端起酒杯微笑道 刘总 初次见面 我敬你一杯 柳青赶忙端起酒杯 含蓄浅笑 还是我敬你吧 整个李家 只有这位年轻人入座 说明他的身份地位 极其不简单 他应该就是老公口中的南哥 王宇见柳青 对自己如此客气 嘴角更是扬起自信的弧度 他甚至怀疑自己的老同学 是不是和柳青有一腿 一杯酒下肚 王宇温文尔雅地问道 刘总今天来李家 是为了与李家合作吧 柳青以为陆涛 只是想暗中扶持南哥 所以南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来意 他轻笑道 是的 近段时间 我们市场不决定给黑洲那边 出口一批手机 所以 刘总 黑洲贫穷又落后 高端数码产品 恐怕很难占领黑洲市场 李慧宁鼓起勇气 打断了柳青的话 黑洲的人力物力比较便宜 若是在那边建立生产线还行 在那边卖手机 怕是连成本钱都卖不回来 柳青但柳青 心里有些好奇 他只是想要华美集团的芯片 这小美女 怎么关心起了手机的事 我们可以博力多销 黑洲人口不比我们国家人脱手 而且我们早已有多个合作渠道 可以保证日销售20万台以上 第30章 合同是不是拿错了 这句话 直接把李慧宁给震撼的张大了嘴巴 华创手机 在国内的销售最高纪录 也不过2万台左右而已 果然 还是得龙腾集团这样的超级企业 才有经销门路 柳青扭头看向短发美女 小爱 把合同拿过来 小爱身边的一名保镖 立刻从手提包里 拿出一份合同 李家众人神色振奋 内心的激动无以复加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那份合同 柳青把合同递给李慧宁 这是我们与贵公司的合作协议 第一笔订单20亿 签订完合同后 我们会在三个工作日内 预付50%款项 20亿 还只是第一笔订单 纵使是李长安 此时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李云山不断地咽着唾沫 他内心犹如惊涛骇浪般翻涌起来 杨荣荣更是开心的手舞足蹈 王宇给了两个亿的彩礼 许诺结婚后 给李家投资十个亿 可那都是投资的金额 王家也会分走一般的利润 而且本金也不是他们的 柳青给出的这笔合同 那是实打实的钞票啊 20亿的订单 是指龙腾集团在华创公司 购买价值20亿的手机 按照华创公司手机的批发价算 每台手机1000块左右 20亿可以购买大约200万台手机 而华创公司的千元机成本价 在800左右 每一台赚200块 200万台手机可以赚4个亿 这是他们10年也赚不来的钱 而且还仅仅是第一笔订单 按照龙腾集团的渠道销售保证 每天卖20万台手机 200万台手机只需10天就可以卖完 也就是说 华创公司接下来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 第一个4亿净利润过后 还有很多4个亿 有龙腾集团的如此扶持 李家想不崛起都困难 李长安见李慧宁发愣 赶紧提醒道 傻孩子 还不快把合同接过来 李慧宁缓过神 颤抖着手接过合同 李慧宁脸色有些发白 单单说道 爸 妈 爷爷还有刘总 我身体不适 失陪了 说完 往楼上自己房间走去 原本龙腾集团是和华美公司合作的 这份荣耀应该是属于自己一家 到头来 却是被李慧宁捡去了 他知道 自己再也没有翻身之地 李慧宁翻开合同 李云山笑容满面地递过去一支笔 然而 李慧宁在看见合同上的内容后 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他以为自己看错了 那你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顿时 李慧宁只感觉五雷轰顶 李长安正笑呵呵地给柳青敬酒 柳青也是轻声笑道 李老 您孙女可是找了个好夫婿啊 李长安微微一愣 随即乐呵道 那是我孙女八百辈子修来的福饭 王宇毕竟是江州第一豪门的大少爷 估计也没人说他不好 不过能让刘总亲口夸奖 说明这王宇的身份不止于此啊 李长安端起茶杯 眼角余光 多看了王宇几眼 当他注意到 李慧宁还在发呆的时候 不由一笑 慧宁啊 赶紧把字签了吧 二十亿的合同 只有双方签完字后 才算正式敲定 所以一般签合同的时候 几方都会表现得迫不及待 这个丫头到底是太年轻了 被这笔巨额订单给下得不轻 慧宁 你还在等什么 李云山也是低声提醒道 王宇健壮 拿起合同阅览 看见合同上内容的时候 脸色微微一变 刘总 这份合同 你是不是拿错了 王宇平时本就心狠手辣 脸色一变就带着一股怒意 让人不寒而栗 柳青也是被王宇给吓到了 立刻扭头 看向小爱怒斥道 你拿错合同吗 小爱吓得浑身一颤 紧张道 不 不会吧 我检查了十二遍合同 确定没问题 刘总刚从国外赶回来 就要和李家合作 而且还是一笔价值二十亿的订单 他哪敢有半点含糊 柳青也相信 小爱的办事能力 否则也不会把他 留在自己身边做秘书 王宇把合同还给柳青 我女朋友的公司叫华创公司 你们要合作的是华创 而不是华美 小爱闻言 立刻解释道 我们合作的就是华美公司 华创是生产手机的 华美是生产芯片的 我们要的是华美的手机芯片 此言一出 整个别墅都安静了 所有人保持着定格姿势 就仿佛时间在这一刹那 停止了流逝 王宇见过大市面 几十亿的订单也不是没见过 他皱起眉头问道 刘总 你确定 你们要合作的是华美公司 而不是华创公司 应该不会有错吧 柳青深深吸了一口气 此刻大脑也有些紊乱 因为时间关系 他都没时间好好理家 只知道 理家有两个公司 一个是生产芯片的华美公司 一个是生产手机的华创公司 陆涛告诉自己 购买华美公司的芯片 绝对不会出问题 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来了 这个男人 到底是不是男哥 小爱作为柳青的秘书 自然是猜出了柳青心里的想法 他小心翼翼问道 王宇少爷 您是不是 还有其他名字带男子 王宇摇头道 没有 文言 小爱看向柳青 尴尬道 青姐 我忘了 你不认识王先生 他是江州首富王宇的孙子 王宇在江州的知名度非常大 但还没资格引起 十强企业总裁的重视 尤其是刘总经常去国外 要么就在其他份公司 柳青单大地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错把王宇当陈男 还以为李慧宁是华美公司的总裁 小爱郑重说道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们龙腾集团 是与华美公司合作 啪哒 李云山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脸色发白 双目无神 仿佛丢了魂 杨蓉蓉呆呆呆坐在椅子上 脑子里一片空白 龙腾集团和华美公司合作 龙腾集团 怎么可能和华美公司合作呢 自己刚才还各种嘲笑马蓝 到头来 小丑竟是自己 不 不会的 李慧宁苍白着脸摇头 疯了似的 抓住王宇胳膊问道 宇哥 这不是真的 一定是刘总拿错了合同对吗 第31章 这都是我的功劳 这可是20亿的订单 华美公司凭什么签这份合同 他李慧然 又什么有资格让刘总 亲自带合同来李家 一定是刘总拿错了合同 这份合同 是马家找龙腾谈下来的 是被宇哥阻断的那份合同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的 李慧宁抓着王宇的胳膊 使劲摇晃 王宇眯了眯双眼 似乎有些不耐烦 不过还是忍住了 马家谈下的那笔订单 是3000万 这笔订单是20亿 两者之间差距 犹如云泥之别 明显不是自己阻断的那笔订单 李长安此时已经缓过了神 明明是王宇请来的刘总 怎么突然和华美公司签约了 他瞥了一眼马兰 只见马兰也处于震惊之中 显然马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柳青满脸尴尬的解释道 李老 实在抱歉 是我们粗心大意 所以导致这么一场闹剧 李长安赶紧摆手硬化 无妨无妨 华美和华创 都是我李家的公司 承蒙刘总看得起我李家 柳青淡淡一笑 随后直接问道 李老 我向你打听一个人 柳总但说无妨 这个人名字 清剑 就在这时 小爱走上前 在柳青耳边嘀咕了几句 就在刚才 柳青的手机收到了 陆涛发来的消息 不要试图去调查南哥 该告诉你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小爱把陆涛的原话 一字不差地告诉了柳青 柳青点了点头 对李长安笑着说道 没事了 赶紧让华美公司的主事人 来签字吧 李长安一脸发猛 但也没想太多 立刻看向李云海说道 云海 你来签字 李云海哆嗦着站起身 半天也没挪动一步 激动的心情 已经让他忘记了怎么走路 马兰抓住李云海的手腕 看向老爷子说道 爸 这份合同应该 让惠然来签 李长安笑着点头 你们自行做主就好了 虽说他是两家公司的董事长 但众星一直都放在华创公司 华美公司 都是李云海一家全权负责 现在由谁来签字 便让他们自行抉择 马兰去楼上 把李惠然喊了下来 李惠然起初还不相信 直到母亲快要发火 他才跟着下来 签完合同 整个人都有种 在做梦的感觉 李惠宁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饭都没吃 就跟着王宇走了 李云山和杨荣荣 还得监督老爷子的一举一动 只得硬着头皮 陪着众人吃饭 只是 整个饭局下来 两人都没抬起头过 李惠然给柳青敬了几杯酒 喝得小脸红扑扑的 酒足饭饱 龙腾集团的人离开了庄园 老爷子喝多了 便回到房间休息 李惠然拿起手机 就出去给陈南报喜 李云海夫妇坐在沙发上 脸上挂着浓浓的笑容 兰兰 你也太了不起了 能谈下二十亿的大项目 李云海有种地夸奖道 马兰白了李云海一眼 你还真看得起我 别说是我了 就算是我爸亲自出马 也不可能谈下二十亿的项目 李云海愣住了 不是你 那 是陈南 刚才刘总的秘书问王宇 是不是有其他名字带男子 我想 他们是为了陈南而来 然后又错把王宇认成了陈南 这一边 陈南一觉睡到大中午 还是被李惠然的视频电话吵醒的 接听电话 打着哈欠问道 想我了 李惠然笑嘻嘻道 那你想我没 你想我的时候 我肯定在想你 没有 陈南淡淡应了一声 李惠然小嘴一绝 那我也没有想你啊 陈南又问 看你心情好像挺不错呀 我今天心情超级好 我告诉你啊 龙腾集团和我们签下了一个20亿的大项目 李惠然兴致勃勃的说道 哇 这么厉害 陈南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 李惠然点头说道 那是 肯定是舅舅的功劳 他只知道自己舅舅在龙腾集团做业务经理 除了舅舅 实在想不到第二个人 陈南笑我盈盈道 别瞎说 这都是我的功劳 所以你打算怎么谢我 李惠然皱着鼻子道 哼 你又不是我舅舅 我不跟你说了 我们得立刻去公司召开紧急会议 匆匆挂断电话后 李惠然回到别墅 喊上爸妈去总部开会 陈南把手机丢在旁边 再一次打了个哈欠 滴 滴滴 床头柜上的老人机又响起了铃声 陈南拿起手机瞥了一眼 是个没打备注的电话 下山之后 他只把号码告诉了两个人 一个是云天和 另一个是秦忠明 云天和的手机号码比较特殊 只有七位数字 所以这个电话是秦忠明打来的 陈南拿起手机 按下接听键 那头立即传来秦忠明的声音 师叔公 何点 有话直说吧 陈南淡淡道 王老板想见见您 秦忠明小心翼翼道 不见 陈南毫不犹豫的拒绝 昨天给过王家机会了 那是他们自己不懂得珍惜 秦忠明苦涩的说道 师叔公 实不相瞒 我带领市门的人在山区议诊 而王老板 昨天为我们的议诊团队 捐了两个亿 陈南心照不轩的笑了笑 这不是好事吗 捐钱是假 讨好秦忠明才是真 不过这秦忠明还真敢收 师叔公 我也不想收 但我想多帮帮那些贫困山区病患的家庭 那些人吃不饱 穿不暖 还遭受病痛折磨 我是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啊 行了 少来这一套 你带他去我们昨天吃饭的地方 陈南开口打断了秦忠明的话 好歹也喊自己一声师叔公 这钱都收了 总不能让他办不成事吗 至于秦忠明 是不是要帮助那些贫困山区 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师父慈悲为怀 给全国各地无数山区捐了大量的资金 更是周游世界 玄乎济世 行善积德 大师兄带出来的门徒 肯定也会继承师父的意志 陈南穿好衣服 洗了把脸 便直接出门了 幸福餐馆外面 三辆豪华的劳斯莱斯 缓缓停下 引得餐馆里的众人纷纷侧目 车门打开 四五名保镖下车 然后是几名身着堂装 或中山装的中年人 最后才是两名老人 和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美少女 爷爷 这么脏的地方 真的能吃饭吗 第三十二章 首富的诚意 美女看着满是油渍的招牌 翘脸上写满了嫌弃 她穿着米蓝色长裙 白色长筒袜 和一双纯白色布鞋 一头漆黑如墨的绣发 垂直在腰间 精致的五官 均匀分布在白 吸得瓜子脸上 她眉头微皱 便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惜 这不是话疼爸爸的小孙女王珊珊吗 胡说 明明是我媳妇 卧槽 你们脸能不能在后点 几个瓜大白的年轻人围在一起 嘻嘻哈哈 声音不大 但被耳间的王珊珊听见了 她柳眉倒促 对身旁一名保镖说道 清场 保镖微微招收 身后四五名保镖 全部冲进店里 餐馆里的客人都被吓得不轻 更有人连带着凳子摔倒在地 王化腾皱着眉头说道 你们都给我回来 为首的保镖 都已经掏出了一叠钞票 他们清场 也不是强行把人赶走 而是先给几百块好处费 实在不愿意走的 他们才会强制性动手 听见老板发话 几名保镖又退了出去 王珊珊嘟着嘴撒娇道 爷爷 我才不要和这些肮脏的人靠得太近 他们身上那么脏 太影响我心情了 那软弱的声音 听得几名热血方刚的青年 血气上涌 纷纷用眼角的余光 注视着这位第一豪门的女神大小姐 王化腾美好气道 让你不要来 你偏偏要来 来就来了 还这么多要求 你真当整个江州都是你的吗 这是他二儿子的女儿 从小娇生惯养 一点苦也没吃过 他担心小孙女惹事 本不愿带她过来 奈何禁不住这丫头的软磨硬泡 其次嘛 他心里还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想法 王珊珊见爷爷有些生气 这才收敛了一些 只敢乖巧的跟在爷爷身边 王化腾无奈的摇摇头 随即看向秦忠明笑道 让秦深一见笑了 秦忠明经常接触豪门 对这些豪门世家的千金大小姐 也见怪不怪了 他也不想纠结这个话题 笑着说道 昨天我和师叔公 便是在这家餐馆喝了几杯 想必师叔公 是喜欢上这里的饭菜味道了 所以才把见面地点定在这里 王化腾笑着点头 那我今天一定要尝尝这里的饭菜 王珊珊一听说 还要在这里吃饭 立即感觉头皮发麻 他侧目看向其他饭桌 几名刮大白的青年 正夹着红溜溜的大肠 往嘴里塞 另一桌 几个掉了牙齿的老人 夹着大块的肥肉 塞进嘴里咀嚼 随着嘴唇如动 大量油水顺着嘴角流下 呦 王珊珊吓得脸色发白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差点没把早上喝的牛奶给吐出来 秦忠明找老板腾了一张桌子 饭店老板一边用黑曲曲的抹布擦桌子 一边看向外面的豪车和一群保镖 不由紧张问道 老秦 这些人都什么来头 秦忠明笑着道 江州首富王华腾 啪 饭店老板吓得手中用力 把桌子板都给按翻了 自己这家小店居然迎来了江州首富 秦忠明说道 按照昨天的菜上 有什么好酒 你也不要小借 饭店老板快速装好桌子 点头说道 我待会儿回家 把我太爷爷藏在地窖中的老酒拿过来 秦忠明把王华腾带过来入座 王珊珊看着那包姜反光的凳子 实在不敢入座 直到老板拿来一个新的凳子 他这才在凳子上铺满纸巾 随后坐在凳子上 桌上油腻的反光 王珊珊忽然有些后悔 跟着爷爷出来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 陈南来到饭店 秦忠明赶紧迎了上去 师叔公 陈南面色平静地点了点头 跟着秦忠明走向王华腾那边 王华腾此时也已经站了起起来 拱手说道 王某见过师叔公 正在玩手机的王珊珊 抬头瞥了一眼陈南 顿时就愣住了 这也太年轻了吧 他真是秦神医的师叔公 叫我陈南就好了 陈南看都没看王华腾一眼 他自顾自地坐在一张凳子上 拿起筷子就开始吃菜 一觉睡到大中午 他肚子里早就空了 喂 我爷爷跟你打招呼呢 王珊珊实在看不下去 皱着眉头提醒了一句 陈南夹起一节醋溜肥肠 塞进嘴里 又刨了几口米饭 这里的饭菜 比自己在天原山上做的饭菜 好吃多了 王珊珊见陈南不搭理自己 怒气更胜 你 珊珊 不得无礼 王华腾狠狠瞪了王珊珊一眼 昨天王宇得罪了陈南 他可不想 今天王珊珊又把人家给得罪了 陈南淡淡看了王珊珊一眼 随后对王化腾说道 先吃饭吧 今天这顿我请 秦忠明给两人各自倒了一杯饭店老板心 取来的酒水 王化腾端起酒杯 真诚地说道 昨天我那不争气的孙子 得罪了陈神一 希望神一不要放在心上 这杯酒 就当是我替王瑜给陈神一道歉 说吧 他一口喝光了被子里的酒 那卑躬屈膝的态度 着实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这还是他们认识的江州首富吗 居然主动给一个年轻人道歉敬酒 陈南并没有喝酒 他继续吃着饭菜 小子 我爷爷跟你道歉呢 王珊珊又忍不住了 自己的爷爷是身份 江州首富 哪怕是江州州长 见了也得客客气气 爷爷主动给他道歉 他还装聋作哑 闭嘴 王化腾立声呵斥一句 王珊珊吓得一个机灵 随后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爷爷 从小到大 还没人凶过他 虽说爷爷喜欢堂哥多一点 但对自己也很宠溺 今天 爷爷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凶了自己 王化腾从兜里拿出一张支票 放在桌上 然后缓缓推到陈南跟前 陈神医 这里是十个亿 是我王家道歉的诚意 治疗我夫人的费用 不包含在里面 十个亿 饭店里的那些客人 全都只感觉自己喉咙 被什么堵住了似的 十个亿啊 那是十个亿啊 是他们做梦不赚不来的钱 而那只是首富 给一个年轻人道歉的诚意 这年轻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王珊珊此时也有些发愣 她知道 哥哥昨天得罪了一个人 现在看来 就是眼前这个人了 只是 她没想到 爷爷为了堂哥收拾烂摊子 居然拿出十个亿 这笔钱对爷爷而言 算不上什么 对于整个家族 更是九牛一毛 但对于自己来说 也是一笔巨大的天文数字 就连堂哥一年的零花钱 也没十个亿这么多 陈南漫步进行 扫了一眼支票上的金额 随后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第三十三章 老板 给小仙女上一份牛扁汤 她确实对钱没什么兴趣 但也不会跟钱过不去 从山上下来 只有六十来块钱 要想安稳生活 没钱确实不行 王化腾见陈南喝了酒 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这杯酒 本就是帮孙子赔罪的 陈南喝掉这杯酒 说明他原谅了王宇 昨天犯下的错 王珊珊越看陈南越不爽 但爱于爷爷在这护着此人 他也不好发作 陈南大快朵移地吃着饭菜 王化腾健壮 也不好提起妻子的病 他拿起筷子笑着说 珊珊 先随便吃点吧 秦神医的师叔公 请自己吃饭 总不能连筷子都不动吧 这不是不给人家面子吗 王珊珊瞥了一眼 桌上的饭菜 立刻摇头道 我才不要 这些饭菜 喂狗还差不多 醋溜肥肠 泡胶猪肝 酸辣鸡 这些动物内脏 真是人能吃的吗 放肆 王化腾拍下饭桌 一脸怒容地 盯着王珊珊训斥道 每道菜都尝一遍 否则 我断了你的零花钱 什么叫这些饭菜 都是喂狗的 人家陈神医吃的郑欢 这不是当着他的面羞辱他吗 而且 这里还有很多普通人 这妮子 是一点人设都不要了吗 王珊珊再次被爷爷训斥 本就苍白的脸色 再次白了几分 眼眶里隐隐泛着泪花 看着爷爷说道 我不吃 大不了我不要 零花钱了 王化腾脸色铁青 扭头对身后 一名堂中年人说道 马上给郑豪打电话 从今天开始 断了他女儿的零花钱 否则 我就断他们家资金链 王正豪便是他的二儿子 也就是王珊珊的亲生父亲 堂中中年人 微笑着点头 立刻拿出手机 准备打电话 王珊珊立刻就慌了 赶紧起身说道 别打 我吃 爷爷不给自己零花钱 爸爸还会给 但是爷爷要给爸爸打电话 让爸爸断了自己的零花钱 爸爸对爷爷的话 言听计从 他真的会断掉自己零花钱 没了零花钱 自己还怎么过上流层次的生活 陈男眼角余光 看见一脸委屈的王珊珊 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这种身份尊贵的小仙女 没经历过社会上的毒打 应该好好教导一番 想到这里 他扭头对饭店老板说道 老板 给小仙女上一份牛扁汤 扑 隔壁饭桌 一名浑身是石灰的青年 喷出一口淡花汤 王珊珊扭头看了过去 那青年立刻捂住嘴 王化腾询问身旁的秦忠明 秦神医 这牛扁汤是 秦忠明脸色有些古怪 笑着解释道 牛扁汤是前东南一带 洞族村寨的著名小吃 这家饭店老板 便是洞族人 王珊珊拿起筷子 夹起一块醋溜肥肠 一只手捏着鼻子 然后闭上双眼 塞进嘴里 她甚至没有咀嚼 直接一口就吞了下去 肥肠有些大 卡在喉咙进退两难 王珊珊抓起桌上的水杯 就往嘴里灌 一口下去 又被呛得剧烈咳嗽起来 这是酒水 而且还是陈南的杯子 王珊珊一脸嫌弃的扔到一旁 然后看着爷爷说道 我吃了 你不能断我生活费 想到自己吃了一节猪大肠 他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王化腾面无表情的说道 陈神医特意给你 点了一道汤 待会儿 你把汤给喝完 王珊珊立刻就要拒绝 可他看见爷爷那一脸威严的表情 又只好低着投鹰式 不一会儿 饭店老板端上来一锅浓汤 放在煤气灶上加热后 汤锅里冒起了绿色泡泡 这啥玩意儿 跟厕所里掏出来的一样 仅仅是看了一眼 王珊珊就开始反胃干呕 就连王化腾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他回头看了一眼其他饭桌 有好几桌都点了这道汤锅 那些食客也吃得起劲 看到这一幕 王化腾放心了不少 云淡风轻道 珊珊 陈神医特意给你点的 你可不要辜负了陈神医的一片心意 王珊珊用杀人的目光看了陈南一眼 他此刻恨不得把这个男人大谢八块 陈南视若无睹 自顾自地喝着西红柿鸡蛋汤 王珊珊闭上眼睛 深深吸了几口气 随后拿起小汤勺 从锅里咬了一勺 放在嘴边轻轻吹气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王珊珊脸上 王珊珊扭头看向那些 盯着自己的农民工怒斥道 你们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们眼睛挖了 众人赶紧回过眼神 不敢再看 王珊珊看着勺子里那黄绿色的浓稠汤汁 一张好看的脸蛋扭曲到了一起 他捏着鼻子喝了一口 味道泛苦 还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兴气 更多的是各种调料的味道 陈南问道 味道还不错吧 王珊珊不想搭理陈南 憋屈地喝着难以下咽的汤汁 喝完一小碗 他生无可恋地看着爷爷说道 爷爷 我已经吃饱了 王化腾脸色一沉 必须吃完 王珊珊不敢忤逆爷爷的意思 只好继续打了一小碗 同时 拿出手机 搜索牛扁汤 王化腾又给陈南浸了一杯酒 然后才问道 不知道陈神医何时有空 我夫人近些天 身体机能似乎有所下降 我怕 陈南淡淡道 诊经十亿 吃完饭就可以去 十亿诊经 王化腾毛子微微眯起双眼 这家伙 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之前给出的十亿赔偿金 是他道歉的诚意 他认为 秦忠明的师叔公职这个价 现在这家伙 居然诊经要十个亿 就算是皇甫症还活着 也不敢这么要嫁吧 由于片刻后 王化腾哈哈笑道 只要陈神医能治好我夫人的病 十亿诊经也不是不行 哦 查到牛扁汤做法的王珊珊 捂着胸口 呕出了嘴里的汤 他翘脸苍白如指 眼里充满了惶恐 胃不禁乱 狂吐不止 陈南嫌弃的 把凳子挪到一边 秦忠明低声道 师叔公 这个玩笑 是不是开得太大了 牛扁汤这种食物 由于食材特殊 还真没多少人能接受 尤其是小女生 更何况 还是首富家的千金 陈南不以为然道 我可没逼着他吃 而且 这道菜 又不是不能吃 王珊珊怒不可饿地盯着陈南吼道 姓陈的 我记住你了 陈南淡淡道 大可不必 我有女朋友了 王珊珊杀人的心都有了 他抓起桌上的包 转身就往外走 王化腾苦笑道 陈神医别介意 这丫头 从小被骄养惯了 吃不得一点苦 陈南面色平静地说道 你们王家的人 能不能吃苦我管不着 但你最好提醒他们 最好别惹上我 王宇那件事 我就既往不救了 若是再有下一次 报废的 就不是一辆车那么简单 第34章 给王夫人治病 陈神医教训的是 王化腾陪着笑脸 应了一句 他知道 陈南有很强的武道实力 昨天也确实是手下留情了 可他很不喜欢陈南这种 带有威胁的口吻 王宇和王珊珊 都是他捧在掌心的宝贝疙 他绝不允许这两人 受到任何伤害 吃完饭菜 陈南喊来饭店老板结账 四个人才吃两百多块钱 陈南摸了摸吃撑的肚子 随后跟着王化腾去了王家 王室庄园 最中心的九层大别墅 豪华的客厅中 王宇面色阴沉地坐在沙发上 今天在李家 可谓丢尽了颜面 他正想着 如何帮李慧宁找回厂子 于少 老爷子和刘老关系很不错 如果你让老爷子出面 一定可以改变这个局面 坐在对面沙发上的黄毛 敲着二郎腿 给宇少出主意 王宇眯了眯眼睛 淡淡说道 只能如此了 刘老师柳青的爷爷 是龙腾集团董事长的亲爹 他的身份也不简单 曾服役于北域边防 身为三星统帅 连自己爷爷见了 他也得毕恭毕敬的鞠躬行李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就在这时 王珊珊带着两名保镖 怒气冲冲地走进客厅 众人目光立即看了过去 王珊珊委屈地 坐在王宇身边 哽咽道 哥 我被人欺负了 你一定要给我出切 虽然王宇不是他的亲哥哥 但对他也算是宠妮 平时有人敢欺负自己 王宇都会出手 哟 谁欺负我们家小公主了 黄毛 看向王珊珊的目光 充满了爱慕 不过 也仅仅是爱慕罢了 他很清楚 自己的身份地位 自己只是 王宇身边的一条狗 永远也不可能配得上王珊珊 王珊珊满脸怒容道 他叫陈南 这个王八蛋 让我喝了两碗牛扁汤 黄毛诧异 牛扁汤是什么 王珊珊已经懒得解释了 他不想再提起这件事 委屈的眼神 看着王宇说道 哥 你找人去教训他一顿吧 黄毛扭了扭脖子 沉声道 小公主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弄死他的 弄死 王珊珊微微一颤 有些害怕道 教训教训就差不多了吧 黄毛笑而不语 也不敢给王珊珊说太多 这时 王宇接到了爷爷的电话 挂断电话后 王宇起身说道 爷爷带陈南给奶奶治病了 我们先回避一下吧 王珊珊握紧拳头冷笑 回避他的麻 他敢狮子大开口 要实意诊惊 我倒要看看 他是怎么给奶奶治病的 要是治不好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理由教训他一顿 奶奶昏迷数年 国内国外最顶尖的医疗团队 都束手无策 更何况 一个和他们年纪 差不多的年轻人 王宇嘴角微扬 说的也是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十分钟后 王家众人全都聚集在了一起 听说家主要带一名神医 给老太君看病 众人都是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老太君都昏迷三年了 还有人能治他的病 就是 连秦神医都没办法 更何况其他人 我听说 姑父给了十亿诊惊 什么 十亿诊惊 老糊涂了吧 这事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门外传来王化腾 和秦忠明的谈笑声 众人立刻闭上嘴巴 秦神医 陈神医请 王化腾客客气气的 请两人进屋 然后 看向族人介绍道 这位是秦神医 你们应该都认识 他旁边这位是陈神医 也是秦神医的 说到这里 他目光看向秦忠明 见秦忠明点头 这才继续说道 他是秦神医的师叔公 医术精湛 妙手回春 必定能治好我妻子 秦神医好 陈神医好 王家众人 齐齐弯腰行礼 只有王宇和王珊珊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王珊珊刷了三次牙 他往手心里哈着气 然后 文文有没有意味 秦忠明赶紧抱拳回礼 不用这么客气 这些人全是王家的人 每个人手中 都掌握着庞大的商业 随意挑一人 那都是身家数十亿的存在 他可不敢在这些人面前拖打 陈南倒是没有客气 双手揣进裤兜 完全一副理所应当的神态 陈神医 请随我上楼吧 王化腾带着陈南和秦忠明 走向电梯 保姆立刻上前开电梯门 老太军的房间在四楼 进入房间前 还得穿无菌防护服 打开第一道房门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 紫外线杀菌风铃室 通过风铃室后 才能进入老太军的病房 房间一百多平米 四周雪白一片 两米宽的病床上 躺着一名瘦成皮包骨的老人 他眼眶凹陷 犹如一具风干的尸体 病床边是各种 监测生命机能的仪器 所有仪器上的数据 都显示正常 生命监测以上的线条 也非常稳定 陈南没有浪费时间 直接抓起老太军手腕 开始把脉 脉相稳定 而且强有力 一点也不像病人应有的脉相 陈南扭头看向小护士 有手术刀吗 几名小护士都愣住了 这把脉就把脉 怎么还要手术刀 王化腾开口说道 愣着干嘛 赶紧给陈生医拿手术刀 一名小护士反应过来 立刻从消毒柜里 取出一把手术刀 陈南抓起手术刀 滑向老太军手腕 住手 你干嘛 王家众人脸色大变 好几人都跑过来 要阻止陈南 王化腾脸色阴沉的钻紧拳头 不过 最后还是抬手制止了众人 都退下 妻子躺了三年 现在出了陈南 谁也没法还给妻子治病 他只有相信陈南 秦忠明脸色也极其紧张 他完全看不懂 师叔公要干什么 小护士已经拿了一个托盘 放在床上 陈南划破老太军的手后 又用手术刀在伤口里面 一阵乱脚 滋滋 血液四溅 碎肉不断掉在托盘里 王家众人紧紧皱起了眉头 几名身着华丽的妇女 甚至不敢继续看下去 他们把脑袋别到一旁 王化腾脸色发白 嘴唇不断哆嗦 很快 小护士指着碎肉惊讶道 我的天 碎肉里有虫子 文言 王化腾赶紧走过去 只见那碎肉 有几条米粒般大小的虫子在蠕动 秦神医 你认识这些虫子吗 王化腾颤抖着声音问 秦中鸣眯眯着眼睛说 应该 应该是蛊虫 不过 我不确定 还得问我施叔公 王化腾毛子里生起了希望 不愧是你施叔公 这么快就找到了冰所在 但愿我妻子能安然醒来吧 第35章 白色蛊虫 陈南的手套上 沾满了血液 他扭头看向小护士 准备血浆输血 王家既然给老太君 准备了独立病房 那肯定也准备了 相同血型的血浆 小护士不敢含糊 立马走到保险柜里 拿出两袋血浆 其余小护士 也开始忙前忙后 找来纱布和手术工具 这个医生也太突然了 二话不说 就直接开始动手术 王家众人 一脸忧心忡忡的模样 王珊珊走到爷爷身边 低声问道 爷爷 你真放心这家伙 给奶奶做手术吗 刚才陈南用手术刀 在奶奶手腕里乱脚的动作 根本就不像正常的手术 那不然呢 你来治病 王化腾皱眉 瞪了王珊珊一眼 虽说陈南的治病方式 有些特别 但他至少找出了一些虫子 而这些虫子 曾经用X光 也没能查出来 小护士给老太君 挂上血浆输血 动作很熟练 应该是受过专业训练 陈南用剪刀 剪掉老太君袖子 随后伸出两根手指 顺着老太君肩膀 往手腕处移动 一条又一条 白色米粒般的小虫子 掉在托盘里 不锈钢盘子里 全是碎肉和血液 以及小虫子 望着蠕动的小虫 王家众人 只感觉头皮发麻 王珊珊小脸苍白 退到了自己父母身边 心里才踏实了一些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陈南又割开了 老太君另一只手腕 然后是双脚脚腕 最后又在天灵盖上 开了一个窟窿 王家众人 实在无法接受 如此血腥的画面 纷纷离开病房 王化腾也是将脑袋 别到一旁 他很爱自己的妻子 所以一直坚持着 给妻子找良医治病 过去的几年里 为了给妻子治病 他找来国内外 最顶尖的医疗团队 为了替妻子积德行善 他给国内医疗 捐了数十亿慈善基金 更是为了陈南 能够给妻子治病 他给秦忠明两亿好处费 替儿子赔礼道歉 拿出十亿赔偿金 陈南要十亿诊金 他也毫不犹豫地答应 这全都是 他对自己妻子的爱 他只盼望 妻子能够苏醒 秦忠明亲身安慰道 王老板 您放心吧 施书公他一定可以治好尊夫人 王化腾满脸惆怅地点头 但愿如此吧 说话的同时 眼角余光淡淡瞥了陈南一眼 让自己妻子流了那么多血 若是妻子没有醒来 今天陈南别想走出王家庄园 他可以花钱给妻子治病 前提是要能看到效果 秦忠明看见王化腾的表情变化 也不由心里一紧 他很清楚 王化腾对自己和施书公尊敬 完全是因为他的妻子 需要被救治 如果施书公没治好王夫人 恐怕他们两人都得留在这 秦忠明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 心里默默为施书公祈祷 陈南这场手术 进行了整整三个小时 因为动作幅度太大 旁边几名小护士 好几次差点晕倒 陈南用镊子 在老太君的头颅里 夹住了十几条小虫子 然后将天灵盖骨骼还原 小护士有些为难道 这头盖骨需要特殊工具才能缝合 让我来吧 陈南接过针线 轻而易举地刺穿了头盖骨 他动作很快 三下五除二 就把头盖骨固定好了 几名小护士已经傻眼了 骨骼那么硬 这位医生是如何做到的 缝合骨骼跟缝合泡沫似的 很快 这份震惊就消失了 在这之前 陈南开炉的时候 他们也震惊了一次 医院开炉都需要用到 专业的切割工具 这个男人却用手术刀 就轻松切开了老太君的头盖骨 而且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异常丝滑 注射阵痛剂 这袋血浆梳完后 挂一袋生理盐水 陈南摘下满是血液手套 端着盛满白色小虫子的托盘 走到王化腾跟前 老夫人身体里的蛊虫 已经全部取出 如果不出意外 今天晚上就能苏醒 这真的 王化腾虎去一阵 眼眶瞬间就湿 润了 陈南点头道 我可以等老夫人醒来后再走 这十亿的医疗费 王化腾花得一点也不冤 这么多蛊虫 即便是救人无数的自己 也花了整整三个小时 才全部找出来 而且 在这三个小时的时间里 自己还消耗了大量的精气神 蛊虫 我夫人身体里 怎么会有蛊虫呢 王化腾不可思议的呢喃道 蛊虫这种东西 平时只从别人口中听说过 他从来没亲眼见过 连秦神医这等医学界的 泰山北斗都不认识 更何况自己 他只是好奇 自己妻子 怎么会被蛊虫寄生 陈南也懒得去猜疑 他只负责治病 其余的是 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王化腾是江州首富 商场上肯定有很多对手 妻子被害 多半是商场对手策划的 当然 也有可能是家族里的人 王化腾带着陈南和秦忠明 走出病房 来到客厅 王家众人都对陈南 投来不善的目光 毕竟之前陈南给老太君治病的方式 实在太特殊了 陈南也不惧这些人的目光 大骂惊刀地坐在沙发上 王化腾摆手说道 你们先去忙吧 我陪陈神医就好了 陈南也清楚 王化腾说是陪自己 实则是看住自己 从他进入王家庄园 就发现 王家隐藏着大量高手 其中不犯一些高段位大宗师 老太君醒不过来 自己也无法离开王家 虽说他还没把这些大宗师放在眼里 但自己是来看病赚钱的 也不想惹麻烦 索性留下来 等到太君醒来再走 王与目光纷然地盯着陈南 冷声说道 我奶奶如果出了事 我一定将你大谢八块 王珊珊也是双手抱胸 你最好祈祷我奶奶能醒过来 行了 你们也退下吧 王化腾不悦地瞪了两人一眼 妻子没醒过来之前 谁也不能得罪陈南 妻子能醒过来 更不应该招惹这位年纪轻轻的神医 家主柳家派人送来了琴帖 就在这时 一名身着塘装的老人 拿着一张琴帖走了过来 王化腾接过琴帖看了一眼 脸上浮现出笑意 随即扭头对王宇说道 明天是你留爷爷八十大寿 你去准备一份厚礼 王宇点了点头 随后带着自己的人离开了别墅 王珊珊立刻说道 爷爷 我明天也要去 王化腾微笑道 你和小雨跟我一起去吧 王珊珊甜甜一笑 然后就准备离开 王化腾忽然说道 珊珊 你去给陈身一泡杯茶 第36章 天牛鼓 王珊珊走到门口的脚步 猛的一顿 他转过身撒娇道 爷爷 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让自己给陈南泡茶 还不如杀了自己 王化腾冷哼道 你什么时候写过作业 王珊珊就读于自家私利学府 在学校里被荡城公主供着 几乎从来没写过作业 陈南敲着二郎腿 淡淡说道 我喜欢喝铁观音 王珊珊怒视着陈南 蹬鼻子上脸是吧 王化腾脸色一冷 不得无理 王珊珊撇了撇嘴 满脸不情愿地拿出茶叶泡茶 打开抽屉时 他发现了王宇 用来教训手下的泄药 陈南坐在沙发上 和秦忠明聊着天 忽然就听见王珊珊 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陈南没稍微一挑 心里顿时紧觉起来 很快 王珊珊就端着两杯茶水走过来 先将一杯放在陈南跟前 然后将另一杯放在秦忠明跟前 紧跟着 他又转身去泡了两杯茶水 爷爷一杯 自己一杯 随即乖巧地坐在爷爷身边 静车的毛子盯着陈南说道 陈神医 这铁观音 可是周长送给我爷爷的上品茶叶 你赶紧尝尝吧 陈南瞥了一眼热气腾腾茶水 现在茶水还很烫 先凉一会儿再喝 从茶水里散发的气味 他已经闻到了泄药成分 自己这杯茶被下药了 王珊珊也不着急 靠在沙发上就挽起了手机 秦忠明接到了自己医馆打来的电话 他们也收到了柳家的请帖 王化腾若有所思道 难怪最近有北域的人出现在江州 说不定就是来参加刘老寿宴的 陈南好奇道 这柳老是什么人 秦忠明端起茶杯 一边吹着气 一边说道 龙腾集团曾经是荆州陆家的资产 后面陆家把龙腾集团送给了柳家 而柳家也因此新晋为江州第五个一流家族 王化腾见秦忠明没说到重点 开口附和道 刘老曾是北域君王 统帅过千骏万马 陈南把手按在茶几上 内气一阵涌动 自己的茶杯 瞬间和王珊珊的茶杯调换了位置 这一切发生在零点几秒的时间 就连盯着自己的王化腾也没注意到 陈南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笑着说道 看来刘老的寿宴会很热闹 王化腾点头道 他即是龙腾集团董事长的父亲 又是退役君王 人脉逆天 参与寿宴的人 都将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王珊珊见陈南喝下自己精心泡好的茶水 脸上立刻浮现出奸济得逞的表情 秦忠明低声道 师叔公 你明天可以和我一起去 陈南摆了摆手 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大人物的聚会 岂是我这种事情小喽啰可以参与的 王珊珊自言自语道 算你有自知之明 王化腾皱眉瞪了过去 王珊珊俏皮的吐了吐舌头 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几口 老板 老太君醒了 忽然 桌上的对讲机传来小护士的声音 王化腾欣喜若狂 忙不迭地往电梯跑去 王珊珊也紧随其后 刚进入电梯 他就皱起了眉头 电梯刚到四楼 王珊珊就捂着肚子跑出电梯 陈南端着茶杯 缓缓喝了一口 嘴里嘀咕道 这笑效果还挺快 啊 秦忠明以为师叔公和自己说话 陈南摇头道 没事 我们该走了 秦忠明笑着道 枕筋还没收呢 也是 再等等吧 师叔公 那些小虫子真的是蛊虫吗 应该错不了 不过是什么蛊虫 我也不确定 陈南学习的是传统中医 对蛊术了解的少之又少 否则也不至于用动手术的方式 取出那些蛊虫 为何用医疗设备无法查出来 秦忠明继续追问 蛊虫分为很多种类 有普通蛊虫 也有起骨 起骨拥有一些特殊能力 陈南看向摆放在茶几另一头的托盘 手指在茶几上轻轻一敲 那托盘便被一股无形之力给拽了过来 这一幕看得秦忠明瞠目结舌 不过在想到师叔公的身手后 他很快就压下了心中的震惊 往托盘了看了一眼 却发现托盘里的白色小虫子竟消失不见了 秦忠明脸色大变 那些虫子呢 陈南拿起一根筷子 戳了戳凝固的血块 原本凝固的血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转化为浓稠的血水 而血水中 那些白色的小虫子 缓缓浮现 秦忠明再次露出错愕的表情 这 这是什么原理 这种蛊虫应该是旗鼓 它们拥有极强的伪装能力 可以将自身与血液融合在一起 王夫人之所以昏迷不醒 是因为这种蛊虫 能分泌出大量麻醉毒素 可以麻醉它全身所有细胞 说到这里 陈南忽然眯起双眼 难难道 难道这就是天牛蛊 师父曾经谈起过一种蛊虫 天牛蛊 可以保证寄生体里的蛊虫永不灭绝 也能让寄生体永远在沉睡中存活 天牛蛊明显不是用来害人的 甚至能让人以另外一种方式达到永生 不过这种永生与死亡 没什么区别 王夫人未患绝症 那么下蛊的人 为何要让王夫人永远沉睡呢 爹 就在陈南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王化腾容光焕发的 从电梯里走出来 陈神医 我夫人已经醒过来了 陈神医一世无双 王某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陈南微笑道 尊夫人情况如何 王夫人醒来 说明他体内的蛊虫 已经被全部清理干净 王化腾笑盈盈道 我妻子身体还有些虚弱 估计得疗养一段时间 才能完全恢复 说着 他从兜里拿出一张支票 这是十个一枕金 陈南毫不客气地收下支票 塞进兜里 多谢王老板 王化腾哈哈笑道 这是陈神医应得的 陈南低头看向托盘里的蛊虫说道 王老板 这些蛊虫 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不知可否 将其赠送于我 王化腾脸色一沉 这些蛊虫害我夫人昏迷三年 我必须将其毁掉 说吧 他对管家吩咐道 把这些虫子拿去烧掉 一只也不能放过 第37章 受邀保护御主 是 老管家应了一声 端着托盘往外走去 陈南心底暗自叹息 而后抱拳道 尊夫人已经苏醒 陈某就不打扰了 若是尊夫人 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 王老板可以随时联系我 王化腾拱手道 一定 一定 庄园的路边 老管家往托盘里 倒了一瓶高度烈酒 随即丢了一把火进去 秦忠明满脸遗憾 中医协会 很少接触到蛊虫 若是能把蛊虫拿回去研究 也能让他们中医意图 在蛊树领域有所突破 把两人送到庄园外边 王化腾再次抱拳 王某还得回去照顾夫人 就恕不远送了 陈南与秦忠明笑着点头 王化腾刚准备转身回别墅 陈南忽然说道 王老板 陈神医还有事吗 王化腾以为 陈南要交代妻子的注意事项 赶紧指不问道 陈南露耻笑道 让你们家小仙女多喝热水 说吧 转身潇洒离去 王化腾看着陈南的背影 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王珊珊扶着楼梯扶手 从缓缓走到客厅 他脸色苍白 双腿发软 一只手捂着肚子 嘴里咒骂道 该死陈南 我诅咒你 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他实在搞不懂 自己明明给陈南的茶水里 下了解药 为何中招的是自己 陈南什么时候把茶水掉包的 王化腾走进来 见王珊珊脸色难堪 不由皱眉问道 珊珊 你这是 王珊珊哭丧着脸说道 肯定是吃了牛扁汤 把肚子给吃坏了 说着 他又跑向一楼的厕所 王化腾眼角抽了抽 陈神医让你多喝点热水 厕所里传了一阵霹里啪啦的响声 庄园外面 一辆保时捷停在路边 这是秦忠明的座驾 还有专职司机下来开门 秦忠明邀请陈南去药馆做客 但被陈南找借口推辞了 他只好把陈南送回公寓 车上 秦忠明目录疑惑道 王家高手如云 到底是什么人 给王夫人下了蛊虫 陈南敲着二郎腿 一手扶在车窗上 淡淡说道 之前我以为是商业对手 或者家族内部的人 后面王老板要毁掉蛊虫 我猜测 下蛊之人 就是王老板本人 此话一出 秦忠明浑身一震 这 怎么可能 王老板一生只娶了一个妻子 两人相敬如兵 掌相厮守 他怎会下此毒手 陈南微微笑道 这算毒手吗 秦忠明愣住了 让自己妻子昏迷三年 这还不算毒手 陈南笑而不语地看着秦忠明 那似笑非笑的眼神 看得秦忠明老脸通红 我知道了 王夫人只是陷入了沉睡 如果王老板真要下毒手 王夫人应该早已嫁和西去才是 说完这句话 秦忠明还是战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王老板既不想害自己的妻子 又不想让自己妻子好好活着 那他到底想干嘛 半个时辰后 陈南回到小区外面 才刚下车 就看见小区门口 站着一名穿着风衣的男人 他戴着圆形礼帽 双手插在兜里 看起来极其冷酷 似乎看收到了陈南的目光 男人缓缓抬起眸子 摘下墨镜看向陈南 正是云天河 陈南快步走过去 笑着问道 御主到了 云天河点了点头 今天刚到 不过 御主明天要参加柳家的寿宴 陈南耸了耸肩 那你这么早来找我干嘛 云天河拿出一张十个亿的支票 我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这十个亿 是你保护御主的酬劳 陈南微微一愣 御主身边高手如云 还需要我保护 一方霸主 出门自然有强者贴身保护 何必浪费十个亿 让自己出手呢 云天河沉声说道 我们收到情报 血煞组织的人 将在明天刺杀御主 血煞 陈南脸色微微一变 在暗网中 除了暗网杀手绑 还有一个比之更恐怖的血绑 暗网杀手绑 只是记录职业杀手实力的排名榜单 而血绑 则是将职业杀手绑前十的杀手 排进榜单 也就是说 血绑里的人 最低都是曾经在职业杀手绑中 排行前十的人 血煞便是由血绑里的人成立的组织 这个组织 令世界各国闻风丧胆 只要给足够的钱 他们连异国之主也敢刺杀 云天河见陈南发愣 从兜里掏出一支香烟 叼在嘴上 一边拿出火柴点烟 一边问道 害怕了 陈南从云天河手里取走支票 淡淡说道 我的字典里 还没有害怕二字 云天河吐了一个烟圈 明天上午六点 我来接你 说吧 转身走向停在路边的劳斯莱斯 这笔钱不好赚啊 陈南把支票揣进兜里 缓缓走进小区 来到公寓门口 刚拿出房卡 准备开门 便察觉到了异样 门上的指纹锁上 有新的指纹 普通人不会注意这些细节 但陈南曾经是顶尖杀手 任何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指纹很纤细 一看就是李慧然回来了 进入房间后 陈南直接躺在床上 眼角余光瞥向窗帘后面 出来吧 脚都露出来了 李慧然掀开窗帘 一脸无趣的说道 你就不能假装不知道吗 他坐在电脑上 滑动着椅子来到床前 兴奋的说道 陈南 我爷爷允许你去我们公司上班了 陈南诧意道 老爷子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李慧然娇笑道 我爸妈找爷爷说了好久 他才答应的呢 陈南哑然一笑 华美公司现在和龙腾集团合作 李慧然一家 在老爷子心中的地位 自然是水涨船高 还有 刘老明天八十大寿 还给我们家 发了三张请帖 李慧然从包里拿出一张请帖 晃了晃 明天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能得到柳家的宴请 整个李家都激动无比 李慧然也不例外 毕竟柳家是江州的顶级豪门之一 他也知道 柳家之所以宴请李家 完全是因为 华美公司和龙腾集团 签署了合作协议 陈南双手枕着后脑勺 一脸无奈地说道 可是我明天还有其他事 李慧然不高兴道 什么是比得上参加刘老的寿宴啊 明天肯定有很多顶流社会的人 如果有幸结识一二 那也是你的荣幸 第三十八章 你不用叫我做事 任凭李慧然费尽口舌 陈南仍是无动于衷 李慧然被气得不轻 红着眼眶夺门而出 陈南无奈地叹了口气 见时间还早 他又拿着身份证 到银行办了一张储蓄卡 把三张十亿支票 拿出来办理业务的时候 整个银行都轰动了 行长穿着睡衣 从家里赶来 亲自接待陈南 办理完了也许 已经是晚上了 陈南随便吃了点快餐 回到别墅 从兜里拿出一团 带有血迹的餐巾纸 小心翼翼打开纸巾 里面是两只 一动不动的白色虫子 这是他给王夫人 进行手术时 偷偷藏下的两只天牛骨 而且是个头最大的 两只骨虫 其中一只头上 长有一对触须 另一只生有独角 陈南拿出自己的按键手机 找到一个号码 拨了过去 哎呀 小南哥哥 怎么想起 给我打电话了 电话那头 传来一道甜美的少女声音 他的声音 犹如黄鹰出鼓般 轻快悦耳 若是定力不够 只是听声音就会沦陷 千千 你知道天牛骨吗 陈南也不废话 直接开口问道 女孩叫穆千千 是一个苗族部落首领的女儿 这个部落善于养骨 曾因一位骨师养骨不善 导致整个部落遭受灭顶之灾 当时师父正在自己云游四海 恰巧途进部落 便出手拯救了整个部落的人 首领看中陈南的潜力 一心想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陈南 直到师父道出 陈南有婚约在身 这才摆脱了首领一家的纠缠 天牛骨呀 你算是问对人了 我阿爸最近刚教会我 便认天牛骨 穆千千欢快地说道 陈南立即询问 天牛骨雌雄如何分辨 又该如何换养 穆千千毫不犹豫地讲解道 天牛骨 形似米粒 雌性长有处须 雄性有独角 雄性求偶的时候呢 独角就会散发出一种淡淡的能量波动 可以吸引附近一千公里的雌性骨虫 他们交配 嗨嗨 你直接告诉我 怎么换养天牛骨吧 陈南赶紧开口 打断穆千千的话 上一次见穆千千 大概是六年前 那时候 她才只有十一岁 现在也不过十七岁 这种交配的问题 没必要研究太深 哥哥 小南哥哥还害羞了呢 穆千千发出如银铃般悦耳的笑声 随后才开口说道 天牛骨的主要食物 是血液中的真菌与细菌 它们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随便什么血液都可以喂食 而且还能保证 肌生体永不腐烂哦 说完这句话 穆千千不解道 小南哥哥 你问这个干嘛 该不会你那里有天牛骨吧 没有 我就是帮我一个朋友问问而已 现在没事了 拜拜 陈南敷衍了一句 就匆匆挂断电话 天牛骨的作用非常大 可以保留将死之人最后一口气 若是哪天自己身负重伤 无药可救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或许可以用天牛骨 让自己陷入一个假死状态 从李慧然的化妆柜上 找了一个空瓶子 清洗之后 将这对蛊虫装进去 然后又滴入两滴自己的血液 两只蛊虫在血液中蠕动 原本的两滴血液冒起了气泡 为了让细菌可以进入瓶子里 陈南又在瓶盖上扎了几个小孔 最后把瓶子放在衣柜最高处 这才满意地拍了拍手 第二天 早上六点 天才蒙蒙亮 云天和准时按响了门铃 进来吧 听见屋里传来陈南的声音 云天和推门而入 看见满屋粉粉嫩嫩的装饰时 云天和微微发愣 下一秒 他又猛地抬头看向陈南 此时的陈南已经换上了一身黑色净装打扮 他戴着白色面具 面具上是诡异的笑脸 一股恐怖的冷意 笼罩云天和全身 饶势持聘沙场 历经无数生于死的云天和在感受到这股杀意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笑面死神 果然名不虚传 走吧 陈南戴上卫衣帽子 身形一晃 就来到云天和跟前 云天和再次心惊 随后带着陈南来到庄园外面 马路边停靠着那辆黑色库里男 血煞出动了八人 他们会混迹在寿宴当中 你必须寸步不离地保护狱主 陈南清冷道 这不是我第一次保护人 你不用叫我做事 面具上带有声音处理器 所以陈南的声音显得有些浑厚 而这浑厚的声音 又带着一股浓浓的震慑感与神秘感 云天和淡淡说道 小子 你还是第一个敢这么和我说话的人 陈南扭头扫了云天和一眼 云天和立即闭上了嘴巴 这几天 他查清了陈南白色死神的身份 暗网杀手榜第一 血榜第九 七十二次任务 无疑败计 凡是被他击杀之人 全是红色通缉令上的大凶之人 面对这尊死神 云天和有种面对御主的感觉 一个小时后 江州郑家私人庄园 庄园外面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大量武装特级装甲车 来回巡逻 空中有无人机盘旋 暗处有狙击手折服 整个庄园被保护的 连只蚊子都飞不进去 庄园门口 武协会长周正元 江州巡检府总部长 江州豪门正家老爷子围在一起 这笑面死神真有那么恐怖 正刚听完周正元的介绍 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巡检府总部长朱弘毅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周正元苦笑道 他的实力至少在九段大宗师左右 而我们整个江州 也找不出一名九段大宗师 朱弘毅咽了口唾沫 九段大宗师有多强 周正元捋了捋胡须 飞檐走壁 刀枪不入 可在万军丛中取敌将授击 此言一出 朱弘毅再次抽了一口冷气 周正元是武协会长 为人正直 从不喜欢吹嘘他人 他敢如此形容笑面死神 说明笑面死神 真有此般实力 就在三人谈话间 一辆库里男缓缓停在庄园门口 云天和带着一名面具人下车 三人看着那笑脸面具 皆是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 要知道 他们可都是江州有权有势的大人物 云天和淡淡说道 先进屋吧 第39章 我不懂切磋 豪华的别墅客厅中 沙发上端坐着一名 瘦成皮包骨的中年人 他留着花白短发 脸上挂满了浓密的胡茶 听见门外的脚步声 他缓缓睁开双眼 浑浊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股灵力 陈南抬头看向中年人 而中年人也是 看向陈南的双眼 两人的眼神在空气中碰撞 陈南瞬间变出一下风 这中年人给他的感觉 就仿佛是站在九霄之上的神王 他身上带着一股浓浓的自信 与僻逆一切的气质 这就是指掌北狱百万熊士的狱主 而自己只是一个隐秘于黑暗中的死神 虽说自己完全有实力将其秒杀 但在气场方面 自己比他差太远了 陈南拱手抱拳道 见过狱主 中年人微微一笑 无需拘礼 你随便坐吧 陈南轻轻点头 而后端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周正元三人 没一个敢入座 中年人摆摆手道 你们也坐吧 把我当普通人就好了 哪有那么多规矩 文言 周正元几人 这才敢入座 这时 郑刚忽然放下手机 轻声细语道 狱主 王化腾带了两名强者过来 狱主脸色微沉 看向云天河说道 不是说了 请一人就够了吗 云天河恭声道 狱主 王家的人不要钱 就连请笑面死神的钱 都是王家出的 狱主无奈一笑 把他们请进来吧 云天河扭头看向郑刚 后者立刻走出别墅 很快就把王化腾 以及两名武道高手 带了进来 王化腾连连抱拳道 狱主 您来江州 也不告诉我一声 这郑家哪有我王家住着舒服 郑刚撇嘴道 王老这话 我就不爱听了 我郑家哪点比你王家差 王家不就是在御龙湾 有一套别墅吗 他郑家难道就没有吗 只是为了狱主的安全着想 没敢让狱主 住进御龙湾而已 这套别墅 更是自己用来养老的 价值两个亿 豪华程度 不比他王室庄元差 云天和淡淡说道 你俩别争了 王化腾和郑刚 赶紧闭上嘴巴 云天和看向王化腾 带来的两名保镖 咒眉问道 这两人靠谱吗 靠谱 绝对靠谱 这位是铁腿杨前 腿法天下无双 曾因练功走火入魔 而导致双腿残废 是一圣皇甫症 给他安装了一双铁腿 反而让他功力大增 他一脚可以踢死一头成年大象 王化腾毕恭毕敬地 给云天和 介绍自己身边的高手 原本安排铁腿 保护自己的孙儿王宇 一听说 御主需要高手保护 他立刻把铁腿给喊了回来 杨前目录激动地抱拳道 见过御主 能保护御主 那是自己的荣幸 如果能受到御主器重 说不定还有机会 去北御加官进决 御主微笑着点头 能踢死一头成年大象 很了不起 听见御主的夸奖 杨前更是激动地浑身发抖 多谢御主夸奖 王化腾脸上堆满了笑意 介绍起了另一人 这位是八卦门的副门主葛江 八卦掌炉火纯青 其实力更是达到八段大宗师 葛江赶紧抱拳问好 葛江见过御主 嗯 不错 八段大宗师 放眼北御 也找不出几人 那几人也都是镇守国土的一方强者 御主面带温和的笑意 给人一种平静一人的感觉 葛江内心澎湃 抱拳说道 御主放心 我们一定会寸步不离地 保护御主安危 话音刚落 坐在沙发上的陈南 便淡淡说道 你们太弱 保护御主 我一人即可 杨前和葛江同时看向陈南 若不是御主在场 他们已经动怒了 王化腾皱眉问道 云君主 这位是 云天和笑着介绍 这位就是我用你那安保基金 请来的笑面死神 王化腾打量着这个 看起来人高马大 却身材单薄的面具人 差一道 十个亿 就请了这个人 云天和点头道 物有所直骂 笑面死神 这四个字 确实价值十个亿 王化腾笑盈盈道 宴会人多眼杂 多几个人保护御主 也不是坏事 陈南缓缓抬头 看了王化腾一眼 人多 反而会引起杀手的重视 杨前与葛江怒了 他们好歹也是王家的镇宅强者 此刻竟是被人轻视 杨前冷冷说道 你说你一人就可以保护御主 不知道你是什么实力 陈南抬眸道 有足够杀你的实力就够了 冷冽的眼神中 暗藏杀意 杨前只是对视了一刹 便感受到气短胸闷 他骇然地看着陈南 继续问道 你 你是什么人 云天和介绍道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暗网杀手榜榜首的笑面死神 在场众人 除了周正元几人 刚听说过笑面四人 其余人都没听过这个名号 杨前冷笑一声 不知阁下可否切磋切磋 陈南云淡风轻道 抱歉 我不懂切磋 只懂杀人 杨前怒不可遏 直接抬腿 踢向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 云天和刚要阻止 狱主却是一个眼神制止 他也想看看 价值十亿的保镖有多强 杨前一腿踢出 迅疾如龙 威势如虎 空气中竟是传出阴望 陈南双眸闪过寒芒 双手撑着沙发 右腿猛地踢出去 当 两条腿撞在一起 发出沉闷的金属声 陈南身下的沙发 轰然炸裂 云天和与周正元 立刻挡在狱主身前 狱主则是站起身 继续看向两人 杨前收回右腿 随后连续踢出竖脚 陈南则是以腿法语气碰撞 每一次都能震碎地面的地板砖 王化腾和葛江已经冒出了冷汗 杨前的腿 是用高强度和金打造 可承受2000度高温 更能承受数十吨的冲击力 这是可以打造航空母舰甲板特级钢材 配合杨前的腿法 连坦克都能踢碎 而这个戴着面具的家伙 居然用自己的腿硬抗杨前的腿 碰 陈南又是一脚扫出 一脚正中杨前小腿 杨前犹如断了线的风筝般 不受控制倒飞出去 哄 杨前撞在墙壁上 墙壁上浮现密密麻麻的裂缝 最后掉在地上 捂着胸口吐血不止 他骇然欲绝地盯着陈南 脸上布满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自己引以为傲的弥宗腿 搭配着高强度和刚打造的双腿 竟是被此人以腿法打败 此人的实力 恐怕在九段大宗师之上 葛江冷哼道 也就会点腿法而已 我来试试你懂不懂拳法 第四十章 柳家寿宴 说吧 一个剑步冲向陈南 陈南眸子里闪过一抹杀鸡 袖口里划出一把菱形军刺 葛江已经被怒气冲昏了头脑 眨眼之间便来到了陈南跟前 狱主健壮 赶紧开口道 够了 都住手吧 陈南手中的军刺 抵在葛江喉咙处 只要他稍微用力 军刺可以瞬间动穿葛江咽喉 让他即刻殒命 葛江双并肩留下了冷汗 裤子里更是出现了一丁点暖意 此人动作太快了 快到他根本没看见对方是如何出招的 狱主开口说道 既然是切磋 点到极致就可以了吗 不要弄出人命了 云天和沉生解释道 死神刚才已经说过 他不懂切磋 只会杀人 狱主微微一笑 让他们走吧 让这位笑面死神保护我就行了 见识过这位笑面死神的实力 他心里有种安心踏实的感觉 他也相信 此人一定能护自己周全 老板费心了 有笑面死神保护狱主即可 你带来的这两位高手 还是让他们回去吧 毕竟是花费十亿请来的保镖 笑面死神没让他失望 更重要的是 笑面死神还是可以给狱主治病的神医 天元山那位当真是手段通天 竟能培养出如此逆天的弟子 王化腾无言以对 一脸无奈地看向杨前和葛江 你们先回去吧 两人满脸不甘 但又无可奈何 气不如人 怨不得谁 大概十一点左右 三辆劳斯莱斯在巡检车的开道下 矢向柳家 陈南坐在狱主身边闭目养神 而云天和坐在副驾驶位置 东张西望 透过后视镜 看见陈南闭着双眼 云天和忍不住问道 小子 你这样能发现杀手吗 陈南淡淡说道 真正的杀手 不是用眼睛来找的 普通杀手 或许能用双眼找出来 而血绑的顶尖杀手 他们的伪装技术 堪称逆天 想用肉眼找出来 几乎不太可能 狱主哈哈笑道 天和啊 你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你要相信 这十个亿的价值 云天和浑身肌肉缓缓放松 靠在椅子上 呼了一口浊气 御主闲来无事 侧手问陈南 我听说 你曾经在天原山上修行 陈南轻轻点头 但并未说话 御主继续问道 我还听说 你杀的那些人 全都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是谁请你出手的 陈南连头都懒得点了 闭着双眼 一个字也不吭 他不喜欢被人了解 更不喜欢自己被人调查 戴上这张面具 他便是一名杀手 一名杀手的职业操守 是不得泄露 任何有关雇主的信息 御主见陈南不说话 也不再继续追问 云天和透过后视镜 看向御主 发现御主眼角余光 有意无意地瞥向陈南 不禁心生疑惑 平时御主沉默寡言 更不会主动找人说话 今天御主 却如一个画牢似的 找陈南聊天 而陈南 还是一名职业杀手 锦绣豪庭 这里是柳家开发的地产 有数十栋楼盘 还有一大片金碧辉煌的豪华别墅 虽然比不上御龙湾 但因为有刘老朱在这里 导致房价水涨船高 锦绣豪庭 是柳青的父亲开发的房产 把老爷子请来 倒也提升了放假 柳家转地盆盆拨满 今天锦绣豪庭异常热闹 地面铺满了红毯 家家户户都挂上了大红灯笼 空中有热气球和彩带 随风招展 小区外面停满了豪车 遍地都是江州有头有脸的人物 李家车队停在路边 李长安红光满面地走出来 李云山一家和李云海一家 也是相继走出车子 而后来到老爷子身边 众人看着辉煌大气的锦绣豪庭四个大字 脸上一出兴奋之色 李家连一个三流家族都算不上 却能得到刘老的亲爱 前来参加这个寿宴 这是他们李家的无上荣光 李云山笑盈盈道 刘老和王老是故交 估计今天王老也会赶过来 李慧宁依旧是一身花枝招展的打扮 他淡淡笑道 宇哥刚才跟我说了 他爷爷已经在路上了 随即不屑地瞥了一眼李慧然 宇哥还说 他经常来柳家 柳老早就把他当成干孙子了 说这句话 就是为了告诉李慧然 就算你和龙腾集团合作了 只要自己愿意 他随时有办法 让龙腾集团取消这个合作 李慧然撇了撇嘴 人家喊刘老爷爷 关你什么事 整得好像是你和柳家很熟一样 李慧宁气了一声 我懒得跟你一般见识 待会儿我就让宇哥告诉刘老 我们华创公司 也要和龙腾集团合作 说完 挽着杨蓉蓉的手 就往庄园走去 李长安无奈地看了两家人一眼 随后也是走向大门口 李慧然一脸厌恶地说道 苟杖人士 还没和王宇结婚就这样 要是结婚了 还得了啊 马兰左右环顾一圈 微微叹道 陈南这孩子 还真没过来 李云海笑了笑道 人家不是说有事吗 他的事肯定是大事 李慧然有些好奇地看着父母 爸妈 你们不会还以为 我们能和龙腾集团合作 是因为陈南吧 马兰伸出手指 在李慧然额头点了一下 陈南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他是你未婚夫 你怎么就不能信他一次呢 柳青当时询问王宇 是不是有其他代男的名字 他要找的人肯定是陈南 而且李慧然后面找过陈南 陈南也承认了是自己的功劳 这更加确定了 自己心中的想法 李慧然嘟着嘴道 反正我不相信 他还说他随随便便 就能赚很多很多钱呢 行了 咱们赶紧进去吧 李云海背着双手往大门走去 你们先进去吧 我等等周雪 其余年轻一辈都成群结队 自己却跟着父母 就好好像自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 陈南也来 那就只有等周雪来了 一起进去 你不要到处乱跑 这里都是大人物 得罪了那些人 我们可担待不起 马兰叮嘱了一句 随后跟着李云海走向大门 两人出事了请帖 又给门卫指了指李慧然 随后才一起进入庄园 李慧然等了十来分钟 没等来周雪 却等来了皇家的车 皇后刚下车 就看见了一身素装打扮的李慧然 倾国倾城的脸蛋 水汪汪的毛子 含怨似臣 待没轻醋 左顾右盼 仿佛在盼望自己外出的丈夫 皇后一米七的身高 大概一百六十多斤 体型不算太胖 但也绝对不瘦 他眼睛很小 笑起来便只剩一条缝 搓着双手走向李慧然 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笑道 亲爱的小然然 你是不是在等我呀 第四十一章 下手能不能轻点 公压嗓般的声音 听得李慧然毛骨悚然 面色逐渐变得冷若冰霜 他缓缓转身 面无表情地说道 黄总 我叫李慧然 华美科技行政总裁 你可以喊我李总 或者直接喊我名字 皇家毕竟是豪门望族 在江州有数家大型公司 中小型公司更是多大数十家 甚至华美公司 有几家电子元件供应商 便是皇家的产业 虽然心里对皇后的穷追不舍 极其反感 但他现在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惧然 你爷爷不是都同意我们交往了吗 皇后小胖脸上露出委屈的表情 李老爷子已经放出话了 皇家可以向李家提亲 聘礼不得低于五千万 五千万对于普通人而言 是天文数字 但对于拥有近百亿资产的皇家而言 还无伤大雅 更何况 自己还是皇家唯一血脉 老爷子也不在意 这五千万的彩礼 而且还决定拿出五个亿 为自己举办婚礼 最重要的是 两人结婚后 老爷子会把皇家最大的公司交给他们 黄总 我已经有未婚夫了 请你自重 李惠然面无表情地敷衍了一句 惠然 你那个未婚夫 不是已经被扫地出门了吗 再说了 他就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他给不了你任何未来 不就是会点功夫吗 只要你喜欢 我也可以去学功夫 我们家有好几名内器九段的高手呢 皇后喋喋不休地纠缠着李惠然 试图改变自己女神的心意 李惠然只感觉一个头两个大 惠然 这时 周雪带着两名身穿白色武术服的跟班 急步走来 他穿着一袭水蓝色礼服 名眸好齿 顾盼生辉 乌黑柔顺的绣发 如瀑布般披散在身后 香肩袒露 肌肤胜血 精致的锁骨 优锐一件浑然天成的艺术品 随着他倾起朱唇 顿时吸引了大量目光 不少富家公子哥 纷纷侧目 这美女谁啊 身材真不错啊 靠 纷纷收回了目光 这女人性格泼辣 仗着自己爷爷是武协会长 天不怕地不怕 但凡是追求过他的人 十个有八个被打歪了嘴 小雪 李惠然赶紧迎了上去 抓着周雪的手 双眼放光道 你今天好美啊 和周雪认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周雪梳妆打扮 周雪故作生气道 难道我平时不美吗 李惠然俏皮的吐了吐舌头 你平时穿得像个男人似的 哪有没敢 好啊你 你敢说我 周雪当即伸手 往李惠然腰间掐去 别别别 别恼我 我错了 李惠然娇笑着求饶 两个美女嬉闹 着实让人大饱眼福 黄浩看的口水 都快流出来了 周雪也看见了黄浩在这 这两天也听闺蜜吐槽过黄浩的事 她收起脸上的笑容 冷眼看过去 再多看一眼 我把你眼睛挖了 其他富二代怕周雪 但黄浩不怕 周雪也就那期四五段的实力 那个什么狗屁武术冠军 本来就是武术协会举办的 有多大的水分 明眼人都知道 李惠然对自己不敬也就算了 毕竟是自己心仪已久的女神 她周雪也敢对自己口出狂言 黄浩双手揣进裤兜 双眼肆无忌惮 看向周雪低领处 笑眯眯道 眼睛长在我身上 我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死胖子 你着打 周雪踢起裙板就走了过去 她打过的富二代不在手术 有爷爷撑腰 那些家族也不敢动自己 黄浩见周雪气势汹汹走来 心里不免有些发虚 好在家族的几名精锐保镖 快速围了过来 四名保镖将黄浩护在身后 周雪二话不说 握紧拳头就要出手 小雪快躲开 忽然 李惠然发出一道尖锐的吼声 周雪微微一愣 顿时感受到破空声传来 来不及回来 猛的一个侧翻离开原地 哄 身前四名保镖被一道身影撞飞出去 黄浩也被自己的保镖撞倒在地 众人被眼前一幕惊呆了 看向地面 只见一名身穿还卫服装的老太婆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胸口有一个碗口大小的屑窟窿 当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数十名巡检已经走了过来 紧跟着是巡检府总府长朱鸿毅 后面则是武协会长周正元 一流家族郑刚 以及江州首富王化腾 还有几名二流家族的老爷子 随意一人都是跺一跺脚 江州都会地震的人物 而这些人 却是簇拥着一名 受成皮包补的中年人 中年人左侧是一名身穿风衣 戴着圆形礼帽的魁梧壮汉 很多人喘不过气 陈南缓步走到老太太跟前 他缓缓蹲下身 随手在老太太脸上一抹 一张人皮面具被撕下 露出一张帅气的西方面孔 朱鸿毅深吸一口气 心有余悸道 这一荣术还真高明 我们的高精度人像识别系统 都没能识别出来 巡检府出动了二十架 搭载高精度人像识别系统的无人机 在此期间 无人机所扫描到的人全部没问题 他现在才知道 云天河为什么要花十亿 请人保护御主 这种级别的杀手 根本不是巡检府能应付的 陈南缓缓起身 而后默默回到御主身边 云天河嘴角抽 动 你下手能不能轻点 留个火口 也好逼问他们的同伙呀 下次一定 陈南淡淡应了一声 随后站在御主身旁 一动不动 御主瞥了云天河一眼 美好气道 你觉得这些杀手会供出同伙吗 就算死神不杀他 他们任务失败 也会自杀 不会留下任何线索 刘老寿宴 现场却发生血案 在场众人大气不敢喘一下 周雪已经回到了李慧然身边 用胳膊碰了碰李慧然 小声道 慧然 那个戴面具的男人帅不帅 李慧然白了周雪一眼 是男是女都分辨不出来 你问我 他帅不帅 你怎么想的 周雪小声说道 肯定是男人啊 他的实力 恐怕比我爷爷强一百倍 李慧然瞳孔一缩 比陈南还厉害 周雪轻轻点头 至少比陈南厉害十倍 我感觉我的爱情来了 第42章 他骂我二臂 李慧然忍俊不禁道 我去帮你要个联系方式 周雪脸色一红 你要是能要来联系方式 我给你当牛做马 李慧然抬头看向面具男 恰好看见面具男 也在看向自己这边 那冷冽的眼神 让他心头一颤 李慧然咽了口唾沫 不行 他好恐怖 周雪晃着李慧然胳膊 小然 你就帮帮我吗 李慧然用看怪物的眼神 看着周雪 一个整天喊着打打杀杀的女人 居然连要个联系方式的勇气都没有 还对自己撒娇 两人大学的时候就是闺蜜 大学毕业后 周雪又一直保护自己 这是周雪第一次求自己 必须得为了姐妹两肋插刀 李慧然连续深呼吸 等一群人走过来的时候 他猛地站出去 伸手拦在面具男身前 同时 一把黑漆漆的枪口 抵在了他的脑门上 天和 不得无礼 狱主立即呵斥到 陈南没有出手 那这里就不会有危险 随意拿枪对准普通人 成何体统 云天和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立刻收枪退到一边 然而 这一幕 却是李慧然吓得脸都白了 周雪更是差点昏过去 这些人 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怎么还带枪呢 他往爷爷那边 头去询问的目光 见爷爷面无表情地瞪着自己 他立刻意识到 自己好像闯祸了 陈南抬眸盯着李慧然 搞不懂这傻女人要干嘛 那 那个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李慧然大脑空白 声音带着颤抖 后背已经冒出了冷汗 为了闺蜜的幸福 他连自己的小命都豁出去了 郑刚皱眉道 你是哪家的千金 你知道 你拦的是什么人吗 还不赶紧退下 周正元也使劲地挤眉弄眼 而李慧然 似乎根本没注意他这边 御主不悦地看了郑刚一眼 郑刚浑身发寒 赶紧闭上了嘴巴 李慧然已经克制不出的颤抖 这简直比自己 去扇手赋一耳光 还要煎熬 陈南抬起毛子 戏穴道 怎么 看上我了 他的声音经过面具处理 听起来带着点机械音 而且很沉闷 别说是李慧然 就算是师父 在这儿也听不出来 当然 师父手段通天 根本不用听声音 就能认出自己 李慧然拿出自己手机 解锁后递给陈南 陈南瞥了一眼 手机上居然是自己的照片 他扭头看向周雪 却见周雪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见自己看他的时候 他脸色飞红 赶紧低下了头 所以李慧然是帮周雪 要自己联系方式 陈南淡淡道 傻屈 说完 静止往庄园大门走去 玉主似笑非笑地 看了李慧然一眼 随即跟在陈南身后 周正元这才有机会 来到李慧然跟前 低声呵斥道 丫头 你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李慧然一脸发猛地摇头 周正元常常叹了一口气 随后跟着走进了庄园 李慧然信信回到周雪身边 周雪赶紧问道 怎么样 李慧然嘟着嘴道 他骂我傻屈 我靠 这么不近人情的吗 我们会不会闯祸了 连你爷爷和郑老 都只能跟在他们后面 好像他们的来头很大 见周雪没有理会自己 他扭头看了一眼 只见周雪正把一张面具男照片 发进五道协会的微信群里 全体成员 三分钟内 我要这个男人所有信息 庄园内 最中间的三层别墅 外面是一个巨大的私人广场 广场上铺满了红地毯 三五成群的达官显贵 聚集在一起 把酒烟欢 柳青推着一辆轮椅 与柳家众人 从别墅内走出来 轮椅上 一名头发稀疏的老者 他眼斜嘴外 右手半举 不断抖动 看起来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柳渊风尘仆仆地往外走去 同时还扭头训斥柳家高层 让你们安排人在外面候着 你们当我的话 视耳边风 狱主都进庄园了 我们才出来迎接 这是待客之道吗 柳家众人面红耳赤 无一人敢吭声 柳青也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刚回国 忙着照顾爷爷 也忘记了 今天狱主会来 一沉赶紧小跑过去 柳家的一众老头 也是风风火火的小跑 已经入座的众人健壮 脸上不免露出疑惑与震惊 能让柳家众人 小跑着迎接的客人 那是什么样的存在 众人侧目 发现是王化腾和郑刚后 皆是露出示然的表情 李家一捉 李云山满脸荣光 王老板好歹也是江州首富 柳家却没人远迎 确实有些怠慢了 女儿就要嫁入王家 王家受到如此高的待遇 他感觉自己脸上也有光 还没资格让柳家迎接吧 别说是柳家 人家刘总都不带看王家一眼的 杨荣荣无嘴笑道 弟妹 你就别自欺欺人了 我知道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有能耐 让你女儿也嫁个王羽一样的男人看看 马兰端起红酒 优雅的抿了一口 陈男 比王羽优秀无数倍 扑吃 杨荣荣吃笑道 那个土包子 连参加寿宴的资格都能没有 他拿什么和王羽比 就在两人争吵间 李慧然和周雪 来到了这一桌 看见周雪 杨荣荣脸上的笑容 顿时收敛了不少 爷爷 爸妈 李慧然甜甜的打招呼 然后就坐在椅子上 李爷爷 李叔 蓝爷 周雪也是一样 只给李长安和李云海夫妇打招呼 两人对李慧宁一家视若无睹 杨荣荣撇嘴道 没大没小 李长安看在眼里 只得无声叹息 一边是要嫁给王家的孙女 未来李家还得靠王家扶持 一边又是拿到龙腾集团 二十亿项目的孙女 他现在也不知道该站哪边 李慧然把脑袋 靠在周雪箱肩上 眼角余光瞥向周雪手机 低声问道 这都十分钟了 查到没有 周雪摇头 没查到 这个人的身份很神秘啊 刚说完 便收到一封加密过的邮件 邮件主题是 面具人信息 第四十三章 震惊 当众斩流老 两人顿时来了精神 周雪赶紧打开邮箱 电击邮件后 跳出一串网页链接 李慧然轻声道 该不会是病毒吧 周雪不管不顾的点进链接 居然进入了暗网 而且已经登陆了用户名 页面再次跳转 进入暗网杀手排行榜 排名第一的 便是一个笑脸面具头像 旁边还有代表着国家的旗子 页面上跳出笑面死神的KDA 笑面死神KDA 999-09999 周雪小手一抖 手机掉在红毯上 李慧然面色苍白 喉咙好像被一只大手 死死扼住一般 刚才 自己居然拦住了暗网杀手榜 排行第一杀手的去路 KDA999-09999 是什么概念 曾单独击杀999人 还协助其他杀手 击杀9999人 回想起那个被打穿胸膛的老太太 李慧然顿时感到口感舌燥 她下意识 抬头看向面具男 凑巧面具男 也看向自己 那森冷的毛子 散发着如死神一般的恐惧气息 李慧然亡魂接冒 赶紧转身抱住了周雪 陈南收回目光 嘴角扬起一抹微不可查的笑意 周雪是武道协会会长的孙女 多少有些人脉关系 他们应该查到了自己身份 陈南很少以笑面死神的身份 暴露在大众面前 之所以赶着身穿着打扮 是因为国内没人认识自己 那些见过这副穿着打扮的人 除了李长平和那名狙击手 其余人的坟头草都已经三米高了 而国外的杀手 他们灵魂深处 早已烙印下了笑面死神的穿着打扮 禁足三年 他对血绑的实力一无所知 更不知道血绑有哪些人加入了血杀 穿上这身衣服 是为了告诉一些老朋友 狱主有他保护 是继续执行暗杀狱主的任务 那就得随时做好迎接死亡的准备 狱主大人 有失远迎 实在抱歉 柳渊硬着头皮上前弯腰行礼 柳家众人也是七七九十度鞠躬 道歉态度极为诚恳 郑刚似笑非笑道 柳渊 你小子行啊 连狱主都不放在眼里 柳家是一流家族 还和王家走得很近 而王家和郑家又是死对头 找到机会 郑刚自然要打压柳家 确实是我们的疏忽 才导致怠慢了您 还请狱主大人责罚 柳渊卑躬屈膝 一脸欲哭无泪的表情 狱主白手一笑 我从战场下来 就是普通人 你用不着这么拘谨 刘老曾是我的恩师 他老人家八十大寿 我今天是以学生的身份 参加刘老的寿宴 柳渊文言 意味深长地 看了郑刚一眼 随即毕恭毕敬道 多谢狱主大人谅解 狱主这边请 郑刚愣愣地站在原地 狱主和刘老 还有这层关系 也不知道谁给你的勇气 郑刚老脸一黑 却是敢怒不敢言 周正元站在一旁 也不敢说话 这些顶级豪门之间的 明争暗斗 可不是他能插手的 一群人走向别墅门口的轮椅 柳渊走到父亲跟前 扶下身轻声说道 爸 狱主大人来给您喝瘦了 刘老坚男地抬起头 热泪盈眶地看着狱主 见柳老此般模样 狱主脸色微变 刘老这事 家父七年前中风后 便半身不随 前几年更是患上 帕金森综合征和老年痴呆 柳渊愁眉苦脸地解释道 云天和见昔日 战神城这般模样 不禁感慨道 岁月不饶人啊 刘老年轻时的照片 还挂在我们的营地呢 早些年 北狱最高将领 便是君王级 近些年战区整合 缩减大量君王 增加了君主和君神两个贤位 狱主见昔日恩师此般模样 虎目微红地走了过去 就在这么一瞬间 陈南感受到了一股 微不可查的杀意 陈南毛骨悚然 瞳孔骤然一缩 瞬时间 脚下响起一道音报 在零点五秒的时间里 监狱主拽了回来 吃 陈南手中的菱形匕首 已经没入刘老咽喉 君刺血曹镖射出三道血线 刘老双手捂住喉咙 连带着轮椅 仰倒在地上 陈南低头看了一眼腹部 黑色的衣服 已经被血液染红 这一切 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现场死一样的寂静 柳家众人 眼睛都快掉出眼眶 前来参加寿宴的人 更是一脸的不敢置信 刘老竟被人杀了 今天是刘老八十大寿 却成了他的忌日 刘老可是退休的君王啊 那是荣获无数功勋 曾统帅千军万马 保家卫国的英雄人物 这个面具人 到底是什么人 柳青脸色苍白 柳渊双腿发软 牙子欲裂 就连云天河 此时都愣在了原地 你 你杀了我爷爷 柳青最先缓过神 他红着眼眶怒吼 柳渊握紧双拳 双目死死盯着陈南 云天河把摔倒在地的 御主扶起来 御主 这 他双手都在颤抖 陈南是自己请来的 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 击杀流老 自己也难逃其咎 御主冷冰冰扫了云天河一眼 你请来的人 你自己都不相信 云天河咽了一口唾沫 极其不自信地低下了头 之前他挺相信陈南 但是现在他没法相信 陈南缓缓盘坐在地上 云天河这才发现 陈南身下有一滩血迹 御主你看 陈南他受伤了 云天河指着陈南身下的血水说道 御主顺着手指看过去 双眼逐渐眯起 陈南击杀流老的同时 流老也出手了 那不是流老 是一名顶级杀手 这时 朱红义带着一群 全副武装的特剑跑了过来 防爆盾牌 微型冲锋 一应俱全 柳渊满脸泪水的 跪在御主身前 御主大人 嗯 一定要为我父亲做主啊 这个面具人 毕竟是御主带来的 他的意思 是让御主给自己一个交代 此时的陈南 内气紊乱 腹部的血液 根本止不住 凶手的凶器上 涂抹了一种 可以破坏凝血因子的药物 血小板无法凝固 血液便会不断流淌 直至流肝为止 云天河禁止走到刘老身前 随后直接将其拎了起来 你们看清楚 这根本就不是刘老 第四十四章 我云天河以性命担保 不是刘老 柳渊愣住了 柳青傻眼了 柳家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 望着云天河手中的老爷子 这不是刘老还能是谁 云天河伸手在柳老耳根后面 一阵摸索 摸了半天也没摸到人 皮面具的风口 云天河心里越来越没底 好像 这不是人皮面具 该不会真是刘老吧 就在云天河心急如焚的时候 陈南有气无力道 撕开他的衣服 住手 云天河把刘老尸体放在地上 正准备撕开他的衣服 柳渊却站起身阻止 从小 父亲就是他心中的偶像 是他心中的信仰 亲眼目睹 父亲被人杀害 柳渊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他现在已经顾不上御主在场 更不管云天河是什么身份 他怒视着云天河 痛心疾首道 我父亲已经死了 你们还要撕掉他的衣服 难道要毁掉 我父亲仅存的尊严吗 而这时 柳青已经从柳家保镖 口中得知 刚才外面出现杀手一事 柳青低声问道 西方的杀手 保镖点头道 是的 那名杀手 死于面具人的手中 柳青缓缓眯起眼睛 心里振战不已 有杀手要杀御主 面具人是御主的保镖 他杀了爷爷 说明爷爷还真有可能有问题 就在这时 云天河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道 我 云天河 北域第九军君主 愿意性命担保 若此人是刘老 我云天河以此谢罪 此言一出 在场众人面色骤变 这人竟是一名君主 柳渊也被云天河的身份 唤醒了一丝理智 亮呛着往后退了几步 这时 柳青走到父亲身边 笛声说道 爸 刚收到消息 刚才外面有杀手刺杀御主 是这面具人 救了御主 柳渊浑身一颤 震惊地看向女儿 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 御主被刺杀 那可是会牵动战争的大问题 而且 若是御主在柳家遇害 那柳家也一定会受人唾弃 柳青走到云天河跟前 开口说道 请君主大人 验明此人身份 得到柳家人的音乐 云天河撕开了柳老的衣服 只见 柳老身上 几乎没有一丝皱纹 发达的胸肌与腹肌 让一些富二代看了 都自残行贿 胸口处 有一条白色的纹路 云天河用指甲 从纹路出 扯起一张很薄的人皮 这是一个仿真人皮头套 做工为妙为孝 很难看出破绽 而柳老的真实面貌 也暴露在众人眼前 这是一名浓眉大眼的 混血中年人 此时 狱主蹲在陈南跟前 游行冲冲问道 你感觉怎么样 要不要去医院 陈南缓缓从兜里 掏出七根蛇形金针 暗自运气 快速将七根金针 扎进伤口周围 七根金针 化作七条金色小蛇 游走在血管中 金针上带有的毒素 杀死了病毒细菌 凝血因子 开始自我恢复 大约过了三分钟 伤口处终于止血 还没等陈南站起身 便是六道森冷杀气 席卷全场 在场众人不寒而栗 与此同时 别墅楼顶 落下六名 带着各色各样的面具黑衣人 他们如红毛般 轻飘飘落在地上 为首一名黑衣人 用别角的普通话 带着玩味道 笑面死神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 天煞 你还活着 陈南惊讶地看着黑衣人 天煞是白国杀手 曾在暗网杀手排行榜第三 六年前 他曾与天煞 共同接了一个任务 刺杀外国 一位残暴军阀 当时两人为了争夺 那位军阀的人头 大打出手 后面援军赶到 有战机对基地狂轰乱炸 陈南侥幸逃出 而天煞 则留在了活海中 没想到 天煞还能活下来 雪榜地九 杀了你 地九的位置 就是我的了 天煞冷笑一声 他手握双刃 一个剑步冲向陈南 其余几名杀手 则是冲向御主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王化腾和郑刚 钻进了桌子底下 云天河与朱红义 一左一右 互在御主身边 陈南站起身 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出 众人只看见 两道黑影碰撞在一起 而后听见 一阵金属碰撞的声音 其中一道黑影 如鬼魅般 穿梭在冲向御主的 五名杀手中 十秒钟时间 戴着笑脸面具的男人 站在御主跟前 就好像是凭空出现的一般 天煞站在原地 五名杀手 保持着冲锋姿势 一动不动 周正元咽了一口唾沫 好快的速度 连我都看不清 他们出手 身为武道协会会长 拥有宗师武断修为 此时却连人家出招方式 都看不清 说出去 不免让人觉得好笑 但事实就是如此 云天河走到陈南跟前 问道 结 结束了 陈南点头不语 天煞不可思议的 看着自己心脏位置 一股血剑 带着心脏碎肉喷了出来 他抬起头 震惊的盯着陈南 你 你怎么会这么强 陈南迈步走到天煞跟前 在他耳边说了句悄悄话 天煞猛的一颤 随后直听停倒在地上 冷略的瞳孔逐渐焕然 握紧双刃的手无力松开 扑扑扑 其余五人 也都相继倒地 找到 找到了 这时 一名柳家青年 气喘吁吁跑过来 柳青忙问 什么找到了 青年上气不接下气道 找到家主了 柳青一把推开青年 然后迅速往别墅跑去 柳渊则是一脸愧疚的 看向云天河与御主 君主大人 御主大人 我 刚才失礼了 御主微笑道 这不怨你 其实都是我的错 是我把这些杀手带来的 这些杀手 都是为了刺杀自己 才潜伏进柳家 还好他们没有杀掉恩师 否则自己一辈子 都会寝食难安 柳渊又看向陈南 九十度鞠躬道 抱歉 刚才我误会你了 陈南置若网闻 如机器人般 回到御主身边站着 过了一会儿 柳青重新推着一辆轮椅出来 轮椅上 坐着慈眉善目的刘老 御主急步上前 握住刘老的手 嘘寒问暖 刘老却是像个小孩子似的 哭了起来 柳青来到父亲身边 轻声道 爷爷被扒光了衣服 塞进衣柜 应该受到了一些惊吓 柳渊心疼道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啊 那寿宴还继续吗 继续吧 待会儿 多放点鞭炮 柳渊 说完就走向父亲那边 柳青 则是走到外面广场 安抚参加寿宴的客人 云天和来到陈南身边 低声问道 你还好吧 陈南双手抱胸 死不了 云天和心有余悸道 这些杀手着实恐怖 如果不是你 后果不堪设想 陈南淡淡一笑 所以要给我加钱吗 第四十五章 陆家赶到 云天和从兜里拿出钱包 拿出一张珍藏多年的旧版百元纸币 塞进陈南怀里 一百块 不能再多了 陈南毫不客气的 把钱塞进兜里 而后迈步走向御主那边 云天和嘴角抽了抽 贪得无厌的小人 笑面死神 曾经执行过七十二次暗杀任务 每次任务的酬劳 都是十个亿 也就是说 他至少赚了数百亿 这么有钱 还收了自己一百块 柳家的人 清理了现场的尸体和血迹 各大家族开始献瘦礼 寿宴竟然有序地进行着 五大一流家族的掌舵者 与狱主坐一桌 陈南和云天和 则是站在一旁 狱主大人 刘老 我觉得 应该让笑面死神也入座 今天如果不是他 这场寿宴肯定没法进行 王化腾开口提议道 在座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刘老已经听说了刚才的事 他朝陈南摆手道 年轻人 你和我们坐一起吧 陈南闭目养神 不动如山 狱主健壮 笑着开口 你受了伤 赶紧过来坐下休息吧 陈南还是一动不动 收了用金 自己便是保镖的身份 这是他的规矩 王化腾见笑面死神 连狱主的话都不听 也只好端起酒水 岔开这个话题 也是尴尬 狱主无奈道 他身份特殊 有自己的规矩 我们就不要劝他了 众家主一笑置之 随后开始给刘老和狱主敬酒 就在这时 一名巡检 跑到朱弘毅身边小声汇报 府长 有三架直升机靠近 朱弘毅收敛脸上笑容 周梅问道 什么来头 巡检员硬道 好像是 荆州陆家的私人直升机 怎么连荆州陆家都来了 朱弘毅目录诧异 随即说道 不用管 荆州陆家的产业遍布全球 更有数名族人在总政处工作 大概是刘老的战友 过来贺寿也不一定 很快 直升机停在一处篮球场 一群肥头大耳 油光满面的人急不走来 走在最前面的 是一名穿着燕尾服的青年 高大帅气 英俊潇洒 酷似国际隐心 青年手捧鲜花 很快就来到餐桌前 荆州陆家 陆涛见过狱主大人 陆涛给狱主鞠躬行礼 见过狱主大人 陆家其他人也纷纷弯腰行礼 狱主白手笑道 大家都是客人 你们不用客气 陆涛笑了笑 这才把手中鲜花递给刘老 爷爷 生日快乐 刘老捧着鲜花笑了起来 嘴角边流下了晶莹剔透的口水 柳渊赶紧拿出手帕 给父亲擦拭嘴角 陆涛缓缓看向陈南 还冲他眨了眨眼睛 陈南微微点头示意 然后继续闭目养神 陆公子 这里还有一个位置 你快请坐吧 王化腾直接站起身 陆氏的商业帝国 就算是他们五大家族合起来 也只能望其向背 若是能和陆家攀上关系 王家还能辉煌一百年 不过他心中纳闷的是 柳家和陆家是什么关系 陆涛为何喊刘老爷爷 小涛 你来得正好 今天替你爷爷陪狱主多喝几杯 柳渊笑明明说道 陆涛坐在椅子上 咧嘴一笑 老丈人你放心 今天一定把狱主陪好 老丈人 王化腾嘴角猛的一抽 目光瞥了柳青一眼 柳青看陆涛的眼神 果然带着些爱慕 郑刚苦笑着问道 刘老 你孙女什么时候结婚的 我们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刘老一个劲的咧嘴傻笑 我爸患有老年痴呆 郑老问我就好了 柳渊微笑着解释 也不怪你们不知道 我女儿和小涛 在国外举办了婚礼 今天陆涛赶来 他刚好可以把这个消息 告诉这几个老家伙 也是为了提醒他们 以后对陆家客气点 众家主低头沉默 王化腾嘴巴都快里到耳根了 柳家有陆家这层关系 那王家和陆家合作的是 有戏啊 陆涛端起酒杯 开始给御主敬酒 东南西北四狱 我爷爷最崇拜的 就是您北御御主 这杯酒 先带我爷爷敬您 御主没烧一条 这小子 不愧是商场上的人 第一杯酒 代替他爷爷 下一杯酒 又代替谁 还真想着把自己灌趴下呀 难得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 他也不好不给晚辈面子 而且还是陆家大少爷 端起酒杯笑着说道 我酒量不好 你可得优着点 这种情况很不好 出发前才吃了一些特效药 才勉强不用主拐杖 话谷谷平时比较温和 若是受到大量究竟刺激 便会极其活跃 届时 御主会承受普通人 难以承受的痛楚 三杯 那怎么行 陆涛开口说道 然后扭头看向说话之人 在看见说话之人是陈男之后 他又笑着说道 我怕三杯御主喝得不尽兴 咱不劝酒 御主喝得开心就好 御主哈哈大笑 你小子给我等着 等我身体康复了 到时候找你喝三斤 陆涛黑黑一笑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云天河忽然发现 御主似乎很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 在北狱的时候 也经常和一群二十出头的小战士 打成一片 终究是自己上年纪了呗 李长安这一桌 李慧宁兴奋道 爷爷 你听见没 陆家和柳家是联姻关系啊 虽说陆家和柳家 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自己和王家走得很近啊 而王家和柳家关系那么好 岂不是有机会认识陆家的人 李长安笑着道 听见了 听见了 所以你得抓紧时间 和王羽把结婚证领了 李慧宁撇嘴嘀咕道 人家御主 还是刘老的学生了 你是不是也和御主攀上关系了 李慧宁白了李慧宁一眼 你就酸吧 你信不信 我可以去找御主敬酒 不信 如果我做到了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李慧宁实在受不了李慧宁 不甘示弱地争了起来 李慧宁双手抱胸 冷笑道 如果我做到了 你就当着所有人面学三声狗叫 李慧宁迟一道 这个条件太毒了 你换一个 这里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要是自己真的输了 岂不是要丢整个李家的脸 不敢就是不敢 我说话的时候 你不要插嘴 李慧宁就是要让李慧宁颜面扫地 李慧宁也有些上头了 骨折腮帮子说道 好 我跟你赌 第46章 愿赌服输 慧宁 李云海面色铁青的看着自己女儿 这丫头是不是傻 看不出李慧宁用激将法吗 李长安脸色微沉 你们都给我收脸着点 李云山见老爷子脸色不好 赶紧说道 慧宁 你换个条件吧 这个条件谁赢了都不好 李慧宁转了转眼眸 呼的笑道 那这样吧 若是你输了 你去亲黄号一次 不行 换一个 李慧然心里也没底 要是自己真输了 总不能真去亲黄号一口吧 自己的初吻 当然得留给喜欢的男人 李云山低声道 慧宁 你在换换 王少还在呢 你要是输了 跑去亲黄号 你让王少情何以堪 我看你们还不如直接赌钱干脆点 周雪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反正她会站在自己闺蜜这边 李慧宁毫不犹疑道 好 那就赌钱 李慧然有些心虚地看向马兰 母亲可是一直教导自己 不准赌钱 马兰从包里掏出一张紫色银行卡 这里面有五十万 李云海咽了口唾沫 女儿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吗 这五十万 怕是妻子最后的家当 马兰扭头看向李云海 把你的私房钱也拿出来 我 我哪有什么私房钱 李云海赶紧捂住自己口袋 马兰眯起眼睛道 以后你去沙发上睡吧 连自己女儿谁都不支持 有这么当父亲的吗 李云海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 自己为什么就嘴欠呢 他咬着牙 从兜里拿出一张银色储蓄卡 这里有三十万 李慧然也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 我这张卡里有八十万 其中包含一家供应商的货款 和母亲给陈南买衣服的钱 李慧宁气了一声 一百六十万 也好意思拿出来多 说吧 直接拿出自己的银行卡 要赌就赌大点 我这里有一千万 李慧然瞬间吓得脸都白了 一千万 他们砸锅卖铁 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周雪咬了咬嘴唇 慧然 跟他赌 剩下的我帮你出 说完 从包里拿出自己的所有银行卡 我这些卡里有九百万左右 李慧宁知道 李慧然一家拿不出这么多钱 本想直接打脸李慧然 没想到周雪这个贱人 还站出来了 一千万 这可是他两年才攒够的积蓄 李云山端起酒杯 悠哉悠哉的抿了一口 怕什么 王少的彩礼钱就两个亿 区区一千万 我们还没放在眼里 杨蓉蓉忧心忡忡道 可是那两亿还是冻结状态 得慧宁和宇绍领了结婚证才能解冻 李云山笑道 宇绍求婚戒指都送了 还跑得了吗 说着 他似笑非笑的 看向面色发黑的李云海 再说了 有宇绍在 我们想输都难 杨蓉蓉这才放宽了心 趾高气昂的 瞥了马蓝一眼 李慧宁起身走向王宇 在王宇耳边嘀咕两句后 王宇便端着酒杯 和李慧宁走向御主那一桌 李慧然紧紧握着周雪的手 神色紧张到了极点 这可是整整一千万啊 李云海和马蓝也是紧张到 呼吸都快停止了 李长安拿着两架没办法 只在心底不断叹气 别的家族其乐融融 自己家里名争暗斗 谁看谁都不爽 陈南双手抱胸 如同一尊雕塑 虽然他闭目养神 但现场所有人对话 都没逃过他的耳朵 见王宇带着李慧宁走过来 他转身往两人身前一站 王宇刚才见识到了 真面巨人的恐怖 他收起平时高傲的态度 非常有礼貌的笑道 我们只是想尽御主大人一杯酒 李慧宁娇滴滴的附和道 对啊 御主大人 忧国忧民 镇守北御 我们理应献上崇高的敬业 滚 陈南语气森冷 气场一开 一股寒意 瞬间笼罩两人 咔嚓 王宇和李慧宁手中的酒杯 莫名碎裂 酒水洒了他们一身 王化腾看见自己孙子 被笑面死神拦在一旁 赶紧起身走过来问道 怎么回事啊 王宇颤抖着声音说道 我们 我们想和御主喝一杯 李慧宁哀求道 爷爷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 我们实在太崇拜了御主大人了 你就是王宇 最近找那个女朋友 王化腾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他从李慧宁的毛子里 看见了着急和迫切 这女人迫切地想要和御主敬酒 多半是掺杂着其他因素在里面 是的 王化腾看向王宇说道 你们退下吧 御主身体欠养 只能喝三杯酒 连我都没机会给御主敬酒 陆涛已经陪御主喝了两杯酒 一杯是代替他爷爷敬御主的 一杯是代替刘老 这最后一杯肯定轮不到自己 可以以茶代酒啊 李慧宁心急如焚地说道 如果没法和御主喝一杯 那自己就输了一千万 陈南缓缓往前走了两步 是你们自己滚 还是我动手 王化腾脸色一沉 立即对二人呵斥道 还不快滚 王宇见从未对自己发火的爷爷 对自己动目 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毕竟 他们身前站着的 是一名实力通天的顶级强者 走吧 可是 少给我丢人现眼 王宇冷冷说道 然后 也不管李慧宁 大不留心地离去 李慧宁心灰意冷 低着头往自己那桌走去 耶 我们赢了 李慧然兴奋地差点跳起来 一千万啊 那可是一千万啊 华美公司巅峰时期的年利润 也达不到一千万 陈南听见李慧然开心的声音 嘴角缓缓扯起一抹弧度 一千万就这么开心 小爷给你三十亿 是不是要立刻现身呢 李慧宁回到自己椅子上坐下 杨荣荣赶紧把李慧宁的银行卡收起来 小孩子赌什么赌 刚才的话不算数 怎么 这都玩不起 周雪满脸嘲讽地看向李慧宁 马兰和李云海 脸上也露出不善的表情 李云山甘笑道 大家都是一家人 玩笑就不要当真了 马兰冷笑一声 玩笑 他挑眉看向李慧宁 慧宁 你自己说说 这是玩笑吗 第四十七章 玉主心事 李云山和杨荣荣可以不要脸 但李慧宁是个要面子的人 所以马兰直接质问李慧宁 妈 我们愿赌服输 李慧宁面红耳赤 咬着牙说道 不行 这里可是一千万 够我们好几年的开销了 啪 李长安一巴掌拍在桌上 冷声道 丢人现眼 要赌的是李慧宁一家 现在要反悔的 也是李慧宁一家 钱没了可以再挣 脸没了 只会让人耻笑 见老爷子发怒 杨荣荣这才极其不情愿地 交出银行卡 周雪拿出手机 打开银行app 让李慧宁用手机转账 李慧宁一脸肉疼地 把一千万转给了周雪 而周雪给李慧宁赚了八百万 李慧宁瞪大眼睛道 小雪 你给我这么多干嘛 我们只有160万本金呢 周雪娇笑道 咱们姐妹俩谁跟谁 我赚两百万 已经很开心了 李慧宁知道周雪的性格 一旦强势起来 自己反抗也没用 他默默做了一个决定 待会儿再去帮周雪 要一次电话号码 寿宴进行了两个小时左右 柳元说了一些散场致辞后 开始送客 庄园外面 御主蹲在轮椅旁 向恩师告别 刘老哭泣着拥抱了御主 御主也忍不住眼眶泛红 致辞一别 下次再回 怕是在恩师的葬礼上 云天河在陈南身边 小声嘀咕道 刘老的病有得治吗 陈南摇头 正常衰老 天道循环 老年痴呆 是由于脑部神经 退化造成 帕金森也同样是因为 神经系统病变而导致 他以针法 配合一些中药 可以延缓病情 但无法彻底根治 南哥 我爷爷还能活多久 陆涛双手揣兜 看着轮椅上的老爷子问道 身边的柳青 在听见陆涛对面具人的尊称后 呼吸微微一致 这个面具人 就是陆涛口中的南哥 马兰因为去了趟洗手间 所以出来的比较晚 他刚好听见了陆涛的话 脚下顿了顿 但又加快脚步离去 陈南沉吟道 好生照顾 大概还能活三年 陆涛哑然一笑 83岁 也算是高瘦了 御主在听见陈南的话后 起身对刘老深深鞠了一躬 随后对柳渊说道 好好照顾你父亲 我有时间 还会来看他的 柳渊重重点头 御主放心 这三年 我会留在父亲身边悉心照料 寒暄几句后 御主带着云天和与陈南 在朱红义巡检车队的护送下离去 李慧然蹲了半天 也没找到机会 周雪叹气道 算了吧 这样的男人做偶像就行了 哪能真等他在一起啊 李慧然娇笑道 没想到你也有对男人心动的时候 改天姐带你去酒吧逛逛 你可拉倒吧 哪次不是我喊你 你还不去 下次一定去 得了吧 我先回去了 晚上记得陪我逛街 嗯 你来公司接我下班 两人道别后 分道扬镳 陈南把御主送上车后 说道 我的任务完成了 御主保重 云天和有些发愣 御主的病 明天晚上八点来接我 陈南说完 便闪神消失不见 速度之快 云天和根本没反应过来 妈的 如果不是青年所见 真不敢相信 这是人的速度 云天和往地上催了一口 御主低沉着嗓门说道 那几位的实力 也没他高吧 云天和钻进车里 点头道 陈南的实力 肯定超过那几位一大截 一边给御主借安全带 一边说道 有个人或许能和他一较高下 御主惊诧道 神皇岛的那位 云天和点头不语 御主哑然笑道 神皇岛那位都一百多岁了 这小子 估计才二十多岁吧 轿车缓缓启动 云天和忽然问道 御主 你好像很喜欢陈南 陆涛这样的年轻人啊 你该不会有什么有特殊癖好吧 私底下 云天和一直拿御主当大哥 偶尔也会开开玩笑 御主美好气的 瞪了云天和一眼 放你娘的屁 老子兴趣像很正常 随后 他从兜里拿出钱家 又从钱家里 拿出一张过胶的旧照片 照片泛红 被火烧掉了一大半 上面的人影 更是模糊不清 知道我为何从未回国家吗 御主轻轻抚摸着 照片上那模糊的人影 云天和摇头 不知道 而且 您经常拿出这张旧照片 这张照片上是您的家人吧 御主嘴角 枸杞一抹自嘲 我身为御主 保家卫国 我护住了这锦绣山河 却没能护住我的那个家 在我去北域的第一年 我妻子写信告诉我 他怀孕了 那一年 他给我生了的大胖小子 直到孩子一周岁时 我才抽身回家叹气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家中 看见的却是一片废墟 提及伤心事 御主身上 那平静一人的气息 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 无尽的煞气 气吞心河 冷眼入刀 这强大气场 让云天和呼吸困难 上一次见御主散发如此气场 还是率领百万雄狮 守卫边赛的时候 云天和 小心翼翼问道 是何人下此毒手 您 您报仇了吗 嗨嗨 御主无嘴咳嗽 身上的气势瞬间消散 放下手 手心事点点血迹 我动用一切资源调查凶手 最后都石沉大海 仿佛 有人知道我在调查 他们在暗中阻止 一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直到半年前 情报小组最后一名队员 也失去了联系 御主闭上双眼 黯然神伤 云天和沉默不语 若真如御主所言 那这个势力太恐怖了 比笑面死神带给他的冲击 还要震撼 得了多强大的势力 才能阻止一尊御主 调查二十多年 御主中谷 又被暗杀 和那个势力有关联吗 这个势力针对的 不仅仅是御主 还有御主的所有族人 如果不调查清楚 御主日后 还会遇到更多危险 想到这里 云天和握紧了拳头 一定要动用自己所有人脉 帮御主查清真相 我的私事 你就不要插手了 御主似乎猜到了云天和心思 声音沙哑地嘱咐了一句 自己能在北域中谷 说明那个势力 已经渗入了北域战区 云天和是他一手提携起来的 也是他最信得过的朋友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私事 害了云天和 陈南回到公寓 脱下衣服后 低头看向腹部 一条长达十公分的伤口 格外争鸣 地藏的实力和速度 比天煞强了数倍 若是我反应在慢一秒钟 恐怕会被他拦腰切断 第48章 马兰来访 陈南心有余悸地叹了一口气 那个伪装成流浪的杀手 叫做地藏 乃外国的一名顶尖杀手 六年前 其在杀手排行榜的地位 仅次于自己 这便是顶尖杀手之间的对决 实力再强 也不会持久搏斗 不出手则已 一旦出手 便是致命一击 缓了片刻 起身从沙发后面 拿出自己的布袋 找出针线缝合伤口 叮咚 缝到一半的时候 门铃声响了 陈南听脚步声不像李慧然 但可以听出 是个女人 门外面 马兰静静地站着 这是他第一次来李慧然的公寓 得知陈南住在李慧然这里 他便直接过来了 他要确认一件事 陈南到底是不是柳青 和陆涛嘴里的男哥 也就是今天在刘老言席上 展现通天实力的笑面死神 咔 穿着宽松睡衣 头发乱糟糟的陈南 打开房门 看见是马兰 神色有些紧张 啊 阿姨 您怎么来了 马兰关切道 你的伤 没事吧 伤 什么伤 陈南露出一脸猛逼的表情 同时心里生起疑惑 难道马兰看出了什么 马兰深邃的毛子 紧紧盯着陈南 柳老寿宴上的笑脸面具人 就是你吧 什么柳老寿宴 什么笑面死神 我 我没听明白 陈南弱弱说道 马兰走进屋子 笑着说 惠然和云海都不在 我也不会告诉他们 可是 我真没听懂阿姨的意思 陈南哭笑不得的说道 我从柳家出来的时候 听见陆涛称呼 笑面死神为男哥 柳青是陆涛的妻子 之前柳青带合同去 我们家的时候 问过网语名字里 是不是带有男子 所以柳青找的人 就是陆涛口中的男哥 也就是你 笑面死神陈南 马兰走到沙发前坐下 四周环顾一圈后 似笑非笑道 这么快就把衣服藏起来了 陈南嘴角一抽 阿姨 我还是没听懂您在说什么 本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没想到 还是被柳青和陆涛暴露了 不过没关系 只要自己死不承认 马兰自己也会糊涂 马兰起身 盯着陈南腹部 眯着眼睛道 把衣服脱了 既然这小子死不承认 那就只有使出最后一招了 腹部上的伤 他怎么解释 陈南赶紧往后退了两步 阿姨 这这这 马兰没好气到 只是让你脱衣服 又没让你脱裤子 陈南面红耳赤 这也不太好吧 马兰勾唇一笑 因为你就流老的时候 腹部受了很严重的伤 所以你不敢让我看 唉 陈南悠悠叹息 马兰以为陈南默认了 鹿齿笑道 你放心吧 我会帮你保守 话没说话 戛然而止 陈南已经掀起了衣服 骨铜色肌肤 紧致的肌肉 腹肌线条很优美 唯独不见应该出现的伤口 马兰不敢置信地盯着陈南 他不是应该腹部受伤吗 就算他医术逆天 伤势恢复得再快 也总该留下疤痕吧 陈南放下衣服 我睡了一整天 不信你去查监控 马兰愣了半晌 都说不出一个字 不对 肯定不对 他在屋里一阵翻箱倒柜 可是找遍所有角落 也没找出陈南那身孝面死神的衣服 而就在这时 李云海打来电话 华腾集团的人来我们公司考察 准备支付十亿订金 你赶紧回公司了 好 我马上回去 马兰挂断电话 盯着陈南 却又无言以对 沉默片刻 他才缓缓开口 你打算什么时候和惠然领证 陈南耸了耸肩 我随时都可以 就看老爷子答不答应 惠然愿不愿意 马兰不再多说什么 转身离开了公寓 即便陈南如何隐藏 他还是坚定自己的想法 走出大楼 又停下脚步 来到前台 小美女 这洞楼的监控 是不是出故障了 是的 不过您不用担心 维修部的人正在抢修 预计今晚就能恢复 谢谢 马兰到了声线 而后头也不回地离去 陈南说自己在家里睡了一天 还让自己查监控 说明他在监控上动了手脚 所以 自己根本无法查到 这点小伎俩 也就糊弄糊弄小孩 既然陈南不想暴露自己身份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公寓房间 陈南小心翼翼撕掉 腹部上的仿真人皮后 继续缝合伤口 用了十分钟 在没打麻药的状态下 缝了81针 看着腹部上 如蜈蚣式的伤口 陈南无奈一探 近些年一直追求修为境界 师父传说的断体知识 都快还回去了 看来得尽快逐见断体之法 真正的修炼者 内敛一口气 外敛筋骨皮 自己内气境界 以达登峰造极之境 筋骨皮着实有些脆弱 如果断体术小成 今天也不至于受伤 陈南处理好伤口 便盘坐在床上运气疗伤 江州皇家 大气的别墅中 皇后极其委屈地 向爷爷诉苦 明明自己都快给李家下聘礼了 可李慧然对自己 仍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 黄天明身穿一套白色太极服 齐兄的白胡子 很是浓密 他捋着胡须笑道 命理有时钟须有 命理无时莫抢求 李家无权无势 那李慧然还配不上我孙儿呢 李家虽然有两家公司 但李长安的资产 连十个亿都没有 他们李家 距离三流家族 都还差一大截 皇家人丁稀薄 黄浩能娶一个 门当户对的妻子 会更好 爸 我觉得浩尔必须娶李慧然 其一 李慧宁现在是王宇的女朋友 王家有着什么样的能量 您心里很清楚 其次 华美公司刚拿到一笔 龙腾集团的大项目 也就是说 他们和柳家攀上了关系 无论是王家 还是柳家 那都是我们旺旗相辈的存在 更何况 王刘两家同契连织 其商业帝国 完全足以碾压 另外三大巨头 还有 柳家背后是御主和陆家 如果李长安整合两个孙女 带给家族的资源 李家未来 极有可能成为江州商业的 第六大巨头 黄浩的父亲黄立国 头头是道的分析着 黄天明眯着眼睛思索起来 好像儿子说的不无道理 黄浩不满道 都怪周雪那个贱人 他一直阻碍我 接近李贿人 否则我早就得手了 黄立国目录 阴沉 周雪的爷爷 是武道协会会长 这丫头的确有些棘手 黄天明捋着胡须冷笑 一个乳秀未干的黄毛丫头罢了 只要我愿意 他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第49章 书雅酒庄 华灯初上 一天没吃东西的陈南 肚子奋起反抗 滴滴滴 枕头边的按键手机 响起古老的铃声 是陆涛打来的电话 现在差不多是吃完饭的时间 陆涛这个时候 打电话给自己 多半是要请自己吃饭 虽然已经猜到了 但陈南还是向征信的问道 有事吗 电话那头 陆涛愣了几秒 随后黑黑一笑 南哥 我在书雅酒庄订了包厢 咱一起喝两杯 不等陈南回话 他继续说道 南哥你在哪 我让我老婆去接你 陈南客气道 不用这么麻烦 我去楼下随便吃点就行了 自己的伤还未完全恢复 他不想浪费太多时间 那怎么行 我好不容易抽空来一趟江州 还没和你好好喝几杯呢 而且 我还有重要消息告诉你 什么重要消息 你先告诉我 你在哪 待会儿再告诉你 陆涛故作神秘地说道 陈南无奈 只好把自己位置告诉陆涛 然后沉声叮嘱道 你不用找人接我 我自己搭车过去 我的身份都快被你们暴露了 隐藏自己身份 是为了不给李家带来麻烦 毕竟自己曾经执行过很多暗杀任务 且自己暗杀的人 都是穷凶极恶之势力的首领 虽说大部分任务都在国外 但也难免那些人 因为仇恨飘扬过来来找自己 他自己倒是无所畏惧 可李家都是一群 手无缚机制力的普通人 半个小时后 陈南来到舒雅酒庄 说是酒庄 其实是一个豪华大酒店 而且还是江州唯一的超五星级酒店 想在这里消费 还必须办理会员卡 舒雅酒庄的会员卡 分为三个等级 绿色贵宾 VIP 最低缴纳10亿会员费 多数都是三流家族 办理的比较多 黑色钻石VIP 最低缴纳50亿会员费 有能力拿到黑色卡片的 都是二流家族和一流家族 紫色至尊VIP 最低缴纳200亿会员费 江州五大巨头中 只有柳家和王家 各持一张至尊卡 陈南找的出租车 在十里之外就停下了 好在陆涛有先见之明 早早开了一辆法拉利过来 迎接陈南 酒店门口 八名国色天香的迎宾小姐 骑骑弯腰行礼 欢迎南各 欢迎陆少 性感的低龄礼服 春光半露 温润如玉的肌肤 足以使人疯狂 然而陈南却是连看都没看一眼 陆涛眼角余光 注意到南哥无动于衷 顿时觉得南哥那方面不行 平时酒店里的迎宾小姐 也不会故意饮 又顾客 只是今天招待南哥 他才特意嘱咐 这几个迎宾小姐 必须在陈南面前险山露水 站在前台柜台旁的柳青 见南哥这么年轻 不禁有些愣神 他一直以为 南哥是个三十多岁的魁梧壮汉 没想到 看起来比自己还小 他实在很难把这身材单薄的青年 和昨天那个恐怖至极的笑面死神 联系到一块 南哥 这是我老婆柳青 我爷爷和柳青的爷爷 是生死之交 还给我爷爷挡过子弹 所以在我和柳青刚出生的时候 就被老爷子定下了婚约 陆涛兴致勃勃的 给陈南介绍着柳青 见柳青还在愣神 立刻皱眉道 还不给南哥问好 柳青缓过神 微微一颤 南哥好 陈南微微一笑 柳小姐好 多谢柳小姐 对惠然一家的帮助 柳青见南哥如此客气 连忙说道 南哥太客气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他昨晚才向陆涛 打听起陆家和陈南的渊源 陈南在数年前 帮助陆家 消灭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国外仇家 如果不是陈南出手 陆家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那时候的龙腾集团 还掌握在陆家手中 陆家肚没了 龙腾集团 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想到这里 柳青心里更加震惊 要知道 现在的陈南 看起来才二十三四岁 而陈南帮助陆家的时候 大概十六年前 当时的陈南 岂不是才十七八岁 想到这里 柳青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眼前这个男人比自己想象的 还要恐怖无数呗 我们先上去用餐吧 待会儿 饭菜都要凉了 陆涛笑呵呵地说了一句 然后让柳青在前面带路 而他自己 则是陪同在陈南身边 南哥 您的伤好点了吗 陆涛情真意切地问候了一句 今天上午赶到的时候 那些尸体 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柳青才把白天的事告诉自己 他很清楚 南哥的实力 六年前 便有着八段大宗师的实力 六年过去 南哥的实力 肯定超越了大宗师境界 如此实力 竟也会受伤 可见那些杀手 不是泛泛之辈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陈南面色平静地硬道 陆涛稍稍松了口气 而后又哀声叹气地说道 萧叔叔胆子还真大 离开北域 也不舍得带一名保镖 你说的萧叔叔是御主 陈南疑惑问道 嗯 北域御主削破天 御血疆场二十余载 战功赫赫 国事无双 不过南哥 你作为御主的贴身保镖 居然连御主的名字都不知道 陆涛带着陈南走进电梯 面色古怪地问道 我的任务是保护御主 无权询为御主个人信息 陈南淡淡说道 说的也是 您可是一名尽职尽责的顶级杀手 话又说回来 您在暗网的TDA还会有变动吗 陆涛的情报组织虽然强大 但还无权查清暗网杀手榜的信息 陈南解释道 暗网杀手执行完任务后 会在任务栏提交任务 待金主确认后 才能拿到用金 同时 KDA会被录入系统 说话间 三人已经来到八楼第88号包厢 也是独属于陆氏家族的包厢 包厢门口站着两名 长得一模一样 五段宗室保镖 他们身高胖瘦 发型脸型都一样 很明显 是一对双胞胎 陆涛 南哥 两名保镖背着双手 同时低头问好 陆涛点头示意后 带着陈南进入包厢 一张巨大的圆桌 上面摆满了108道菜 满汉全席 奢侈至极 陈南嘴角微微一抽 还有其他人吗 陆涛明白 南哥指责自己铺张浪费 尴尬的笑了笑说 待会儿吃不完的饭菜 我让人打包 送给环卫工人 第五十章 李慧然失联 三人入座后 有专门的美女服务员 帮忙加菜倒酒 简直是帝王般的生活 酒水都是价值千万的 古井贡酒 陈南也曾跟随师傅 参加过多个国家皇室的研习 对于一些名酒 有一定的认知 陆涛和柳青 各自敬了陈南三杯酒 南哥 这是一条 有着三百年寿命的 野生大白鲜鱼卵 陆涛亲自给陈南 打了小半碗白鲜鱼子酱 碗里的鱼子酱 颗粒饱满圆 色泽清亮透明 微微泛着金黄光泽 这便是顶级鱼子酱的特征 饶氏见过大场面的陈南 此时也忍不住眼皮一跳 他吃过最贵的鱼子酱 是在奥国皇室 那是一条百年野生大白鲜的鱼子酱 每一克价值三万美金 这三百年的白鲜鱼子酱 其价格最少最五万美金吧 就这么小傍晚 价值一套还请别说 陈南拿起勺子浅尝起来 入口鲜嫩 爽滑 带着淡淡的新鲜 吞入咽喉 鲜美的口感 弥漫在整个口腔中 仿佛烙印在灵魂最深处 又随便品尝了一些天价美食后 陈南这才问道 你不是要告诉我重要消息吗 他可不是为了蹭饭才过来的 陆涛说的重要消息 很有可能与叶家屯有关 陆涛喝了一杯古井贡酒 而后看向柳青 老婆 你先回避一下 柳青没有丝毫不悦 起身乖巧地走出包厢 陆涛这才说道 根据我调查的线索 当初叶家屯纵火案 还有两个江州家族参与其中 陆涛感觉自己如坠冰枯 他打了一个机灵后继续道 这是我爷爷从楚家一个老疯子口里 套出来的信息 可惜那个老疯子精神失常 很难问出更多的消息 而且就在今天下午 那个老疯子跳楼自杀了 我爷爷告诉我 楚家可能已经怀疑我们了 南哥 我也想帮您撤查到底 但楚家的势力实在太强了 说到最后 陆涛羞愧地低下了头 虽然同为荆州超级世家 但陆家在楚家面前还有些不够看 陈南缓缓吸了口气 笑着道 你帮我的已经够多了 剩下的事情 我自己慢慢查 荆州陆家 古武家族 如果仅仅只是古武家族 师父也不至于隐瞒自己的身世和仇家 古武者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修宪者 陆涛端起酒杯狠狠惯了一口 如果换成六年前 或许他还能凭借一腔热血 不管不顾地帮助陈南继续调查 随着年纪增长 他已经开始逐步接手家族生意 而且自己已经有了家事 他必须为整个陆家 以及柳家着想 服务员重新给陈南洗了一个酒杯 倒满酒水后 又给陆涛杯子里添满 陈南端起酒杯笑着说道 我明白你的处境 你也不用自责 你的恩情 我都记在心里 若不是陆涛帮忙 他现在还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 陆涛端起酒杯和陈南碰了一杯 除了这件事 其他的事 我肯定能帮到南哥 陈南笑了笑 一饮而尽 刚喝完这杯酒 兜里的手机不断传来震动 拿出手机 这件微信消息的弹窗 占据了整个屏幕 陈南解锁手机 打开微信 一个叫做幸福一家人的微信群 已经有三十多条未读消息 点进去一看 全都李云海和马兰 让李慧然回电话的信息 陈南眉头微微皱起 立刻拨打李慧然的电话 电话无法接通 又打去微信视频 还是没人接听 陈南眉心拧得更紧 陆涛见状 连忙问宝 南哥 怎么了 李慧然失联了 陈南与气带着些担忧 之前 李慧然就遇到过一次杀手 现在联系不到他 多半是遇到麻烦了 陈南站起身 就要往外走 陆涛跟进跟了出去 同时拿出手机拨打电话 站在外面的柳青 见陆涛和陈南 火急火燎地往外走 立马跟了上去 丧彪立刻帮我 查找一个叫做李慧然的女孩 陆涛交代一句后 便立刻挂断电话 然后拨打了另一个号码 朱府长 我是陆涛 麻烦你帮我查查李家的李慧然小姐 阿胡 动用你的所有人脉 帮我找找江州的李慧然 陆涛连续拨打了三个号码 柳青柳眉微醋 小声问道 李慧然不见了 陆涛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陈南刚走进电梯 马兰便打来了视频通话 小南 我们联系不上慧然了 一向镇定的马兰 此刻语气都带着颤音 慧然说过他之前回李家的时候 碰见过杀手 是陈南出手救了他和周雪 现在忽然联系不上慧然 肯定是出事了 陈南轻声安慰道 阿姨您别着急 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刚走出电梯 小美女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陆涛忙问道 金螺湾 乌鸦是你的人 乌鸦是金螺湾扛靶子 势力比我大多了 桑雕尴尬说道 你先弄清楚 乌鸦带回去的那两个人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李慧然的女孩 好 我马上问 南郊的一个运输公司 虽然已经是晚上 但仍有数十辆大卡车 正在装货 近百名光着膀子的工人 抬着家具装车 办公室 一个带着大精炼的光头双腿 搭在办公桌上 一名性感妩媚的女秘书 正在给她按摩双腿 光头穿着一件敞开的西装 露出满是刀疤的胸膛 她扬倒在椅子上 拨通了乌鸦的电话 哟 傻彪 给你爷爷打电话干嘛 听说 你刚才带了两个小美女回去 是不是有一个叫李慧然的小妞 靠 关你鸡毛事啊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吧 桑雕语气严厉道 怎么 她是你看上的妞 就算是你的妞 老子今天也得好好玩玩 哈哈 乌鸦极其张狂的大笑 我奉劝你最好标动他 桑雕冷声提醒 傻彪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什么身份 就凭你也敢威胁我 乌鸦语气变得清冷起来 如果是陆绍呢 什么狗屁陆绍 在江州 老子指认刘绍 乌鸦说完这句话 便挂断了电话 桑雕猛的从椅子上站起来 老黑 带上所有兄弟去金螺湾